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这仇都没法报 可我现在修为全尸 连打山都出不去 根本就是自身难保 但愿那妖怪可别追到这儿来 人类修仙者 你躲啊 你继续躲啊 该死 这道赤眼虎妖 还是追到了我 你跟受损灵力溃散 你有今天啊 现在你和普通人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吧 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我还是个大神狗 连几人的手都没摸过呀 此道宿主遇到妖怪 危险西数极高 开启无敌剑狱系统 以庄园为中心 无敌剑狱覆盖整座庄园 覆盖范围之内 见到无敌 可列天地 无敌剑狱之内 任何宝剑 灵剑 哪怕是神剑 都要臣服于宿主 三年 这三年了 你知道这三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有这么厉害的系统 你咋不找点图 不是我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到底有多强吧 不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可翻人无异 我要去 来 此时之劫被撕裂了 这怎么可能 仙剑裂空居然是传说中的剑之制度 天哪 天被人批破了 这怎么可能 有东西掉下来了 快 把所有门下弟子全部派出去 挖地三尺也要找到 灵霄先帝留下用于隔绝此事的最后一道保护 如今也被毁烂 可此方世界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啊 我的天啊 这 我 我把天劈开了 肚主消灭三节火药 获得四百点剑狱值 并获得新手大礼包一份 剑狱值 所谓剑狱值 就是用来扩张无敌剑狱笼罩范围的能量点 每消耗一百点剑狱值 无敌剑狱就增加一米范围 啊 原来如此 斩了三节虎妖 无敌剑狱范围就增加到十四米了 啊 可惜覆盖范围太小了 使用新手大礼包 恭喜宿主 无敌剑狱覆盖范围直径提升十米 目前覆盖范围为二十四米 无敌剑狱提升到一级 开启万物化剑能力 万物化剑 好奇妙的感觉 似乎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可以成为我的剑 先试试 厉害 无敌剑狱 万物化剑 果然牛皮 不过系统啊 天上那个裂缝 到底是什么情况 恭喜宿主看上大事了 隔绝此世界的九天神定被毁 此方世界已暴露于三千世界中 如今万玉仙魔 皆可穿越裂缝 降临此事 你是说 我破坏了我们世界的保护罩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裂缝能修吗 此方世界天道会自行修复裂系 但已经无法阻挡 域外仙魔的进入 望宿主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你让我一修为全尸的人 怎么好自为之 罢了 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 先看看剑狱 带来的效果吧 好 现在来试一下 完成 厉害 不光威力惊人 就连精密度也如此高 系统 剑狱是固定的吗 为什么我感觉 剑狱好像无法移动 初始剑狱固定在系统开启点 不可变更 无法移动 宿主可以通过争取剑狱值 扩大剑狱范围和提升等级 若擅自离开剑狱范围 宿主将会失去所有增幅 望宿主好自为之 就是说 只要我踏出中原一步 立即变回弱基了 而且一切点剑狱值 才增加十米复盖范围 这边要看多少妖怪啊 好 肚子饿了 只能先去附近踩点蘑菇 先点点鸡了 追上去 别让他跑了 这些闲门的小毒崽子 你们还真的起敬了是吧 都已经追打我十多米 没完了 我堂堂暗夜妖王 要不是被那口从天而降的破顶砸成头上 我非得一口一个吞冷的不渴 前面没事 没有灵气波动 是个普通人 满天就采了几个破蘑菇 要是有肉就好了 正好吃了这个厨子 补补体力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没有灵气波动 是个普通人 半天就采了几个破蘑菇 要是有肉就好了 正好吃了这个厨子 补补体力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等等 他的眼神怎么 肉 肉 什么 他用的什么东西砸我 他好像山一样 这厨子竟有这的法宝 他 汤少 我堂堂暗夜妖王 居然被一把汤少砸你 妖医 看你往哪里逃 这 是怎么又回事 你是何人 敢抢我们的恋物 不好 万物化剑 居然是万物化剑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难道 这是一尊在此隐居的 全是高人 段师兄 这是怎么回事 他刚才施展的 是绝世神术 万物化剑 那是即便圣界仙门 实力最强的几个长老 无不斗的境界 幸好没撒完 话说这群人一惊一乍 在干什么呢 你们 是这条狗子派来的救兵吗 我们是追这条狗子过来的 它是一只强大的妖兽 不然可能从我们手下逃脱 这些人的身上都流动着一缕淡淡的剑气 看上去都是剑修 只是不知道这几人的身份来历 那你们是何人 圣界仙门段修文 见过公子 啊 这两位是我师妹 圣界仙门帝女 慕容慕兰 见过公子 这位是台思语 多有冒犯 还请公子不要见怪 刚才情急之下冲撞公子 实在不应该 还望海涵 这么快就道歉了 剑修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那这狗子 自然归前辈所有 今日冒昧打扰 我等就此告辞 改天再登门拜访前辈 此人实力实在是太吓人了 得赶紧离开这儿 回去兵高师尊 快走快走 赶紧溜 慢着 没你们追击一条狗 他也不会来我这儿 我不白拿人东西 这个 送给你们了 那就多谢仙辈了 那慢走不送 上好的狗肉 可不能浪费了 落入本间的神器 还是落入我天堂妖皇的手里 当我炼化这尊神饼之后 整个修仙界都要在我的脚下颤抖 那不是暗夜妖王吗 他这是 混账 徐徐凡人 决敢宰妖王 人来 拿命来 天上有动静 天上有动静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天堂大鸟 黑口锅 一 击败七阶妖皇 获得四万点剑狱值 无敌剑狱提升至二级 覆盖范围提升至四百二十四米 啊 这头大鸟 居然是七阶妖皇 真是棚之大 一个锅放不下 看来这家伙 是自己一头撞进了剑狱里 还触发了剑狱的防御机制 啊 一带妖皇 莫得这么不云不白 无敌剑狱真是恐怖 不喜欢 正好 还给我送了口锅 今天就不吃烤卷狗了 吃大鸟炖蘑菇 哦 额头好痛 我刚才好像被人敲昏了过去 对了 是那个臭厨子 我一定要把他 天 天鹏妖皇殿下 天鹏妖皇殿下 居然被人宰了炖仓 还有 这不是内尊从天而降 几乎要了我命的神顶吗 这 这家伙全拿来当炖仓的大国士 完了完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个恐怖的英雄 一个绝世强者 等等 该不会这家伙等吃完天鹏妖皇之后 还要宰了我炖仓吧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才能避过这一劫 这狗应该也是什么妖兽吧 怎么醒过来也是一脸傻样 哈哈哈 只要味道不差就行 天山庄外 各种都是妖兽 我又出不去 这么大只肉狗 可不能做个 你不要过来啊 我的肉不好吃 别逼我同归于己 别吃我 我还有心愿的味料 这狗子是在求饶吗 罢了罢了 正好我缺一条看家护院的狗子 你就留下来 给我看家护院吧 我堂堂妖王 居然成了人类的看家狗 既然留你下来 自然不能让你饿着 来 这可是妖皇的骨头 便宜你这傻瓜了 还要我吃妖皇殿下的骨头 既要太善 还要我吃妖皇殿下的骨头 既要太善 罢了 看家狗就看家狗吧 总被丢了小命下 天宝阳皇殿下 我对不起你 真行 师尊 小文 木兰 思雨 你们怎么回来了 弟子奉命 前去十万大山寻找神器 虽然没找到 但 我们遇到了一位 领悟了万物化剑的绝世强者 或许他能把我们镇压血魔 万物化剑 这怎么可能 胡说八道 十万黄山妖怪盘踞 凶险万分 怎么可能有绝世高人隐居 就算真的有绝世高人 在那种地方隐居 我堂堂出窍期见修 难道还会察觉不到吗 弟子不敢吸瞒世尊 拒绝属实 请世尊明察 唉 小文 你可知我圣剑先门 传承数万 至今也仅仅出过三明化神经 修出剑仪的剑修强者 至于万物化剑 那是即使初代掌门 也不曾达到的境界 世尊 可是 我们确实是感受到了 那位阁下的通天剑意 胡闹 你们三人 不过粹体境界 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厉害 剑意可不是大白菜 还有这么容易参悟出来 你们三人连真正的剑意都没见过 定是被对方的装神弄鬼之术骗了 世上若有能掌握万物化剑的强者 怎么可能至今默默无闻 可是 你们和其他弟子一样 离开宗门吧 早了就别再回来了 那血魔的封印越来越弱 加一时日 我们也无法维持封印了 你们还年轻啊 别成了我们这些老骨头的陪葬品 什么 世尊 那你们 等那血魔彻底脱困 我会和众长老 与他同归于尽 赌伤我们的性命 也绝不能让那魔头重返世间 哈哈哈哈 我伤我们的性命 不好 那魔头 怎么会这么快 数万年前 你们的先祖为了镇压本座 就连自己的到底都毁灭了 数万年后 就凭你们这些垃圾 你想不当本座 中长老庭列 圣剑阵 几亿 需要有血迹 数万年前我就玩剩下的 不好 哈哈哈哈 就凭你们 还想跟我对抗 世尊 这 快走 把血魔脱困的消息带出去 想逃 想建筑的杂罪 一个都逃不了 这是 大龙剑狱 这怎么可能 我说 饶了一遍 血魔 被 被消灭了 从今天开始 这份木雕 就是我们圣剑仙门的 镇宗之宝 圣剑仙门所有弟子 都需要供奉和叩拜 以及参悟上面的建议 自当如此 天不枉我圣剑仙门哪 多亏了这件宝物 你们给师门送回之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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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们三人追一只妖兽 然后追到 这木雕完完全全只是随处可得的普通木材 仅仅是上面残留的剑意 就能歼灭血魔 可怕太可怕了 那位爵士高人 真正的实力恐怖到了何等程度啊 杜杰七甚至 莫非是大成七 掌门 如今世间灵气不比以往 已经很难有人修炼到杜杰起了 至于大成起 这更是难以置信 到底是什么 还得等我去拜访过后才能确定 木兰 去将赤金神剑和神西壤拿出来 跟我去造访这位高人 赤金神剑 师尊 那可是圣剑先门的赈宗之宝呀 掌门 连赈宗之宝都送出去 这是不是 还有那神西壤 那可是仙族从成仙帝带回来的神土啊 你们懂什么 单凭这座木雕 已经是绝世罕有的质宝了 我们去拜访高人 岂能空手而去 说不定 我们所谓的赈宗之宝 在高人眼中简直不值一提 老是干活 永远都不过六须派马屁啊 会抱大腿才是真王道 更何况 若是能讨得高人欢喜 传授我们一招办事 修出建议 就足以让圣剑先门万事不朽啊 哈哈哈 不愧是世尊 能将六须派马 说得这么光明正大 这份心思果然缜密 难怪这家伙能成为掌门 流泥一条狗蜜让你看见护院 你居然还敢偷懒啊 本座是妖王 妖王懂不懂 本座是妖王 妖王懂不懂 想当年本座纵横天下 何其威风 如今却要被当作土狗 居于这家伙的淫威之下 啊 太贝势了 不许 这什么贫庸的狗 还会刨地 正好 既然你喜欢刨地 过来帮我王吧 我正打算在院子里住点什么 你过来给我松脯 谁来救救我这落难的妖王啊 灵力消耗太大 这样下去会被追上的 十万大山里居然有庄园 太诡异了吧 但 事到如今 不管那里有什么 我的下场总比被那家伙抓到的好 有人 太好了 敢在十万荒山隐居的 绝对不是普通人 前辈 救命啊 这 这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剑影 感觉我只要稍微向前走出一步 就会被一击毙命 哎 又有人来了 这十万大山里 这么热闹的吗 喂 喂 喂 怎么算又有憨惑闯进来了 赶紧来个人转移那个大魔王的注意力 好让本王解脱啊 刚刚跑过去的那是 此人看上去好年轻 而且气息上完全就像是个普通人 不 不对 能修出剑意的 绝对是绝世强者 听说有的老妖怪 就喜欢半嫩 玩什么半猪吃虎 晚辈擅闯阁下的府邸 实在是迫不得已 还请前辈宽恕我 又来 啊 一个个的 都喊我前辈 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 啊 哈哈 我没打算怪你 只不过 你来这儿是 啊 前辈 黄灵仙门跟妖族勾结 却抓我送给妖王当小倩 我父亲不允 却没想到广灵仙门 屠入了我孙家满门 只有我逃了出来 还请前辈 救我一命 广灵仙门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名门阵派 会干出如此歹毒的事情 对啊 修仙世界出马来的正义 世纪也不能全听这个女子的念之词 虽然我只要在庄园里就是无敌的 但我可不想被人当枪使 前辈 你若不救我 我必亡 莫怕 只要我想 这个世界 没人能强行带走你 姑且 看看这些人的态度吧 诸位来寒舍 所为何事啊 师兄 那小娘披灵力耗尽了 我们还不赶紧把她抓了 在这儿犹豫什么 蠢货 能在这十万大山修一个庄园的 会是普通人 修仙界卧虎藏楼 说不定那人就是个高人 我们几个区区住基的水平 得罪了她 怎么挂掉的都不知道 可是 这可是妖族和修仙界的交界处 真有人会在这儿隐居 那小子 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高人哪 对 倒是边上那条沙狗 看着倒不像是普通的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出门在外小心无大错 阁下 我们乃广陵仙门弟子 正在捉拿我们的叛徒 还请阁下 不要听信了她的谎言 这个妖女修炼邪功 陷进了她自己整个家族 还伤了好几位前去抓捕的同门弟子 如今又想骗你 不论她装的多像 还请阁下 看清那女人的真面目啊 御师兄演技可真好 哎呀搞这么麻烦干嘛 直接上啊 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们广陵仙门共结妖魔 还想要将我送给妖王 我父亲想要揭露你们 你们就灭我孙家满门 居然还有妖王喜好人呢女子 这两边看着都不像是说假话 这怎么办 搞什么啊你们 人不是逮着了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磨蹭 有人在 默默计计 因为一个凡人 就带了我们大王的婚事 人族修士果然都是废物 师兄 也罢 这几头畜生 也有妖将的实力 正好交给他们打头针 默默族的强者可不是好惹的 这家伙最好是跟他拼个两败俱生 说不定我们出来那小龙皮 还能收获几颗妖山 好家伙 这下不演了是吧 那几个牛妖 可是妖将啊 加上那几个铸鸡 前辈应该没问题吧 哼 没想到广陵仙门 居然真的和妖族的畜生有勾结 啊 这下有好戏看了 借如死 你们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 鱼 你找咋 借如死 你们一起上吧 别浪费时间 鱼 你找咋 高端的食材 我只需要最苦送的手法 这 啊 居然用一根树枝 就解决了一头妖将 好可怕的剑意啊 前辈的实力 至少也有缘莹期 甚至是化神机 如果是这样 我的仇受不定能 哼 一枝 才八百点 两剩余无法 那接下来 不 误会吧 这家伙 居然真是在伴住吃虎 剑发石头绝是猛虎 前辈 误会啊 我 快 快跑啊 你去找大王 想跑啊 救我 哎 你刚才说什么误会来着 我没听清 我 我 上路吧 等等 如果就这么把这家伙干掉 火灵仙门和那上面妖王 岂不是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 不就没法找上门来报仇了吗 那我岂不是少了一大笔经验值 干掉它 干掉它 骗骗这家伙 让他带更多人来才行 我的监狱 你升级啊 今日 我饶你一命 去告诉你们宗主和那什么妖王 孙玉莲 我保下了 前辈 我还活着一日 你们就别想杀他分毫 我 我活下来了 还不快滚 是是是 这就滚 前辈 你怎么样了 不妨 只是一点小伤 你先补我进去 你 你 你在装什么 这眼睛还能再浮夸点吗 那家伙 莫非 刚才其实是强弩之末 对 没有使出那种建议的人 怎么会是无名之辈 这里面定有古怪 赶紧去告诉师尊 赶紧去告诉师尊 恨我这家伙 我今日所受屈辱 日后定加倍奉还 你孙玉莲 给我等着吧 我没事了 前辈 钓鱼执法 厚颜无耻啊 这家伙 前辈 你真的没事吗 我真的没事 你别瞎担心了 前辈 这次放虎归山 我担心广陵仙门 绝不会善罢甘休啊 要的就是他们不善罢甘休 可传闻广陵仙门的几位长老 至少有缘婴棋 甚至出窍棋 还有那妖王 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 若因为我而给前辈 带来危险 我岂不是 好了好了 你放心 只要你待在这个庄园里 我保证在我倒下前 天下无人能伤得了你 前辈 前辈大恩 晚辈无以为报 不知前辈可愿收我为徒 如若愿意 今后 弟子愿是奉前辈左右 这 虽然在这个监狱内 握天下无敌 但我现在修为全无 如何教你啊 抱歉 我这人从不收徒 你 检测到剑道体 随机任务开启 将剑道体收归门下 可获得特殊奖励 这 也对 我与前辈相差有如云霓 他平和要收我为徒 我从不收徒 但 你是个例外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徒弟了 啊 前辈 这是收我了 哼哼 还叫什么前辈啊 该改口了 前辈莫非是想 想说我做那种徒弟啊 也 可是 这 罢了 前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救我 已经是难以回报的大恩 更何况 若是能把我孙家的血管伸出 就算是有何法 弟子孙玉玲 拜见师尊 剑道体 先天身体 是所罕见 从出生开始 体内就孕育着更金之气 收其为图后 可得到特殊奖励 好 好 嘿嘿 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 奖励技能 建议点画 可通过灌注剑气 将生灵点画进阶 灌注剑气 可在领域内 我的剑气 不就是无中无境吗 试试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老空术居然 好浓厚的生命精气 我的伤势都在快速恢复 这能近乎仙术手段 普天之下 闻所未闻 这家伙 绝对是仙人 看来光灌注剑气 也只能这样啊 这边区域的养分太稀薄 能长成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 反正剑气不要钱 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了 玉莲 你可知 我为何收你为徒吗 弟子愚钝 不知道师尊的生意 但师尊若想要 弟子也不是不愿意 但是 会不会太快了 我还没 我这好不容易说个弟子 没什么大毛病吧 天云大陆浮原辽阔 何三差五 就会出现 一个又一个的天之骄子 他们要么有着强大的体质和血脉 要么有着奇遇和机缘 使得修仙界 寻星璀璨 强者评出 你觉得 自己是哪一种 我能被师尊收为弟子 自然是第二种 错 你两者都是 什么意思 难道这女娃子 还有特殊体质不差 这无银灾啊 又真的是特殊体质 有妖王的实力 怎么看不出来 师尊 您是说 我也有强大的特殊体质吗 没错 你的确有特殊体质 这或许也是 你被妖王盯上的原因 师尊师尊 那我是什么体质呀 厉不厉害 当然厉害 你的体质 乃剑倒体 最适合剑修 不 不可能吧 体质可以分为 肺体 繁体 灵体 特异体 义荒体 神体 以及倒体 我堂堂堂堂 我堂堂妖皇 也不过是退役体 这 这个小丫头 居然是最高的 道体 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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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体 才能呈现出 决定 你不过 才能呈现出局势资质 不然 别说孔灵仙门了 就是天云八大仙门 恐怕都坐不住 会来出手 我争夺你 如果我有力量 冷除我的家人也不会 恳请师尊教我 如何才能觉醒剑倒体 弟子想要报仇 那么 就从感受我的建议开始吧 世尊 就是那座庄园 看着好像很普通的 没想到居然有高人 会隐居在这种地方 这是 好浓郁的生命精气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还没有啊 从未感觉过 如此充沛的灵气 好像根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一样 仿佛身处灵气海洋之中 被无穷无尽的生命精气包裹着 每一寸肌肤 每一缕羞发 甚至连呼吸 人 有人 诶 师哥 这就是我们这的那头傻狗 看来 他被那位前辈收养了 傻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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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对 这顶啊 莫非是此前从天而降的神器 无数门派都在找他 可堂堂天降神器居然被高人当成了一口炖锅 要这么大一锅牛肉 让老人家端过来 着实为难了 还是让我来吧 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 木兰 你注意到他的炖锅了没有 那顿锅就是不久前坠入凡间的神器 什么 那师尊 我们 恐怕不久前的天破事件也和高人有关系 但这 已经不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了 那师尊你说 前辈的修为得有多高呀 不清楚 但最低也是地仙家 难怪自始至终 我都看不到前辈的真正修为 地仙 地仙 好在当初追那条狗进来的时候 没有得罪前辈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撑好了 多来尝尝吧 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充沛的灵力啊 细滑的口感 牛肉的味道完美融入其中 好像畅营在蜂牛的草原上一样 哈哈哈 感谢前辈生情款待 我们几人就无便叨扰了 有空 常来做客 好好好 过些时日 老朽必定来法 我的修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突破到化神境了 师尊你 你你你你你突破了 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前辈的庄园流转着浓郁的羹筋大道 渐气冲销 而且还有九天神顶烹饪肉汤 诸多因素之下 短时间就能将我的灵力重新淬炼一番 突破化神期也只是顺理成章 好 有了复合肥就可以在庄园种各种水果吃了 有果子在发光 我觉 居然是人神古术 怎么有个人啊 哎呀 马遇到鬼了 那是什么 竟然变成人形了 加了复合肥 吃树 是要成精吗 不对 那不是成精 它是在凝聚仙灵 老书下面有精气凝聚人形才是成精的征兆 但老书下面弥漫的是仙气 绝对不是成精 而是成仙了 这有树木聚灵 化形精怪 才会有这种生命精气贯通天地的意义啊 好层的灵气啊 怎么回事 光华如潮 神秘精气冲销 用树木成精在化形 可这如此惊人的动静 那得是什么等级的精怪啊 黄极天 那里生命精元 如海洋浩荡无边 恐怕 这次化形不简单呢 没错 神树化仙灵 也不知道是何方高人 竟有点化神树化灵之能 此人绝非凡人 那里生命精元 如海洋浩荡无边 恐怕 这次化形不简单呢 没错 神树化仙灵 也不知道是何方高人 竟有点化神树化灵之能 此人绝非凡人 我们也跟着过去瞧瞧 若真的有逆天机缘 搞不好我们这把老骨头 也不堪寂寞了 陈蒙仙尊典化 凝聚灵身 从此踏入仙徒 从今往后 小仙自当以镇守庄园为己任 小仙尚未有名字 还请主人赐名 赐名嘛 你既是人参古树重生 化为仙灵 算是受大道眷骨 也是你的机缘 而后甘愿镇守庄园 那就赐名镇元吧 镇元 镇元子谢过主人赐名 今后自当竭力守护庄园 喜欢就好 咋就变成镇元子了呢 既然如此 镇守庄园的重任 今后就交给你了 尽遵主人法制 连仙灵都能凝聚出来 看来这复合肥的效果 相当不错呀 仙人就是仙人 居然能让神术成仙 自动手段 匪夷所思呀 战老 妖王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片庄园 这附近有点不对劲啊 之前那冲天而起的仙灵之气 有点瘆人啊 十万荒山是妖罪地盘 由我出手 没有人敢动我们 那也对 妖王阁下栖息滔天 神通广大 岂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庄园 啊 没想到这么快来了 不枉我演那出戏 嗯 这妖犬看上去倒是有几分实力 这功法好生霸道 居然不修炼就吸收周边灵气 待会儿一定要把这修炼法门搞到熟 没想到 南荒谷域当中 居然还能遇上资质如此惊人的图稿 如此一想 绝对是妖怪当中的天宗奇才啊 若是能修炼此狗当灵宠 将来必能成为一大助力 哈哈 喂 那边那头小狗 你可愿意做我宗门护宗神兽 这好歹也是我妖族 怎可趋于人类之下 小狗 你可愿尊我为主 当本牛魔王的左膀右臂 啊 你 要收我为左膀右臂 有你愿意 本王定保你将来裂土封疆 成皇成圣 就凭你 也配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敢来这儿撒野 都改不了吃食 在这也不过给人类参加护院 我吃上喝了 难道不够好吗 你这个妖族同为妖族 来给你个选择 让我爬过来向我捕手称臣 妖族 像你这种妖族耻辱 却没必要活着了 我去 这头搞什么情况 你这蠢狗 你想要还有几分实力 有几分实力 要不是我先前受伤还没恢复 轮得到你这小牛妖朝往大爷我 有吗 有吗 真兮兮 这狗居然也是妖王 这怎么可能 哇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居然有一头妖王 那家伙上次明明就是只见兮兮的杀狗啊 我不知道啊 等等 那妖王看家护院 那 那家伙 哟 你们终于来了 啊 光明仙门的长老和那牛魔妖王 居然全都来了 死人就是与其子说的那个人 明明看上去毫无所谓 却可以驱使一头妖王 这里必定有灰 就是阁下残害了我们派弟子 哼 一群部长也的人渣和废物 废了又如何 你说什么 且慢 他居然在故意激怒我们 如此又是无口 此人实力恐怕远超我的想象 可今日 我广陵仙门 同法已到了存亡之急 没想到 这稻子的鸭子 还能找到一群靠山 给我广陵仙门 带来如此灾祸 真是可恨至极 造之如此 阁下愿意替那孙玉莲出头 想必也看出了 他有不俗的资质 想收入人中 修仙界实力为尊 我广陵仙门愿意退让 阁下愿意高抬贵手 我等来日 定会上门赔罪 我去 这 这不对吧 他居然不让让者冲上来 要灭了我 这家伙怎么不按透露出牌啊 多谢阁下 手下留情 我们这就走 慢着 想走 那我监狱值怎么办 孙玉莲如今是我徒弟 你们广陵仙门 勾结妖魔灭他们 满门 对我爱徒犯下 如此恶行 你却和我说 居然想这么一走了之 你觉得 可能吗 我徒弟 你们广陵仙门 勾结妖魔灭他满门 对我爱徒犯下 如此恶行 你却和我说 居然想这么一走了之 你觉得 可能吗 五长老 大大老 我早说了 咱们直接灭了他 我看 这家伙说不定 就是在虚张 我去 什么情况 阁下 我广陵仙门 的确承诺 将孙玉莲送给的妖王 但 灭他满门 并不是我下的命令 这都是五长老 自作主张 希望他的命 能让阁下满意 这家伙 好狠的手段 连我的实力都还没真正摸清 就把自己的一个长老 找出来顶罪 哼 这家伙真是心狠手拿到了 非人的地里 可这样的广陵仙门 竟然还被人们认为是名门正门 修仙剑真是残酷无情 还好如今我为刀族 他为鱼肉 这种修仙剑的重置 绝不能报告 老东西 空口无凭 你以为一条人命 就能抵消你对我爱徒 犯下的罪孽吗 阁下 还请适可而止 一位长老以命谢罪 还不够吗 若你还不肯善罢甘休 广陵仙门也只能在这里 和你同归于尽 只是为了一个徒弟 何必呢 嗯 你说的也对 玉莲毕竟才败我为师 那么 原不原谅你 还是削他自己断绝吧 啊 不二 如今你的仇人就在面前 你来把他们都灭了 啊 可师傅 他们的行为都比我高呀 而我才 你已经领悟了我几分建议 我说你呢你就呢 去吧 有些仇 确实还是自己亲手抱的好 今日 只要有人 能在接下来决斗里 正是我徒弟 我保证 不会对他出手 如何 虽然手上的剑是把绝世宝剑 但此女连金丹都不是 前辈此话当真 自然当真 去吧 玉莲 尊密 世尊 广迷先门 我孙家的血仇 你们休想一笔带过 今日 就由我亲自来报 区区区小卫 大言不惭 若不是你攀上了靠山 老夫早就 玉玲子 在 去 捅个决斗 尊密 孙玉玲 别以为你拿着一把神剑 有人给你撑腰 就能 好快 废话真多 简直到徒弟孙玉玲 击溃助击秀士 获得四百点剑一职 玉玲拿着人头也算分 不错不错 剑技确实了得 但修为连金丹都不是 三长老 请吩咐 击败此女 但切记 给他留一条命 虽说此人 信誓旦旦绝不插手决斗 但 就怕他之后 以我们灭他弟子为由来报复 刻骨的家伙 我广陵仙门 何时受过此等屈辱 等这次想办法脱身 日后找到机会 定有此人好看 先费你双手 到时候看你这个师父 还会不会为你这个残废和我们决斗 还算有几下 可惜到此 等他了 这陶梯的剑影 真的怎么可能 不 不 不好 剑影都会要 身体 都会 怎么可能 什么 这 我居然真的战胜了一个圆英棋 可是 为什么 他刚才看上去像是下傻了一样 莫非 是师父在暗中入我 简直到土地随一连 月集击溃 原因修饰 获得三千点进一值 师父他真的 好感动 那么下一个 是谁 大大佬 刚才到底是 不知道 那一剑 虽漂亮 但三大佬的实力 明明足以轻松躲过 会不会是那家伙暗中 不清楚 但我刚才 没有看见那人有任何动作 老四 你去试试 记住 这次 金雪莉灭了他 不要留手 我 我吗 可是我的实力 连三张老刀 三张老说不定只是大意了 还不快去 你不去 难道要我去吗 你这蜂狗 你后代也是唐宋妖王 哪有一个人类和我拼命 你懂个屁 我正想使食物者为好狗 那我急着就替妖狐 灭了你这白类 太小看我了 暗夜灵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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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可能 你在看哪里 交平你 你也想要灭我 你难道是 暗夜妖王 现在才认出吗 好啊 暗老牛真是没想到 灯灯暗夜妖王 居然 给人当狗使唤 修炼了不过区区百余年的小辈 修炼了不过区区百余年的小辈 你又知道什么 本王没负伤钱 灭你轻而易举 可那能轻而易举 你又知道什么 可那能轻而易举 灭了我的天蓬妖王 却 天好 你和广灵仙门的人勾结在一起干什么 本王根本没兴趣 可孙玉莲如今成了他的徒弟 你还找上门来 就是自取灭王 这就是你给那人当狗的理由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等于背叛妖族 现在你还有机会 和我 还有广灵仙门一起干掉那个人类 夺回那个有绝佳鲁顶滋质的小妞 否则 整个南皇的妖族都会知道你背叛的事情 你将自决于妖族来 本来想饶你一命 但看来 乘磕不值得活下去 终于轮到你们了 谁先来 不要怕 我已经弄清楚她的情况了 这个女人 一定是误出了极为可怕的借意 所以哪怕羞为敌 却能让人的意识和身体 被她的一朝一世 所蕴含的剑意所震慑 但她的剑意还不经济 一会儿你燃烧神魂 直接拼尽全力 那家伙肯定会出手救自己徒弟 而我会拦住她 我们俩化神器的拼命攻击 她应该拦不下 可是 隋磊都喊她师父 她岂不是还要更强 我们真的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必须有人 活着回去 我明白了 隋磊 隋磊 逃救了 这就是化神迹吗 比元英也强得太多 大大佬 快 我 走 不 不 你这个 这是 我有理面 连灰尖都不剩下 震元 已经解决了 主人 哦 辛苦了 另外 叫我先生就好 一个大男人喊我主人 感觉会怪的 这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一个化神迹的自保 居然 就这样被解决了 不对 我现在 给逃命才对啊 想跑 我解决了 仅仅是一片树叶 哎呀 真是够狠的啊 连自己门牌的二把手 都用这种手段残害 广陵仙门 居然还被人当作名门正海 你 到底是什么人 这样的实力 修仙界不可能没有你的一点名声 可你这种小人 没什么可说的 雨莲 报仇吧 是名为妖王 太好了 说不定我还有救 妖王殿下 在这里啊 狗子没法攻呢 快 快救我 救 糟了 一不小心被这家伙逃到这 那家伙一会不会又以为我没办好事折腾我吧 抓索玉莲不是我的主意啊 都是那可恶的妖王胁迫我干的 我是为了广陵仙门才不得不起他办事的 你个无耻人类 我可没逼你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我合作的 啊 饶我一命吧 饶我一命吧 我真的当初没有下令灭你全家 不 别听他的 就是他下令灭你全家的 我才是不知情的那个 那时 我的家人 也一定向你们求饶了吧 可你给他们机会了吧 啊 爹娘 还有大家 今日我替你们报仇了 替你们 报仇了 啊 啥了 师父 不不 大头得报 节骨你的路还很长呢 那么接下来 饶我一命 我愿扶手成臣 给你们做牛做马 去 解决了 牛腰王的肉大补 这根腰王牛爪 已经比普通牛腰好吃太多了 不知道牛排什么口感 快准狠 不错 若没有师尊暗中助我 复仇之事 一定没这么容易 大仇得报 今后定当为师尊 马首是瞻 师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哎哎 这就不用了 回师给你们做一锅烤牛肉串 下锅 熄火 开始撸串 哎呀 真香啊 是 师父 人生果好像长大了一些 哦 西游记里面 人生果可是神果 我一下就能活三千六百岁 吃一个就能活四万七千年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但好歹是神果 在这一方世界 怎么着都能增加点修为吧 味道鲜味之多味甜 不过感觉没有增加什么修为啊 果然毕竟不是真的人生果树 壮其量也就是好吃的水果罢了 你们先吃 我去外面看看 这位施主 请问此乃何地呀 老夫在此迷路了 这是什么破眼计 什么人都能迷路到南荒谷域来 各路妖怪 改吃素的了不成 老爷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家住哪里 几口人 老夫名叫宋云 就一普通农民 农民 你们这种实惠高人 就是老不正经 能不能别装成一副普通农民的模样 忽悠人哪 我们高开拜 先来了 那就进来喝杯水 吃点东西吧 不来进去 还是免了吧 别的修签纸了 哪一个不是高高在上的 这老头 怎么横看树看 就是个农民的模样 你住在这里 难道就不怕被妖怪盯上吗 有妖怪盯上我才好呢 来这儿的妖怪不是给烤了就是给断了 也只有我是大铁 活了狗命一条 难道 这大铁 是高人 此人居然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还得试他试他 小伙子既然这么有心 给老头子我一杯水吧 苏老头 不知您想喝点什么 老小走南闯北 什么玉叶穷姜都喝过了 随便就行 这表情真让人不爽 你是来装饰三的吧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天就别喝茶了 喝点有意思的吧 这可是我用各种水果和极品零药 料做出来的零酒 看好了你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就你这小家伙 也好意思在老朽面前炫耀宝物 这 这是什么酒啊 金瓶酒香就已经让人陶醉了 不就装十三吗 谁也不会了 这小子居然有堪比仙娘的美酒 在她面前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 你恰在化身期巅峰多年的瓶颈 居然突破了 鲜酒绝对是堪比四大仙娘的鲜酒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看似普通人 可是拿出来的东西却如此惊人 不行 我不能给她比下去 小兄弟 给你看个宝贝 谁要看你夸赏的宝贝来了 你且看看我这果子如何 果子 干嘛半天不就是一粒芝麻 就这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炫耀 此鲜果可是我闯入成仙地 拼了老命才得到的圣果 这人这么震惊也是情理之中 怎么样 小兄弟 想不想要啊 有这 这东西我想吃 以前可是能吃到痛 什么 这可是玉随神果 你当这是大白菜 以前还吃到痛 吹牛皮不带这样吹的 也对 虽说这是休闲世界 可也毕竟是古代 听说古时杨贵妃想吃颗新鲜荔枝 都得不远万里送去拿 好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 我的玉随仙果 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 比得上我的仙果 你的水果在我看来 实在是太懒大街了 罢了 今天带你见见世面吧 老夫走遍整个休闲界 还有什么世面未见 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 这 这里是 里面居然别有洞天 里面一片灌木都是西式珍品 那不是 传说中的人神仙果 老夫今天竟然有这等奇遇 何人善闯 居然是修成仙林的人神果树林 老夫方才鬼迷心窍 失礼了 还望海量 主人 不 先生 这家伙方才不问你 就想偷摘果子 要怎么处理 什么 实力至少杜杰奇的仙灵 居然向这小子行礼 还尊称他为主人 随手都能拿出鲜酒 连仙人都要称他为主 难道他是天仙或者是更高的仙主 怎么了 又来一个兔包子 喂 宋老头 你装什么犊子呢 饿了 走不动路了 因为就是修仙高手 却非要捉成奴蜜 行吧 看你这么喜欢水果 给你摘一个吧 有什么犊子呢 饿了 走不动路了 因为就是修仙高手 却非要捉成奴蜜 行吧 看你这么喜欢水果 你摘一个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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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要把神果给我 就一普通果子 看吧 你几个 这 这可是能增加寿员的人生果呀 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有剑狱子 我只真的不缺这些东西 而且我也不能修炼 只能尝尝味道 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是神果 传说中吃一颗 就能增加四万年寿员的 无上神果 你的苗 当神果是大白菜呀 不能走出无敌监狱 孙玉莲实力不足 让狗牛拖去我也不安 眼前这家伙 不就是最好的劳动力 不过 得让这装农民的老家伙 心甘情愿 算了 特别这样子 直接收下也心里不安 那你就帮我跑个腿吧 宫经不如从命 请您开口试下 毕竟是神果呀 这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得到这种机缘 像是这种绝世大佬 说是跑腿 但也绝对不容易做到 不用这么严肃 只是让你帮我弄个两百斤猪肉来 毕竟 你看我养了只狗子也不容易 狗 养了只狗子 这这这这 这居然是一只妖王 他居然把一只堪比奔神境的妖王当狗养 仙人 或许 这又可能是游玩凡尘的仙人 若真是仙人 那刚才说的跑腿 或许不是简单的买两百斤猪肉 毕竟这可是换取人生果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或许这是上仙对我的考验 若能通过考验 上仙或许就能赐予我天大的机缘 未未 宋老头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还嫌贵吗 不好 上仙对我犹豫不满 再犹豫下去 就要错过这桩绝食机缘 我得站好队小忠上仙 先生大恩 老朽莫尺难忘 我宋云再次立誓 若先生有任何差遣 老朽甘愿小圈马之劳 万死不辞 这家伙是脑补了什么吧 那你去吧 是 没问题吧 既然这是对我的考验 那我必须给上仙 板得漂漂亮亮 上仙要的猪肉 又岂能是普通的猪肉 这要下去不行 从宋老头离开开始算 都三天了 都没人自己上门 给我加剑狱池啊 如果没有剑狱池 我自己不能修炼 就只能在这 不过半径五百五十米的 范围内活动啊 而且获取物资也不方便啊 别人帮我当饮食大佬 但我实际上 只是一个还需要三餐饮食的 烦人呀 这让我去哪儿搞物资啊 狗子实力倒是不错 实际表现得也蛮忠心的 不过这家伙毕竟是妖王 我有些不太放心 让他去人类城市 这妮子虽然在大仇得爆后 就一直修炼动力十足 修炼进展也很快 但还是实力太低了呀 所以就不能有啥办法 吸引人来找打吗 什么妖王妖神都我不挑 云音化神也行啊 我希望 我会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吧 啊 有人 这是 这个灵气居然如此充沛 这是什么地方啊 文艺 不单单是充沛而来 没想到来这南荒 还能遇上如此的物色 灵气的浓度 已经高到化业了 有意思 走 下去吧 等等 那不是张凡吗 张凡 没想到你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 变成一个凡人了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 居然敢对我师父如此无力 师父 小妞长得不错 玩得挺化张凡 不如你喊我师父吧 我可以教你的更多 这家伙 给我上 师父 我自己来处理 我和他们正好有点渊源 真让我没想到啊 张凡啊 我还以为你从宗门狼狈逃离后 已经葬身这南荒之中呢 还能在南荒这种环境下 替我攒下这么多灵草仙药 还找到这么一个娇美的女孩子 我得好好感谢你啊 我的张凡师弟 汉离宗门前给我留下机缘 来到南荒也想着我 给我准备好这么多好东西 来人 我说 也一件宗有名的废物公子 和你爷爷大长老 同为宗门支持的文艺当公子 你是不是忘了 以前的你是怎么被我扔军的 我的手啊 所有人给我上 我得上寿意 给我干掉他 以前的你是怎么被我扔军的 我的手啊 所有人给我上 我得上寿意 给我干掉他 给我抓活的 我要千刀万刮了他 去 击击一个 住击行事 为你指甲 骨骑典 击击一个住击 那是 顶级的神剑 等等 此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此时是我们演义建构的内部事情 与你有什么 敢侮辱我师父 还想伤人 你和我说这是误会 不出难下吧 人太阵 别以为照着一柄神剑 就能打败我 坚持一下 我苦生了五十年的青年剑 怎么 怎么 怎么可能 什么 我的文大少爷 现在很嚣张吗 我错了 我错了 算了 我大人有大量 你给我磕一百个头 我就让玉莲饶你命 一百个 对不起 让我一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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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的表情 他不会又要 对不起 让我一命 算了 你滚吧 先放我一马 没长耳朵吗 我师父说让你滚 没让你走 张凡 还有那个可恶的女人 你给我等着 等我爷爷来 你们就是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也不会饶过你们 可妙的 我一条狗 都能猜到这小子想干什么了 人类是不是大多数脑子都有坑啊 就看不出来这家伙 拔不得你带人来吗 人类修仙的 果然一个个都是内心浪脏的家伙 招于现在还是缺乏人手啊 嗯 我不能出剑狱范围 不然就是一个凡人 而月莲就算修炼体质不凡 但毕竟修炼时间过短 狗子要看家赴月 不过虽然我不能出剑狱范围 但我可以考虑招人 替我出去办事 对于这个世界的修炼中的来讲 我这里就是一片仙 所谓动天福地 都别得上我这 之前给我从来复合肥的圣剑门 还不错 眼一见踪力 师父他们那一脉也还行吧 其他还有谁呢 唉 错误穿越到这个世界 也不过几年 接触的人脉还不够多呀 院外有动静 师父我去看看 这也不够是吧 你也跟上去看看呀 这回事还我 宋云你个贼老令 我这是性命你这老东西的邪 全美你口中所谓的小小猪幽 你要是不谈我口中的仙人机缘 我怎么说得动你 我分享你机缘 你还怪我 宋爷爷 这 这箭道体 箭道是传门中的箭道体 这已经被击发 而不是隐秘不见 小姑娘 你愿意跟着我修炼 做我的弟子吗 看得出来 是位爵士强者 不过 这位前辈 还是先管管你身上的伤势吧 保护伤势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这万年难振的天赋 抢土地了还 去哪儿 四老头 你找我打呀 你怎么出事 孙小姐 我这朋友就已想下小地图 没见过世面 你不要生气啊 你才找他 这位小姑娘的师父 就是我口中的那位仙人 你和仙人抢弟子 是嫌自己的天洁来得太晚吗 他是仙人的弟子 也难怪小方年间 就这修为了 不愧是仙人的高徒 那个 两位前辈 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 先处理自己身上的伤势吗 对对 先生在里面吧 实不相瞒 老头我此行时来请罪的 请罪 什么轻盒这是 一副狼狈样 还带了个高手 我去 我只是让他帮我买点猪肉 结果怎么变成了这样 创进猪腰窝也没这么惨吧 老爷子 您这是咋了 先生给了我神果 我本想帮先生您弄点猪腰肉回来 本以为和我这老朋友一同出手 便可手到擒来 没想到居然失了手 腰肉 看来伤心是没有生气啊 这样就好 要好上我就和老黄再去一次 老爷子 你这一把年纪就别折腾了 我说怎么这位老爷子 帮我买个猪肉 这么多天都没回来 担心他这是想太多 搞事情去了呀 让先生你失望了 不过先生放心 我和这个老不休 之后会再去找猪腰 一定帮先生您弄回好吃的猪 不小心太重了 帮您弄走 猪肉 算了 你们这样子 还是先帮你们治伤吧 这是之前广陵仙门那群修士身上 弄来的战利品 不过是普通的疗伤丹药 如果用无敌剑狱的力量的话 群修士身上弄来的战利品 不过是普通的疗伤丹药 如果用无敌剑狱的力量的话 你们俩也不要疗伤吧 谢谢人 这果然是仙丹啊 这单单是恢复了伤势 我以前的陈年暗伤也都好了 我觉得也排除了身体的部分杂质 此之后却也提升了不少 多谢先生 多亏先生的仙丹 我俩伤势还能转眼就恢复 仙丹 这只是 算了 恢复就好 今天这是怎么了 外面总是传来这种巨像声 不是那只猪妖 一路跟着我俩到上仙这边来了吧 好强大的妖蝎 真是人是妖黄了 可这陌生的气息 来得是哪位 拿去给我滚出来 让个老色魔 哦 色魔 他们 我听闻西域修仙者有一种邪术 可以利用妖怪菜鹰布扬 挺身修为 这两个老头 莫不是 那个 两位老爷子 你们是不是对着猪妖 做了什么 先生你把我们当什么人 我两次的说 都是个化神大出事 再怎么着也不至于 对一个猪妖做什么呀 哦 这倒也是 说你这两号这孔啊 马三系已经双修了解一下 不过 老爷子 你之前说的猪妖 该不会 就是外面那只吧 就是它 本来只是一只普通的猪妖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却觉醒天赋神通 而且颇为厉害 也许和前不久的破天世界有关 自如天空被打破后 近段时间天地灵气 似乎增加了不少 不少地方都发生了一些怪物的事情 我不说 就谁都不知道那个顶 是我打下来的 那是一只山康 虽然有传闻说 山康一族是神界一个神灵的后裔 不过我记得 山康一族其实就和普通猪妖差不多 没啥特意 就是吃起来 味道比普通猪妖好吃 吃吃吃 你们就知道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你们怎么不做个饭桶啊 我们刚刚是被猪妖骂饭桶 先生 这头猪妖有那么点与众不同 它比较会骂人 比较会骂人 我说俩老头好歹也是 化神修饰 怎么会躲到凡人庄园里 还是个小年轻 你们还要脸不 我也的确不要脸 你姐闯进我家 打扰我和我老婆们反掩护战 你们要不叫我怎么修炼的 能脸皮给我注意后 你这顾上 我要修炼 两个老虎秀 上次你们偷看我和我老婆们生小猪仔 现在又搞偷袭 你们是不是没吃饱饭 我忘了 就你们这教养 肯定从小一个人生活吧 混账啊 来 来吧 主人 这只山康恐怕觉醒了某种天赋神通 我有点好奇他的天赋神通 到底是那一身刀枪不入的猪皮 还是他那张嘴啊 让这副文枪数时间太长了 谁这么勇气无力 混账 我听别的妖说起过 山康一族相比别的妖怪 比起大家更擅长吵架 但我没想到 居然这么擅长 但是山康的防御 也太夸张了吧 两个化神大修士 居然破不了他的防 哪怕是天赋神通 这周期也破得离谱了 大概是之前那个老头 受的觉醒血脉吧 我记得以前听别的妖说过 山康的体内有妖神的绝脉 就像我的暗月体移啊 感觉这俩撑不了多久 不然也不会一开始就被撵回来了 不行 看来还得我出嘛 在剑狱 目前只笼罩庄园和小半个山头 拖腰的位置很尴尬呀 正好在边缘外 师父 让我去帮两个老前辈吧 不急 和他耍耍 狗子 去 给那山康留耳光 把他勾引过来 就会使坏人 不对 使坏狗 混账主要 仙人现在一定在比赢咱们俩 咱们不能再这么丢人现眼下去了 不能留守了 挖出去 大人都没力气 还敢说自己是凶事 不急 给我们这招看看 这是 八重龙脉 是吗 还玩笑的 这 不可能 不痛不痒 八重龙脉 是吗 还给你们 开玩笑的 不痛不痒 八重龙脉 是吗 还给你们 不可能 就这 行不行啊 我看你俩老头 就是来碰瓶的 这皮也太厚了吧 哪个不要脸的偷袭我 还咬我屁股 嘿嘿嘿 你这猪腰几天没洗澡了 真的臭 害我满口的猪骚味 一个妖王 居然搞背后偷袭 还给人做狗 你还要脸吗 终于上钩了 怎么回事 这狗就找了一个 普通凡人 莫非有嘴 这家子 莫非就是你俩 老流氓找的靠山 也许我该稍微谨慎些 来呀 嘿嘿 困张东西 我今天被炖了 你吃狗肉不可 就是现在 这是我祖传的最强防御天后 化身都摸不了 什么 这 什么可能 这可是我在无尽南黄大山中 一路横行霸道的防御天赋 啊 寻常这欧皇头 哪一匹敌 你居然遗迹着 太棒了 对不起我错了 我的主人 我伟大的主人 就饶过你可怜的宠物吧 还好我能伸能屈 不然我今天就变成烤猪了 不愧是上仙 对于我们来说 无法击破的防御 上仙居然随手就能击破 这条大腿 咱们真是报对了 刚刚说我给人做狗 那你这甚至还觉醒了血脉神通的妖王呢 怎么也不要脸了 我倒是之前没有认出我的主人在这里啊 是我离开主人宁的时间太久了 主人 俺老住想死你了 咱俩大腿还没包上 这猪妖先包上了 臭妖妖 岂有此理 恶心死够了 这猪妖 脸皮真厚 哎呀 这世道真是变了 连猪都比有的人更有眼力见 不过 你得给我个布宰了你吃肉的理由 就是 我能给主人看家护院 你这猪留下 除了能造饭还能干什么 要我说 不如还是宰了座烤肉吧 俺啥都能干 俺老猪 当年也是十里八乡 有名的俊小猪 换地 打洞 松土 搬货 俺啥都能干 而且 保证干得又快又好 多个苦力倒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 这家伙嘴破毒蛇能力一流 又不容易被打死 说不定 正好跳去监狱外 信仇恨 行 那你就留下来吧 我给你找个地方打窝 谢主人 这 这庄园简直就和仙境一样 到处都是灵草仙药 甚至还有神谷 大惊小怪 我说这狗妖王怎么会甘心给人当狗了 这要是能天天吃灵草仙药 换我也愿意做狗 猪人 俺老猪终于粗人 哦不对 粗妖 猪这儿 岂不是玷污了这片洞天福地 更何况 您早上起来巡视花园 要是看见我一头猪 站着乱拱 那多啥风景啊 您卑微的仆人 只求在庄园外挖个坑洞就可以了 这猪爷太不要脸了 不管怎么看 还是忍不住想说 这只猪要是真的不要脸呢 确实不要脸 不然咱们现在已经开始吃红烧肉了 抱歉先生 是我俩办事不力 耽搁先生想口服了 没事没事 我本身就是嘴馋了 让你们搞点普通猪肉 能想到你们俩老爷子 不许来帮大身伸醋 惹了这猪腰出来 先生放心 我们这次一定会办好 你们这次别再曲解我的意 能再让先生失望了 我们的成仙机缘就没有了 这两位老爷子 真的是急性子 算了 玉莲你继续修炼 狗子 你盯着山坑盖活 我先睡个午觉 老虎 你回去就把你的那些孙子孙女带上 也好在上仙面前讨个面熟 懒衣 对吧 你也带上你的徒子徒孙了 你一个像孙小姐那样就好了 我们这次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的 那似乎是演一剑宗的人 这次是演一剑宗的人 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出山门 看他们去的方向 好像是上仙庄园所在的方向 有上仙在谁敢闹事 演一剑宗的人 演一剑宗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出山门 看他们去的方向 好像是上仙庄园所在的方向 有上仙在谁敢闹事 可能只是同方向而已 也是 不过要是演一剑宗惹了上仙 倒也是我的一个机会 在上仙面前表现表现 爷爷 那小子就在这里 张凡那小子 不知道怎么哄骗了一个实力强大的 李天兄 在庄园里保护他 你放心 爷爷一定给你报仇 所有人 我围住这个庄园 人鸟 都不能给我飞出去 不算命 大长老 到时候 一定要让张凡那小子 跪在我面前 那一定 我还会 让那个伤你的女娃子 给你暖床 搜花庄园里所有的灵药 看能不能 让你的断术重生 又是你们 演一剑宗的败类 上次饶过你们 这次还敢来 就是你这小姑娘 打伤了我孙儿 面积轻轻 下手居然如此耐住 我师父留你那狗孙子一条狗命 没想到你这狗爷爷 居然又送上门来 真是自取灭亡 放肆 小心 我说 老家伙 大人我刚来了一条大便 简直就是照镜子 这大便可真像你呀 你这无耻的妖泪 是是是是 你这人狗大修士 不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记性不好 怎么又把你疼人看了 你 都给我动手 让这招打的猪妖 见识一下得罪我们演一剑宗的下场 本事不大 头肌挺大 你这是刚从厕所出来 没擦嘴吧 来吧 一群不像我从小有妈妈叫人的崽子们 看个玉莲小姐出手 你们真是胆大 小气 焦虫小气 这两只是妖王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张凡那些子身边 居然还有妖王 我也不知道 我上次来不知道有妖王 这个小子 怎么可能能指挥得到妖王啊 回去 等我好好收拾你 屁大镇 就算你是妖王 我也不信你能挡下 我演一剑宗 你们这南方靠的就是剑阵 来吧 你们演一按摩宗这剑阵 按摩的的确是无处 我也不能落后于这只猪腰 不然等会主人要说了 怎么可能会连这只猪腰的皮都破不了 我忘了 所有弟子运转攻阀 有老夫只会 领利败入战阵 师父 这群演义剑宗的人又来了 无妨 我等的就是他来 你当妖王 演阵 这步好生玩大了 要给我跑路 什么时候 我这刚认的主人也太阴了 一声不吭的 狗尘 老猪我先上了 我随后跟上 你出 守住吧 老子是山城 狗尘可是人 好机会 你们觉得老夫 会这么没见吗 既然如此 老汤 看来你的确不怎么出面 是不是把我忘了 给我 不 不然 我这次可亏大了 你好好捕一下身体了 不错不错 我会好好赏赐你的 还有狗子 你也干得漂亮 哟 大长老 好久不见呀 要我请你下来坐坐吗 哼 小子 你和妖怪勾结 残害同门 我会回去禀报宗主 让你割出宗门 救灭你 那你也得回得去才行啊 目标进入 无敌监狱范围 可就地处决 诶 等一下 要不要放他们回去 再带来些经验 算了 宗主和其他长老 人还是不错的 在叶仪建宗 做弟子的那段时间 也算不错 嗯 你们 还是留下吧 哎呀 又是一波大丰收啊 消灭一个出窍境界的敌人 获得剑狱值 你们这段时间表现不错 既然你们都说 不错 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多谢主人 然后 正是你们这次帮我教训演艺建宗的奖励 我 我的血脉再被存活 我都也是 主人 我的天赋神通好像变得更强了 啊 主人 我也崛起了一个天赋神通 一直羡慕着猪妖的血脉天赋神通 虽然这次他的天赋神通加强了 但现在我也有了 哎 你们 多转视一下 血脉天赋神通 虽然这次他的天赋神通加强了 但现在我也有了 哎 你们 多转视一下 我新的天赋神通 可以操控土了 怎么让主人 到时候再和别人打架 老是我一招手 就是正义的围殴 好强 真好 这么强大的实力 肯定能帮上师父很多忙 看来有这头猪仔 再也不用担心苦力的问题了 不压着你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看我的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下子没光了 被玉莲小姐别怕 是我的天赋神通 以前吸收光源 只是单体释放的幻觉 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吞噬周边光芒 可以限制群体视野 好棒 我的天赋神通 还有另一个效果 嘿嘿 就是像这样 潜入到影子里 无法看到我 嘿嘿 这就是在妖族中独霸一方的妖王吗 狗 主人 我能求你一件事情吗 有话快说 别在我面前做出这副姿态 狗 我想回去一趟 把我老婆们和孩子们都接到主人宁这边来 我自己不能出去 本来就想着找一群人来替我跑腿 可以啊 狗子 你也可以去把你的族人带来 诶 都是谁 家人 诶 你师父我 就是你的家人 嗯 还有我们 也是你的家人 嗯 啊 就这样吧 你们去 把你们族人带来吧 好嘞 好嘞 等一下 前面有动静 怎么着南方大山越来越乱 不好 是妖族 是猪妖 师妹们小心 师父 看来我要让你失望了 你们继续跑呀 好像有人要追上来了 嗯 妖族和我们人族一直有血潮 为什么这群猪妖不出手 不对 现在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师妹们快走 你们跑不了的 万花谷的小妹妹们 嗯 对不起 怎么还有一群猪妖 别 你们当我们不存在就好 你们打你们的 我们还有事情 老婆还有崽子们 咱们继续赶路 想走 嗯 读儿们 既然遇到这群猪妖 今晚我们就享福了 嗯 这几十只只小猪妖 那这做烤乳猪肯定很嫩 嘿嘿嘿嘿 多谢长老了 嘿嘿嘿 你们真的是年纪不大 却急着吃皮霜 去和你们父母团聚啊 我可担心你们下去之后 你们父母会后悔 那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生出你们这些玩意儿了 嗯 你这猪妖是不想活啊 你给我愣着干嘛 赶紧给我把这群猪妖 给我灭啦 这是去芝麻地里散黄豆的杂交种 是 你这些人不能拿去 张嘴就是臭气 我得吃走你们的家人 一起开席去吧 嗯 啊 啊 啊 等等 别放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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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啊 敢得住和你福度 我要把你薄皮臭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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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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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高地高 啊 你刚刚说什么 谁要月亮 月亮不要亡 快跑 我啥都没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没注意 你就和人族凶事打起来了 是这群小姑娘被围剿 正好被我撞上 本来不想出手 结果那群宰主非要惹我 我本想跟着主人修身养性的 可怜 不单单是修身戒乱了 这大山里的妖族都乱了 能被两个妖王喊主人的存在 得多恐怖 那这群人怎么说 把他们放在这囊框里 估计也会没命 要不带回去问问主人 毕竟主人也是人族 也行 他们的主人是人族修士 或许我可以利用这点 先寻找庇护 再趁机将消息告知宗门 多谢两位妖王伸手援助 我是万花骨针船弟子 我们愿意跟随妖王 你们一起走 那就跟我来 什么情况 这这这这 诸文 这些女孩 是你老婆孩子 这 你是看不起我老猪吗 啊 我怎么看不起你了 就他们这种马感身材 丑八怪样的外貌 我老猪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们 那你喜欢啥样的 我有些好奇啊 这你都看不上 那你的老婆们是啥样的 那边才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 老姑 你倒是等等我们 走 跟我进屋 那边才是我的老婆和孩子们 老姑 你倒是等等我们 走 跟我进屋 丰满的身材 天线一般的如貌 才能是我老出眼 算了 算了 所以 这群女修士 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了 看来大山外面的修真戒 已经非常乱了呀 争斗都波及到南荒中了 所以 你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是 我和狗子商量了一下 我觉得这群女人 虽然走了点 但是伺候主人你 还是可以的 还能给你跳个舞 吹个曲儿 师父才不要他们伺候 师父有我服饰就够了 跳舞 跳舞我也可以学 不 玉莲小姐 老猪 我不是想让他们来和你抢主人 完了 我等死小姐了 玉莲小姐 会给主人打小报告 给我穿小鞋吗 那个小姐 我们只是想暂时寻求一段时间的庇护 我们已经通告走门 到时必有后报 不过 大概 这位能被两个妖王师父的影视强者 也看不上我们万花谷的报酬吧 报酬就算了吧 反正庄园够大 南荒也不安全 你们留着吧 不 不得不说 这群万花谷弟子真的好看 一个个气质还都那么好 有点心动 他们会笑起舞的样子 那 我们好像报答救命之恩的办法 还真只能坐月起舞了 姐妹们 谨遵事皆指示 师父 我也会学怎么跳舞的 我真的不是想看 但话说回来 我手下救了他们 想看点好看的怎么了吗 接着动月 接着舞 不愧是以琴棋书画 和艺术丹业文明修正界的万花谷 哎呀 山坑们把院子整了也可以啊 这里的灵场好丰富 真的就像桃源仙境一样 真好听 真好看 我明白公兰听曲儿的爽了 放出什么时候 这是有两拨修士在打斗 这群人真烦 就不能让老猪我老婆热扛头 好好过完这辈子吗 那臭肥猪脱家带狗之后 就胸无大致懒懒散散 我可得跟着主人好好表现 到时候成为妖神妖仙 指日可待 那个 那阴云好像在我这边来 好像真的在往这边来 哦 有人掉下来了 有皮子 我师兄弟们来了 就把你骨灰弄扬了 看我竟然发现了一块 充满灵气的仙徒 这么多灵药 居然还有神果 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娘子 一五脑子可以好好的爽一下了 师兄 你没事吧 三大郎 你没事就好 大爷我非但没事 还找到一块宝地 小的们 骗我都抢回去 一块住手里给我留下 大胆 儿童蛮族 是当我玄清法宗无人风 光天化日 哪来的光天化日 你们这些玄清法宗的牛鼻子 抬头看看 满天都是你们这群牛鼻子 施展法术招来的雷云 你们蛮族修士不懂天道 神秘修士只能抢起烦人的东西 你又 是因为我们先抢 大师兄慎眼 我等正道修士以保护六道众生为几人 岂能容你们在我们眼前犯下罪恶 你看看都保护了什么 你们打雷的瞄准点吗 不客气的墙啊 还有这宗佩克的牛鼻 叔叔 看来这宝地名花有种了 好可惜啊 那个 我们也无法完全控制雷法的落点 毕竟我们多靠法阵和法器 来放大雷法的攻击 小兄弟 你放心 你的损失 我们玄清法宗会赔 赔偿 你们好像把宗们卖的也赔不起啊 算了 这种憨户 还是不跟他计较了 不过这些蛮族修士 你们准备怎么赔偿 赔偿 我都满身即将醒来 你们不乖乖献上祭礼 还想要赔偿 破坏了我的屋子 坏了我的灵药 还想抢我东西 不把你们变成我的剑狱职 我就不用活了 师傅 这些狂妄之辈让我来动手 玉莲小姐 还是让我们来吧 比如我和这肥猪 才是看家护院的 今天有些失职了 又开工了 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 总得好好表现表现 玉莲小姐 还是让我们来吧 毕竟我和这肥猪 才是看家护院的 今天有些失职了 又开工了 老婆孩子都带过来了 总得好好表现表现 这是 漂亮 这小庄园 全有两位妖王 这两位竟然 还是这年轻人的扑从 喂 你们下来 我问你们一点事情 你们玄清法宗 我记得不再难慌 怎么和人打架 打到这么深的地方来 啊 前辈引修大神有所不知 我们今日不小心冒犯前辈 是因为 屏障破碎 界外灵气流入 不少老贤辈 有了突破 都重新出世 还有野心之辈 企图挑起 正魔两道大战 这样整个修真剑 纷乱四起 啊 我当初那一剑 影响这么大的吗 三日前 正道之牛儿者 太上宗 召集我等正道宗门 去三青山 上到寻找 九州顶重启阵法 以及镇压动乱之势 为了这件大事 师门命我等 出山魔力的同时 清理妖魔邪道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们也是为了正义 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走吧 那我们这就离开 去追杀那群 侥幸逃离的蛮族修士 不打扰前辈了 既然是我当初惹出来的麻烦 让这个世界变得动乱 我就应该负责 不过 无法离开 无敌剑狱范围 嗯 别好好想个办法出来 什么 南红大山中出现了仙境 没想到鬼哭宫的废物们 找到的还真是仙境 看来本尊这副国土架子 也该动一动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仙人 我们先邀请对方 来参加大会吧 去通知所有长老和弟子 请出我们镇宗之宝 仙境必定是我们鬼哭动的 随我来 请让他仙境碎片 献给祖神 哎呀 我派的歌舞前辈可满意 哎呀 太满意了 先生 大师不好了 孙老头 怎么了 你俩这么着急 话说后面 那是你们的后辈 老头子我 把两个儿子和孙子孙女 都带过来了 老黄那家伙 只带了孙子孙女 和外孙子外孙女来 先生 您这庄园利用灵草心耀 还有神过树的事情 已经传遍整个天云大陆了 哦 那又怎么样 意味着这里被那些大宗门 和必是修炼的老不死们看上 我和老宋来的路上 就已经听闻 有不少宗门和一些老古董 朝着公子宁这边而来 哦 真有那么多势力过来 我可真的有些等不及了 那个 先生 您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 先生实力强大 自然不怕那些渣子 不过我担心 他们会打扰先生的隐秀 让这里不再安宁 嗯 这倒是一个问题 我早就在苦恼 没有经验扩大监狱范围了 虽然现在 扩大监狱越来越难 不过 调胜于物吧 啊 这个等以后再说吧 圣康 你帮老宋他们安排一下住处 不 不过 一直这么下去吸引金燕宝宝过来 也确实不是个事 要是这剑狱能搬动就好了 蛮族修士和这群魔道修士果然不安稳了 还有鬼哭族 还有鬼哭族 师父 你看 哎呦 这不是蛮族的鸡肉笨蛋吗 你们这群夺洞里的骷髅 出来不怕被太阳晒成灰吗 我只奔着仙境来 不过 多一句蛮族大修士的尸体收藏 我也非常乐意 一群蛮子和魔道 在这说出狂妄之语 宝屋有得者举致 我说你们 当着主人的面 这样开口 真的好吗 当时我的面吹牛 这是一点不把我放眼里 看来不过是仗着有两个妖王庇护的凡人而已 正好拿你这座仙境庄园 给我们鬼哭洞做赔礼 仙境 的确是仙境 这崇佩的灵奇 这闪烁着耀眼曝光的新术神果 马上就要是我蛮族囊中之物了 这等动天伏地 怎能落入你们这些不修正道的人手中 小兄弟你莫慌 我天剑阁在此 就容不得这些人伤害到你 这等动天伏地 怎能落入你们这些不修正道的人手中 小兄弟你莫慌 我天剑阁在此 就容不得这些人伤害到你 道貌安然的老东西 还不是让别人加入你们宗门 以保护的名义霸占别人的东西 小兄弟们 我们鬼哭洞行事无所顾及 与本宗主上 万剑仙门帖子听令 剿灭鬼哭洞这群邪道妖魔 顾天云大陆万众生灵 这群混账窟窿窄 小兄弟们 将面前这些暗示的家伙 都给我干碎了 将仙境回去 祭祀祖神 这算啥 在我家门口打架 犯都不看我这个主人一眼的吗 公子 需要我和老宋 前去日治他们吗 我们在天云大陆 也算有点铭记 在这些宗门前有几分薄灭 完了 让他们先打吧 就是有些可惜了 要是这些人都进了我的监狱 让我来宰了 不知道会给我多少监狱池 天剑阁的老顽固和小崽子们 还有你们这群蛮族 你们看看 我鬼哭洞的正宗之宝 谢魂发 什么事 不好 我快去 哭了真是下血奔满 不过我们蛮族祖神即将苏醒 到时候再打回来就是了 现在不宜伤亡过多 撤 老排骨 这次我蛮族先放你一马 当你给我等着 等我祖祖神复苏 这 看来这片仙境 我万箭门是没法独吞了 下次叫其他正道的盟友来 一起灭了这鬼哭洞 这仙境也还有两个妖王 到时候等鬼哭洞的妖王 两户相动 我就带着弟子来杀个鬼马枪 我镇宗法宝面前 这天云大陆谁能挡 等我把这仙境抢到手 用里面的仙药神果突破境界 加上这镇宗之宝试魂帆 我鬼哭头将称霸整个天云大陆 你们几个 带人下去把那边两帮碍事的家伙 赶圆点 剩下的弟子 跟我去下面的仙境 住人 狼王说我来吧 你操作我这几天 吃了喝了就睡 嘿嘿 正有点神养 这位妖王 加入我鬼哭洞如何 让你做我鬼哭洞的大长老 当年我聚集了你母亲 让你长成了这样 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答应你吗 你说你这么不识好歹 那我今日就灭了你这猪妖 来呀 我还没被人这样打过 今天俺老猪和你没完 狗人救命啊 打猪也要看猪人的 这鬼哭洞这样打老猪我 是看不起猪人你啊 我去 你又来这套 上席 我俩自从加入您麾下 还从未出过力 我们去帮山康妖王吧 一种小小的座原里 出了两个妖王 居然 还有两个化神大修士 你们都别动 就让他过来 现在的我实力还是太弱了 面对这样的大战 还是帮不上师父 这么多高手要怎样 你们照样无法 后方的声音 怎么了 蛮族和天天鹅的又回来了 是灰马车 混账 所有人都不能阻挡我鬼哭洞 雄发天下的道路 千鬼缠身 这老窟窟居然之前 一直隐藏着实力 干死 回来早了 这老骨头真阴险 看来这一次只能平一把 还好有天剑阁的挺着 先进碎片 先要神火 一切都是我的 你们所有人 都得跪幅在我的面前 本来吧 就差一点点距离了 这鬼玩意儿 马上就能化作我的剑阁值了 谁 就是 是哪个混蛋偷袭啊 南荒 赵家清场 不想灰飞烟灭了 就给我滚 赵家也来了 还不快滚 公子 赵家是南荒修仙世家 实力堪比顶尖宗门 这浮空城 可是他们赵家的镇足重器 没想到 居然都开到南荒大山中来了 浮空城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 既然天狱不能动 那我可以 让这座庄园 连在下面的整座小山动起来啊 曾老头 这浮空城 非常珍贵吗 非常珍贵 虽然小型飞行法器上都有浮空阵法 虽然小型飞行法器上都有浮空阵法 虽然最多也就做到像万剑仙门那样的仙舟 或者说 浮空阵法能让一座城池悬浮起来 但无法向这赵家的浮空城 一样移动 非常珍贵 虽然小型飞行法器上都有浮空阵法 但最多也就做到像万剑仙门那样的仙舟 或者说浮空阵法能让一座城池悬浮起来 但无法向这赵家的浮空城一样移动 我听说赵家的浮空城 主要是因为他们城池中心的 一颗巨大的浮空精石 听说是德界独一 那看来 我必须得得到这座浮空城的核心 这仙境碎片 我赵家识在闭歌 再走 别怪我不客气 混账 居然被黄雀在后了 现在赛登场 还真沉得住气 说 你们 现在乖乖交出仙境 我就放你们活着离开 师父 我们该怎么办 这幅空城怕什么会下来 现在的距离也够不着 不过我出不了剑狱 但是我有办法 让剑狱的力量出去 这里还有万花谷的地方 你们识相点 自己献出这个仙境碎片吧 当然 我们赵家不是邪魔妖道 几位可以加入我赵家 做我赵家的供奉 又是一个不知道 我家主人有多强的蠢货 你这是早上没去茅房那坑里 看你的族人 还是忘记照镜子 不知道自己想啥了 一张嘴就一口臭气 你这蠢猪说什么 我本来觉得 你只是向我早上 在茅房拉的大便 现在看来 你脑子里还真的都是 哼 本想饶你们一命 看来 你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转世了 给我准备动手 主人 这群人实在太不尊重你了 这是想打我老猪吗 这是在打主人你的脸啊 哦 我倒没觉得我被打脸 我只是有些好奇 要是我不出手 老猪 你准备怎么办 主人 你这是在怀疑我老猪 会带着孩子老婆跑路吗 我山坑一族 愿为主人您世代 赴汤导火 赴汤导火 别喝酒烫头就好了 欢懒得对付这种 被贪欲迷了眼的人 苍老头 你去帮我教训他们吧 这座浮工程 让他们给我留下 做赔礼 好精准的剑气 这小小的木剑中 竟然蕴含着剑道极致剑意 多谢上仙刺宝 老夫这就去会会他们 来 你们也一人一枚木剑吧 遇到紧急事情 自激发里面剑意好了 现在天鹰大力动了 连我们温花骨弟子都会遭遇袭击 或许我可以让师父 向作用提借你 赶紧来这里抱起国子大人 我的亲剑 众人赐予我们木剑 才有让我们提升修为的意思啊 上仙说了 让你们留下浮工程陪礼道歉 自己离开吧 不过是侥幸得到心境碎片 靠了几个妖王庇护而已 宋老前辈 你好歹也是化神大修士 就这样任一个小子做上仙 宋前辈 靠你是前辈 还请让开 还没有人能挡住我赵家 孤空承 而且 那只猪妖 用粗语言语侮辱我赵家 此事必须得解决 行吧 既然如此 供尚先令 赐予你们赵家一个教训 拿着一个小孩玩的木剑当令台 这宋老前辈 不会疯了吧 一柄木剑 笑死我了 这旁边的剑气 双蕾 要使出自己全力阻挡 完了 浮空城要掉落了 上仙星善 让你们留下浮空城 可以走了 小爷终于有办法 离开这偏僻的南光大山了 师父 我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呀 师父 我准备把这座庄园和附近的土地 做成浮空岛 上仙 你是准备把这座让赵家 屹立天云大陆 南荒地区万年的浮空城 拆了吗 当然拆了 那是赵家的浮空城 又不是我的 这可是堪比仙气的浮空城 这浮空城再好 我又不能把我的剑狱搬上去 无所谓了 等我以后 无敌剑狱的范围更大 比什么浮空城都好 不愧是上仙 对于这堪比仙气 整个天云大陆都没有几座的浮空城 射入尘土 无愧是修真界顶级世家 这从浮空城搬出来的丹药宝物 完全可以撑起一个普通门派了 上仙 这就是我们从赵家宝库那搜集到的东西了 让人把这些东西放进山康挖的宝库吧 然后帮我把浮空城拆了 上仙 这浮空城不说上面的阵纹和各种静置 就说上面的灵气权也非常珍贵呀 你觉得我缺这点灵气吗 啊 这 既然你俩说浮空城阵纹和静置都很珍贵 那你们研究一下 怎么拆了 给我装到我们庄园下面吧 我们这就研究一下 既然你俩说浮空城阵纹和静置都很珍贵 哎 那你们研究一下 怎么拆了 给我装到我们庄园下面吧 我们这就研究一下 哦 对了 拿着这个 这就算是给你俩 还有你们后辈的报酬了 啊 多谢上仙 你们用心就好 那些丹药只不过是我刚刚从那堆赵家宝库的丹药里随手拿了两瓶 用监狱改良了一下 嘿嘿 上仙 我和老黄只能把浮空城的一部分阵纹和静置给拆下来 不过浮空晶石和对应阵法都是完好的 这也是我和老宋第一次弄如此珍贵的浮空城 只能感慨浮空晶石 不愧是仙宝 而赵家的阵法也的确精妙 好 那今天我们就试试看 老宋你们这段时间努力的成果吧 飞起来了 真的飞起来了 不枉我们两个人带人没日没夜的研究赵家浮空城阵法 才将浮空城上大部分阵法可以完整搬过来 恭喜上仙 摘几枚人生果再去拿些其他灵果分给大家 是 主人 今天我开心 大家同喜同乐 多谢师父上仙 多谢主人 终于 我终于能离开这片南方大山了 我现在无敌监狱的范围不够大 不能将整座浮空岛给笼罩在领域内 不然都不用老宋他们 将浮空城上的防御阵法搬过来了 上仙 我们已经将林草药田和花园都布置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我带着师妹们用了万花骨的栽培树 那些药田花园也不像庄园里 这个我来解决 我这庄园是被我用剑狱能力改造过 还用了吸扰 肯定不同 上仙没有怪罪就好 我和师妹们本就是上仙庇护 结果还帮不上上仙一点吗 师父 宋前辈说防御阵法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呀 玉莲小姐 是万花骨的江源灵 怎么一直在师父身边 我们一边继续改造浮空脑 一边朝着万花骨前进吧 多谢上仙 我之前发了讯息给师妹 但最近万花骨周边其他族门都有异动 导致他们暂时过不来 还麻烦上仙您送我们一程 只是顺路而已 正好 继续爬 让他也享受一下你们的爱好 师兄 你看那是什么 浮空城 不 不对 这不是赵家的浮空城 这是一座岛 这难荒 不 这边天云大陆没有一座浮空岛 上面有人下来了 主席 财者之敌 我今天只想骂人 所以不想和你们这群家伙说话 别那么多废话 主人生 不能让这群没人性的魔道修士 给跑掉一个 简刺到宠物山坑 击溃了一名铸鸡修士 获得四百点禁忆值 简刺到徒弟孙玉莲 击溃金丹修士 获得一千五百点禁忆值 简刺到 感谢宝爷大哥赵家送到浮空城 让我能走出南荒 不用再坐在庄园里 赶等着敌人上门 给我送简语值啦 啊 简语等级提升需要的简语值太多 还不够啊 我现在先增加范围 将整个浮空岛笼罩在灵医内再说 戏头 提升简语范围 无敌简语范围已增加二百五十八米 啊 任重而道远啊 师父 这群混蛋的魔凶 一个都没跑掉 干得不错 玉玲 以后路上遇到此类事情 你就带人去解决掉 正好也可以实战 磨练你的剑意 弟子明白 好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 啊 浮空城 不对 不是我们赵家的 什么时候南荒出现了一座浮空岛 该死 那个法阵 本明是出自我们赵家之手 谁这么大胆 嘿嘿 果然 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叶草不肥啊 哎呀 我得好好感谢赵家 千里送浮空城 嘿嘿 相信 前方就快到我们外花谷的山门了 还真是 有些舍不得你们 帮了我弄药田 还帮我养了许多花 还炼制了不少丹药 只要上线有需要 以后尽管吩咐我们 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都受伤仙宁的庇护 还得了不少好处 哎 不用这么客气 师父 你不是带着老宋和那些年轻人 在产间除恶吗 师父 前面情况不对 好像有魔道尊门 在攻打万花谷 宋前辈说对方人很多 而且不止一个尊门 就让我来问问师父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师父 前面情况不对 好像有魔道尊门 在攻打万花谷 宋前辈说对方人很多 而且不止一个尊门 就让我来问问师父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什么 是人被魔道攻打了 我们万花谷 为什么会被攻打 省心 能否请你出手 玉莲 你先让山康和狗子过去 情况不对 就先拖延一下 是 师父 省心 我和两位阳王前辈 他们一同过去 不用 这样不安全 浮宫岛马上就快 飞到万花谷了 都谢上仙 愿意出手帮助我们 万花谷 万花谷的小娘子 别在里面躲着了 快出来和大爷快活 不知道 小娘子的血 会是什么样子 出来吧 美人们 谷主 救援已经都发出去了 但不知道有多少同道能赶到 我万花谷一向于事无正 不是玄乎救世 就是和师妹们带着弟子 在谷内奏乐起舞 遭此劫难 看来天命如此 师父 师父 我们和他们拼了 我万花谷虽然更擅长 艺术 但也不是不能手提 清风上阵冲锋的 师父 反正我们还有 园林等弟子在外 传承书籍 也都藏在了隐秘之处 他们若是能逃过一起 回到河中 也知道怎么找到宝库 那就召集所有弟子 准备一下吧 我们全力以赴 能送出多少弟子是多少 出来了出来了 小娘终于出来了 看来他们等不及大爷进去了 你们看 那边是什么 浮空岛 怎么这时候会有浮空岛出现在这里 那家宗门有浮空岛啊 我只知道南匡赵家有一座浮空城 我奉师父的令 贺令儿等散去 哪来的小姑娘 居然敢这样和我们开口 这孩子 是不是不知道我血沙 宗在南方的凶名 那是两只妖王 一只猪 一只狗 看来来的是传说中的 仙境碎片之主 几位道友怎么说 我是不信什么仙人的 不过那座浮空岛得注意一下 动手吧 不然我们四家宗门 总不能这样散去 出 小娘终于出发 还不输的人 这是剑气中的剑意 抽手之人 难道是因为剑射 怎么血沙你怕了 放屁 我怕个球 别瞅了 我们直接起阵吧 以我们四人的实力 汇聚后不用惧怕那不建议 对 一个剑身 应该是敌人里最强的了 干掉他就行 被魔器倒下了 怎么会这样 好像有点困难 毕竟狱猎的实力 还只是精淡 直接浮空岛 开路进万花谷吧 正好试一下 浮空岛的威力 多谢伤心 这局人真是 明明玉莲小姐都小小出手警告他们了 他们就这么急着和家人去团聚吗 会说话你就多说脸 开始吧 卓越 今天要用阵法攻击了 没有慌 我们匿命宗的八荒逆转阵 最不怕的就是这种攻击 敌人的一切攻击都会被法阵吸收 化回我们的灵区 我来主导法阵 尽可能吸引他们攻击 让他们能量耗尽后 咱们就冲上去 想了这座岛 什么 这 这不可能 这攻击怎么还能再借你 这不可能 这 快逃 看对魔道的奔赏 拉兄弟一把 去你丫的 逃 血赞我们 你丫的 你丫了 小黄鸣赶紧收敛气息 我不行了 不怎么又不怎么又 别发现我 赵主挂了 黄鸣的狗啊 这些万华族的小娘子们了 外门邪道 休想逃走 我们万华谷历拍以来 最大的危机就这么度过了 掌门时间 好像是的 不知道岛上是哪个阻门 我们发出的球员中 好像没有哪家有浮空岛 掌门 我们回来了 是圆灵 你们这时候回来 难道那所浮空岛上的道友 是你们请来的旧兵 是圣仙 想去参加太上中的千门大会 然后顺路 护送我和师妹们回来 没想到 正好碰上魔道 攻打我们弯花谷 圣仙就出手了 圣仙 圆灵 你说的是近日南荒传闻中的 仙境之主 是的 师父 圆灵 你带我去上岛 感谢这位上仙 好的 师父随我来 其他人快去布置一下 我们得好好表达一下 我们的谢意 骨子保佑 别被发现 骨子保佑 别被发现 千万别来搜尸啊 这就是上仙的浮空岛吗 是的 师父 这就是上仙的浮空岛吗 是的 师父 上仙将近段时间 引起修仙界轰动的仙境 做成了浮空岛 上面的阵法 和浮空晶石 都来自南荒赵家的浮空城 看来在我们万花谷 被磨到宗门 攻上门的时候 修仙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呀 明明我们万花谷 也不算小宗门了 结果面对现在动荡的修仙界 还是无法自保啊 师父 这就是上仙 万花谷掌门 李朱宇 拜见上仙 多谢上仙 愿意对我万花谷 伸出援手 不用这么郑重 这段时间 元凌和他的师妹们 也在灵药和炼丹上 帮了我不少忙 上仙 我听小徒元凌说 上仙您是准备去参加 太上宗举办的 仙门大会 然后顺路 将元凌他们送回万花谷 啊 是的 那既然路过笔牌 为了报答上仙 对我万花谷的救命之恩 我们在谷内摆宴感谢上仙 不知上仙可否赏脸 啊 那就算了 我该怎么开口解释 我完全不敢走出我监狱的范围啊 哦 有了 咳咳 呃 里长们 我听闻 太上宗召开仙门大会 是为了修补天云大陆的护戒大阵 作为大陆众生的一员 自然应奉献一份力量 上仙高义 现在修仙界这么动荡 还有太上宗的仙门大会 我万花谷被磨到第二次打上门 也不是没可能 上仙 我万花谷原本也准备去参加 太上宗的仙门大会 可否和上仙您同道而行 那当然可以 而且里长们 你们万花谷擅长练丹 正好可以交流一下 多谢上仙 我这就叫人去准备出行 这里长们怎么这么急 那个里长们 你们万花谷这是 不是 你们万花谷怎么搞得像是搬家一样 我们万花谷一子一劫 就明白不能再分散力量 既然要去参加仙门大会 那就一起去吧 不然留守山门的人 恐怕会有危险 而这些丹药法器之类的 是我们万花谷对上仙您的献礼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只能献上微活之力 不愧是师徒 什么同道而行 一个两个 都想霸着我师父的身边 老宋 你去找个地方 让里长们他们住下来 然后我们准备去参上宗 好的 上仙 好 可惜了 只有我和你活下来了 魔头他们 居然就这么没了 没想到传说中的仙境之主 实力这么强 我们都没见到人 就伤亡过吧 如今 大家都死是惨症 为了报仇 我们就该将力量合作一股 对 我们就参加魔道大会吧 那仙境之主 咱们对付不了 不信那些老魔头 还对付不了 走 不愧是八大仙门之一的太上宗仙门 天云大陆修行宗门的执扭而者 这样的修行界盛世 在整个天云大陆历史上 也是非常少见 虽然在我万花谷的典籍中看到过 但还是没有亲眼看到来的震撼呢 太上宗不愧是在八大仙门中 实力最强的三大牌之一 听说几乎所有修仙宗门和世家都来了 师父 那我们师父 您怎么贪气啊 包着的大腿突然消失不见 你觉得师父我能不忧愁吗 为了包上那个前辈的大腿 老夫可是连宗门之宝都送出去了 结果我就回去一趟宗门 刚准备带着大家一起去南黄包大腿啊 那么大一个庄园就消失不见 怎么就不见了呢 只是在那位前辈那吃了一顿午饭 我回去就突破到了华神井 在修仙界也算一个大修士了 可这比起大腿算什么呀 师父师父 怎么了 那是 那位小姐很眼熟 那次我们去拜访那位前辈时 而且师父你看 那只暗夜妖王就跟在这位小姐身后 果然是暗夜妖王和那位小姐 那看来大腿 哦不 赏仙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了 师父师父 这还有连家宗门 祝你行相 那看来大腿 哦不 赏仙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了 师父师父 这还有连家宗门 祝你行相 秀文思与木兰 你们跟我去吧 这位小姐 我是圣剑宗宗主 不知小姐能否带我们去拜见前 哦不 上仙 小姐 你手中的赤金神剑 就是我圣剑宗之前拜访上仙送的礼物 在小姐手中 真是她的荣幸啊 哦哦 师父和我提过 多谢前辈您送来的剑 那个 我师父喜欢清静 所以虽然来了 但没静太上宗 孙小姐 不如我们先回岛上 询问上仙要不要见他们吧 啊 这 这是万花谷的掌门 万花谷不是不理修仙界的杂事吗 它是什么时候抱上前辈大腿的 可恶啊 这上仙的大腿是抱的人越来越多呀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呀 诶 玉玲 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人回来 见过上仙 前几日 我带着修文他们前去南皇拜见上仙 没想到上仙您居然已经从那离开了 而且离开的还那么彻底 不愧是上仙哪 连搬家都搬得这么令人震撼 哦 是上次送我肥料跟剑的圣剑宗宗主啊 好久不见 你们也参加这次仙门大会了呀 不过 你们怎么来我岛上了 什么仙门大会 那又抱大腿重要啊 大会等会儿可以参加 知道上仙您来了 特意前来拜见 但时间太过仓促 忘记准备礼物了 没事没事 上次送礼就是想要我照他 我就出不了岛 实在不好意思继续收礼物了 啊 是仙门大会 要开始了吗 两个太虚邪魔的栖息 到这里就都消失了 这里居然有一个被隐藏起来的小石剑 但似乎他的保护层已经被破坏了 看来 那两个太虚邪魔 是通过缝隙进入这个小世界了 不好 这种小世界 很少有强者 而且对三千世界根本不了解 要是太虚邪魔进去了 怕是会祸害整个世界 此番世界的天道在抗拒我 是因为 还没法承载我的力量吗 看那两个太虚邪魔 又是怎么进去的 我想 看来 只能先投入一道尊身 来通知这个大陆上的声明团结起来 进行抵抗呢 没想到又能吃到上仙赏赐的佳肴美食啊 不过是一些普通肉食 用锅慢炖而已 那个 上仙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这锅可是九天神鼎 拿它当锅是不是有些 哦 九天神鼎啊 等等 这就是被我一剑从天上打下来的九天神鼎 啊 是的 上仙你可能不知道 太上宗举行千门大会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寻找九天神鼎 用来修补护戒大阵 原来如此 玉莲 你去通知下太上宗他们吧 让他们来岛上开会吧 和他们说 顶在我这 太上宗宗主 我们不是不愿意修补法阵 万年前一个界外邪魔 在天云大陆掀起的大乱 我们门派典籍上都有 但是怎么修 你得有个章程 各位道友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九天神鼎 老道派了不少弟子下山 但都没找到 只知道曾在南荒出现过 不知道友们可有消息 我也派弟子出去找过 进水楼台先得月 是不是你们南荒 哪个宗门使家 自己藏起来了 你这是 在瞧不起我们南荒 修饰的人品吗 成平万年 这些宗门使家 完全忘记了界外威胁 想知道九天神鼎下落的 请随我来 圣剑宗的诗道友 和万花谷的李道友 怎么会跟在一个香妃身后 还依恋尊敬 隐宗主 我们二人知道 九天神鼎的下落 什么 快说 在哪儿 诗道友 李道友 还有这位小友 你们真的知道 九天神鼎的下落 运气真好啊 我们几乎 将南荒翻了一个遍 都没 那是圣剑宗和万花谷啊 那个小女玩是谁啊 我们的确知道 九天神鼎的下落 不过是在一位上仙的岛上 上仙 两位道友 莫不是在和老道说笑 我等怎么敢 和隐宗主你开玩笑 九天神鼎 就在孙小姐师父的 浮空岛上 现在这位上仙 就在大赤天山外 不过上仙 并不喜欢离开 自己的浮空岛 所以让我和李道友 跟着上仙的家徒 孙小姐 下岛来邀请 各位道友上岛商议 什么 让我们上岛 他好大的排名 为什么不是他下来啊 那人是谁啊 敢自称上仙 引咒猪都不敢这么自称 什么 让我们上岛 他好大的白名 为什么不睡他下来啊 那人是谁啊 敢自称上仙 引宗主都不敢这么自称 好 我这就随两位道友 和这位小友一同上岛 这位道友 就随老道一同 跟着师道友和李道友上岛 去拜访这位小友的师父 何否 既然引宗主都这么说了 就听引宗主的 我们这么多人 亮堂也不敢有什么小心思 是那个女人 混账 什么浮空岛 分明是我赵家的浮空城 这浮空岛的阵法 看着有些眼熟啊 我怎么看着像是赵家的 你们南荒宗门值得眼熟吗 说起来这位上仙 我们都离开太上宗仙门了 也不出来迎接一下吗 我倒是要看看 这位上仙 赵东南来的脸面 诸位前辈 这就是我师父的浮空岛了 请随我来 那是神术 万年灵药 这石头都蕴含着至高建议 可以打造仙兵 你怎么感觉这一整座的 都是天才地宝组成的 这玩意儿怎么洗不干净呢 还一股肉味 等会那群修饰上来 怎么且是这股味道 老宋 老黄 你俩懂得多 话说这点不是神器吗 怎么就拿来当锅炖了几次 就洗不干净锅灰了 我以前也没见过摸过神器呀 别说九天神经这种级别了 一般仙器我们呵呵都来不及呀 哪会拿来炖肉炖汤啊 你看这俩老头傻鸟样子 就知道不靠谱 主人 不如让我老猪 拿到盒里去刷一下 老猪我力气的 也行吧 试试也无法大礼出奇迹 这可是神器呀 哪能让这粗鄙的猪妖 如此对待 师父 怎么快进来了 两位妖王必然不是孙小勇的师父 那个两位小勇和孙小勇年龄相差不多 也不可能 剩下的宋元和黄西天 虽说是大修士 但也不可能被你道友和师道友称为上仙 这 这绝对不是古东修士拥有的气息 难道这位陌生道友 真是一位神灵或者仙人 在下太上宗宗主尹玄见过上仙 你拜错了 这位才是我的主人 师父 这是尹玄前辈 太上宗宗主 让道友见笑了 没想到道友这么年轻 就能交出孙小勇这样的高徒 实在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尹宗主客气了 你叫我伤凡就可以了 是玉莲自己贴富好 还有 这是玄清法宗宗主 孙小勇暂时先别介绍了 听各位道友说 九天神鼎就在张道友你手中 怎么了 张道友可是有什么不便言语之出 那个神鼎的确就在我手中 那就是 这 这真的是九天神鼎 不过 这顶怎么有一股肉味和香料味 我之前拿它炖肉了 可能香料爆太多了 烟入味了 烟入味了 不愧是张道友 这地方还真是一处仙境啊 随便一颗果子都是价值连城 要是能弄到手一些 哪怕不多 咱们宗门岂不是 可是 这可都是有主的呀 而且 人家实力可强得不像话 强抢的话 先不提强不强得过 怕是太上宗宗主 也不会放任我们乱来 说什么呢 咱们可是名门眷派 怎么能像魔道的粗鄙之人一样强抢 找个理由发难 那么说到理由我到底 诸位 一会儿一起配合我 如何 各位上岛前 不是觉得这座浮空岛的阵纹 和我赵家的浮空城 非常相似吗 难道这所谓上先的浮空岛核心与阵法 都是从你赵家所夺 各位 这小子就是一个无耻之辈 趁我赵家与敌人战斗 偷袭我赵家 才夺走我赵家浮空城 拆了核心与阵法 改成浮空岛 就说自己了 居然是这样 听闻赵家在南荒蛮横惯了 那不是你赵家贪扑人家神术 带着浮空城去夺宝贝反夺了吧 各位 我就是说 这岛是这小子 夺了我赵家浮空城改造 岛上这些东西 哪怕不全给我们 他至少也得拿出大半 以做赔偿 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道 上次 这事要是成了 他可就发了 就算败了 咱们也只是被姓赵的给蒙蔽了 到时候 铁青关系就行 可以 干他一把 我等身为名门正派 岂能坐视这等小人 行死恶事 张导游 你居然拿着上古神王留下的神顶炖肉 当时我不是不知道这是九天神顶吗 放了这么多香料 还用这神顶炖出来 肉好吃吗 老道只是有些好奇 神器的力量有多强大 除了作为正宝核心外 还有啥作用 我就觉得味道还不错 不过宋老头和老房他们 说这锅 这顶炖出来的肉 能炼成他们的灵力 果然是上古神王留下的神器 这老道不会想着从我这边把铁拿回去 自己偷偷试着去炖肉吧 不过 不知张导游是否愿意 将这上古神器交于老道管理 我太上宗召集仙门大会 就是为了寻找这九天神顶 来修补护戒大阵 这个我没啥不愿意的 这也是我让玉莲去把你们叫来的想法 张导游真是天下楷无 老道带天云大陆众生 再次谢过道游了 殷宗主 这小子可不是良善之辈 殷前辈 可别被这无耻之友给骗了 不知几位道友为何如此说 张导游实力应该非凡 但我却察觉不到一点气息 或许真像施道游和李道游说的那样 这张导游看似年轻人 实色仙人 李道长 你不用问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记得你是赵家家主吧 上次你赵家来南荒大山 想夺我的庄园 结果被我留下浮空城 换你们赵家人的命 这次你带人想干嘛 我就说这阵闻眼熟果然是赵家浮空城上面的 我还想能知正这么大一座岛的浮空精石就赵家有一块 那多出来的原来本就是赵家的 小子 你别恶人先够状 明明是你带着两个妖王 趁我赵家和鬼孤洞南荒蛮族交战时背后偷袭夺走赴工城 尹前辈 我可以为赵师兄作证 我相信赵师兄为人 必须把这国道和蛮族勾结的恶徒处理了 各位 尹当主 太上奏 为天下正道执牛而者 行事不能偏托呀 我们就想为赵家 赵师兄 打回公道 尹道长 这时候我自己来处理吧 我说 既然你说这浮空岛原本是你赵家的 那不知道我这岛上的仙药仙术 以及其他天才地宝 是不是也是你赵家的 我赵家传承万年 浮空城宝库中有什么 我也不清楚 不过 我赵家有宝库明路 一一对赵就可以 不够无耻 不过我也懒得和你 争辩当时的情况 打吧 打赢了 别说浮空岛 我把我的神术都送给你 这年轻人 难道真的是 献身 提下我这一件 好可怕的建议 张道友 手下留情 给老道我一个面子如何 并且收了太上奏 邀请了几位道友来参加新闻大会 还请张道友 给老道个面子 行吧 就看在老道长的面子上 可惜了 少了不少建议是进账 这位建议前辈 好大的杀势 那个 诸位道友 既然张道友愿意把九天神顶拿出来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如何修补护戒大阵吧 远离 各位 这是本岛的人生国 上仙 请大家享用 哇 谢谢上仙 谢谢上仙 多谢张道友招待了 等会儿回太上宗 老道给张道友看些好东西 这老道长看着先锋道过 该不会是个不正经的人吧 不过老夫也因祸得福 叫你做罪的 这老东西实力怎么突然变强了 他说自己因祸得福 这是遇到什么机遇了 各位 也都是魔道友愿的大爷 怎么 不敢和正道动手吗 那教主 你准备怎么做 我们直接去太上宗 一路血洗过去 这老魔头疯了吧 各位 只要你们跟我一同牵往太上宗 我将给予你们 好一样变强的机会 各位 各位 只要你们跟我一同牵往太上宗 我将给予你们 和我一样 变强的机会 这是什么 我的实力在提升 我居然突破了 现在 你们觉得 我的计划怎么样 我打他 这个计划我喜欢 我怎么就看太上宗的牛皮子 老道就狂了 那我们 这就是召集弟子准备吧 先许 祭祀神灵 将生命 献给屋主 现在这太上宗看起来 真有万仙来朝的盛事 是不是万仙来朝 我不知道 不过 那边倒是真的有一位上仙子 就是那位 一剑鸭的所有世家家主 和宗派掌门宗主 不敢说话的界限 老道长 你们开会讨论也太久了吧 没办法 修补护解大阵 裂缝的材料真贵 不是一家宗门所能承担 要分担 自然会各家争论 谁多谁少 真不好意思开口说 是我弄出来的裂缝啊 老道长 要不你们看看你们缺啥 我岛上有啥 你们看着拿吧 那老道可不客气了 我可是看上张道友 你岛上不少珍贵材料啊 老道长 我们平背而交 你可别和我客气啊 老道等会儿就带着徒子徒孙 来搬空张道友的岛 上仙 尹宗主 我岛数十个宗派组成的联军 朝着太上宗山门来了 现在距离太上宗 不过百里 一路的世家宗门 都被他们全灭了 什么 诗道友李道友 速去召集所有世家家主 和宗派掌门来张道友岛上 商讨如何应对魔道联军 这回的阵仗 有点大呀 还请尹宗主 为我风雷剑阁做主 我风雷剑阁已经被灭门 只有我和几个师兄弟 在师门掌辈掩护下分散突围 活到什么时候组成的联军 他们这一路来 绝对不单单只有风雷剑阁遭了死灾 诸位道友 为了风雷剑阁 等残遭魔道毒手的同道 讨回正义以后再论 其召集大家一世 是为了应对现在正朝着大赤天身而来的魔道联军 诸多同道聚集在此 尹宗主 我们直接和他们魔道大军对待又如何 尹宗主放心 我已去召集我宗门弟子过来支援了 张道友 老道长放心 为了扶持天下正道 我绝对不会袖手皇冠 怎么可能放过这一大笔尖一职 老道在此谢过张道友 事不宜迟 老道这就不像我太极两一阵 请各位道友入阵相助 果然你是这牛逼的老道 还是摆出了他太上宗为命天下的太极两一阵 不过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这老魔头的实力又提升了 一路破山毁城过来 我们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不少 等过了太上宗 将整个大陆的生命都蠢势 我已经拥有了上神刺激的力量 我将你幸运无处 你将会变成我成仙的踏脚尸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从恶贼开始进攻了 各位道友 做好准备 雕虫小技 这雪沙教魔头 何时有了这惊天伟地的修为 看来得看你的了吗 正道友 这魔道修士为何感觉连最普通的弟子修为也不低 而雪沙教教主的魔头 每一个实力都比以往强了不少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总觉得这群魔道修士身上有我非常熟悉的气息 差不多了 太极两一阵 不过如此 我想起来了 这雪沙教教主身上的气息 和我圣剑宗镇压数万年的血魔 气息非常相似 尚仙 恐怕这群魔道修士背后 有界外邪魔的身影啊 我是万万没想到 当初为了自保 下意识全力挥出的剑 会影响到现在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出手吧 尚仙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那好像是 一柄剑 此节声明突然 有两只太虚邪魔投入了你们的世界 我暂时无法进入你们的世界帮助你们 我与我先见 但是近步一致 还有一只邪魔 此节声明万般小心 什么 太虚邪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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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了 上仙随为天下 上仙剑出无敌 魔头一出 大家为同道报仇 血沙家教主没了 他背后怎么会是太虚邪魔 兄弟们 山高路远 来日逢抗 以后我等再共襄大业 那是什么 诸位道友 穷寇莫追 我等先理清一下 今日所发生之事 对了尹宗主 那柄剑该怎么办 听到天云大陆太上宗隐玄 多谢仙人出手 困住太虚邪魔 道友客气 在下云匿仙界之法使 袁启文 这几太虚邪魔 本就是我的职责 还得感谢天云大陆的高手 帮我消灭太虚邪魔 互相帮助而已 这里频道还要感谢仙人 告知我等太虚邪魔 入侵我界之事 不知仙人可愿意 与我等去见 出手消灭太虚邪魔的仙人 当然愿意 没想到 在这不知名的小世界 居然能见到 用入大道建议的高手 让我忍不住 有些感兴趣了 能在虚空自由行动 这样的仙人 不知道能给我多少剑鱼池 对 我只是想剑鱼池 都快想疯了 这家伙 不会再想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见过张凡道友 多谢你出手 助我消灭 我一直坠机的太虚邪魔 没事没事 面对这种 对万物失灵带来屠戮的邪魔 我被出手 亦不容辞 不过 张道友和天云大陆的各位道友 还请小心 我此前追捕的太虚邪魔 一共有两只 另一只 一同潜入你们天云大陆的邪魔 得得很好 要小心它 原先子 不知能否告诉我等 这另外一只太虚邪魔的能力 当然可以 太虚邪魔是统称 下面分许多种类 有着各自信仰的邪山 不同信仰的邪魔 会有不同能力 今日被张凡道友消灭的邪魔 可以用屠戮换取自己信仰邪神的力量 至于另外一只邪魔 张凡道友和诸位 还请小心 他信仰的邪神 可以带来瘟疫 并以此提升自己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 这种瘟疫的传播 是不知不觉的 诸位切记 除恶无尽 等信仰邪神的生灵足够多 就会引来太虚邪神的注视过来 所以 一定要把所有信仰邪神的堕落者都消灭了 张道友 原先子 事情紧迫刻不容缓 老到这就和诸位同道去安排 一只太虚邪魔 就给我带来了五十万的监狱值 这还是虚弱状态的 真的是马无夜草不肥 让我忍不住 有些期待快点找到另外一只邪魔了 张凡道友 你在思考什么 我在想 怎么骗更多的太虚邪魔过来 我是说我在想 怎么快点把剩下的那只邪魔给消灭掉 以免天云大陆 生灵涂炭 这家伙 修为我看不透 剑道通天 但怎么感觉跟个二耍子似的 原灵 上仙叫我有何吩咐 你去我宝库里 拿一些灵果和灵药出来 帮我炼制一些 治病趋义的丹药 好的 上仙 这 这里是 这 张凡道友 您刚才要练什么 仙子叫我名字就行 我要练治治病趋义的丹药药 毕竟你说了 潜伏起来的那只太虚邪魔 能带来瘟疫 那 张凡 你也称呼我名字就好 仙子什么的 太过夸张了 你准备拿这些 就算是在 云宁仙界也非常珍贵的灵药 去炼制丹药 对啊 我知道它珍贵 不过对我而言嘛 岛上这样的灵药灵果有不少 你这神果树 即使在云宁仙界 也含有所见 而且 这浮空到灵气充沛 看来 这些灵药 对你而言 的确不算稀有 靠着这部魔道连军和太虚邪魔 我除了可以扩大监狱范围外 还可以给监狱升级了 到时候 这些灵果仙药等级会更高 不行 不看了 虽然不是我的 但也太心疼了 既然如此 我先去找那位老道长 商量搜捕太虚邪魔的事情去了 老板阁下了 正好 为整理一下今天的收获 以成功升级 无敌监狱等级 监狱等级三级 获得新的能力 不灭监狱 不灭监狱 只要在监狱范围内 就可以无限重生 正好 为整理一下今天的收获 以成功升级 无敌监狱等级 监狱等级三级 获得新的能力 不灭监狱 不灭监狱 只要在监狱范围内 就可以无限重生 虽然之前在监狱内 我的战力几乎无敌 但自己生命还是会受到威胁 不管是偷袭还是下毒 现在就好问题了 要不要自尽一次看看 自尽就算了 不过三级的剑狱就有这个能力 让我有点好奇下一级了 希望快点找到那只 潜藏的太虚邪魔呀 只知道屠鹿的疯子果然被这个世界的高手给灭了现世界的身躯 让这个世界变成一辈的温床 将种子传播出去吧 主将会用它温暖的目光注视你们 它将宽容地包纳所有人 如同慈祥的父亲 引领你们 感觉张凡宁好像有些不同了 老道也有这种感觉 张道有你好像变得更加自信了 大概是手刃强敌心有所感 所以实力瓶颈突破了 你所说的强敌 就是被你一剑将形体湮灭的太虚邪魔 别看只是一剑 我已经施展出我所有力量了 最多就留了一点点 算了 我和尹玄道长 与众位天云大陆的道友们商量好了 我们要组建仙盟 共同追击那群感染了邪身力量的魔道联军 但他们在追击的同时 也要负责搜捕另一只太虚邪魔的踪迹 而万花谷等擅长医术的宗派 将被派到大陆各处 全力寻找发生异病的地区 那我做什么 道长负责带人保护万花谷等宗门弟子 你和我负责坐镇中央支援各处 毕竟 我的真身还无法进入这个世界 所能发挥的实力非常有限 支援安排也行 你们等一下 邪道长 你将这些木剑分给其他人 上面蕴含我的一道剑意 不过只能使用一次 多谢张道友 老道之前还担心那些追击邪魔的道友们 有了张道友你赠送的木剑 老道就不用牵挂了 张凡 你这已经得了剑道不灭真意了 恐怕 已经能深化剑影 剑意不散 真身不灭了吧 这位云启文仙子 不愧出身仙剑 眼界真的不凡啊 不 你军出征了 这 结果魔尊 一个废物 拿着我赐予你的魔器 居然也这么狼狈地回来 魔尊饶命 小的不知道 这是魔尊您的安排 不惜 我也没想到天云大陆上 居然看过有界限 一个被人保护起来的小世界 居然有界限 你是不是觉得本尊被封你数万年 已经痴呆了 找起你的弟子 追随本尊吧 攻击魔尊出山 怎么一直看着我 只是好奇 天云大陆在万界之中毫无名气 却没想到 居然有你这样一个 领悟了大道建议的仙人 说明我是天才呀 那屁还是薄了 没好意思开口说说那句 我张凡这一身全靠自己 深蓝加点 对了 说起天云大陆 我还有一点疑惑 怎么了 你们天云大陆 以前真的没有出过什么绝世强者吗 我对大陆历史不怎么了解 很好奇这个 我发现 我想瞧你们天云大陆的护戒大阵了 我看到那两只太虚邪魔 在我追击下 活活活短短时间就进来了 以为很简单 结果我到现在都没进来 这个护戒大阵不是有那条裂缝吗 这就是问题了 有裂缝 我却进不来 设下这个大阵的人一定很强 就算在云阴仙界也是最强的那一批人 原来这个护戒大阵这么厉害吗 我居然把他批了条裂缝 修不起来 不会很麻烦吧 说起来 我一开始觉得你们天云大陆 是一个万界中非常常见 不知名世界 但现在总觉得 好像有些熟悉 这个 还是等老道长回来问他吧 说实话 我这人比较懒散 对以前的事情 还真不怎么了解 也不知道 尹道长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你竟来这么困难 那两个太虚邪魔 为什么这么快 就穿过护戒大阵了 邪魔的力量体系 和我们修炼体系不一样 他们不需要修炼 只需要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 奉献给自己的主人 然后像一只狗一样 去讨好自己的主人 所以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 抛弃掉自己的身体 用灵魂进入天云大陆 这些邪魔还真是鬼 师父 原先子 你们快看那儿 这是 是邪神的信仰光柱 这代表着 那只太虚邪魔 已经在吸引他主人的注意力了 师父 原先子 你们快看那儿 这是 是邪神的信仰光柱 这代表着 那只太虚邪魔 已经在吸引他主人的注意力了 要是不快点解决 邪神的目光 就会投向这个世界 原先子 张上线 师祖发挥宗门讯息 南华和东岭交界 发现邪魔踪迹 但那里 已经变成一片异兵爆发区 你们带上呆药 跟随太上宗的弟子 先去支援张道长 是 主人 老宋 老黄 你们操控浮空岛阵法 传送到张道长设立的标点 论令 救命啊 救命啊 师哥大药 先顶住 这光柱 尹宗主 下面弟子已经在附近十几座城池里 发现了疫病的患者 我们人手不够了 将所有擅长医术和炼丹的弟子都派出去 将擅长功法的宗门世家调回来 宁宗主 舍不得 城里的那些平民 已经不像是人类 一个个都幽默化了 我们修士 居然被他们给拦住了 各位家族掌门 别忘了我们来之前元仙子说的话 我们也都上吧 带走不曾 希望元仙子和张道勇能尽快赶到 老道内心总觉得不安哪 小心 求其对他们的怜悯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 会给我们天云大陆 带来灾难的祸源 杀 宗主 情况有点不妙 本来我们想抽取 派去其他地方的道友过来帮忙 但他们那边也陷入苦战了 老道已经想着尽快修补 父亲大臣的裂缝 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 现在只能头痛一头了 严宗主 先别考虑那个了 我们有麻烦了 这可真是个大麻烦 先让弟子们后撤 在城外用法阵勾建防线 众弟子后撤城外 其阵 砍及两一阵 准备支援引宗主 这只剑了伤灵 快投入父神的怀抱吧 他将用自己宽容的胸怀容纳你们 可恶 进攻 进攻 诸位道友 幸存平民都送出去了吗 严宗主放心 太年幼弟子后送他们走了 那诸位道友麻烦你们了 再随老道辛苦一回吧 快追随我 让我赐予你们不审的恩惠 现在张道友怎么还不来 是张道友和元仙子他们来了 我来出手 来吧 快投入 这就是仙仙的大拓弃力 不愧是张道友啊 供养张相仙和元仙子 下面的难民 有劳张道友了 老到我万万没想到 这域外邪魔会如此厉害 国人单单看典籍 无法想象数万年前的浩劫 天云大陆有多惨 道长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若是不能尽快处理掉这道光柱 恐怕 很快拿着潜藏太虚邪魔 就可以以此为道标 引来邪神的力量了 到时候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了一个邪神的后花园 遍地都是各种病毒 疫情扩散 老到这就带着诸位同道前去破题 张凡 我本体力量还不能大幅度传送进来 这次只能靠你了 交给我吧 守护天云大陆 我被义不容辞 玉莲 师父 玉莲 你带着老宋他们 去会合老猪和狗子他们 帮助老道长 清除平民体内 被邪魔感染的默契 玉莲 玉莲小姐 切莫心词 有些时候 你是在帮他们从痛苦中解脱 也是拯救更多生命 不用你假作好心提醒 你不是我们天云大陆的人 自然可以说的事不关己 好了 玉莲你走吧 师父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启文 我家玉莲 看得出来 玉莲小姐 很黏你这位师父 额额 玉莲是因为家中遇到突变 所以才会没有安全感 不是故意针对你 倒也是苦命的孩子 张道友 我来出手 果然是大口气 能领悟出这样的建议的正法 真的会是这偏僻小世界的原住民吗 不过就算是真的 以后万劫也会热闹了 邪魔吃我这招 我会上线 不 不对 下面那些敢忍的村民怎么回事 邪魔吃我这招 无愧是上线 不 不对 下面那些感染的村民怎么回事 卑微老爷 竟敢打断父神的恩赐 他说什么 他认为一只 什么 这有些灵魂 这会是 他就会一只 有些灵魂 那些灵魂 我肯定是 他就会在我 你干吗 这有些灵魂 一只灵魂 你能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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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为人 圣剑宗这家伙 看着白眉长须先锋道骨 结果是个马屁精 各位商仙可是我圣剑宗的救命恩主 这么错的大腿都不知道赶紧抱住 活该你们逃不得好处 都是天云大陆的人 自然不能修守旁观 而且我也没那么厉害了 对了 大家都辛苦了 这是我准备的灵国 大家纷纷会冲一下 天哪 这是仙果 灵灵 居然遇含仙灵之气 谢商仙赐宝 圣剑宗的老不休 手里拿着的仙果更好 原来商仙也喜欢听人拍马屁呀 好了 丈夫 现在还不是我们放松的时候 你刚刚只是消灭了 那只太薛邪魔的分身 我知道 我看到系统给的剑玉池远远不如上一只太薛邪魔 我就猜到了 你居然知道 张凡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照道理 这个天云大陆的世界 不应该了解太薛邪魔呀 既然张凡你知道 那我也不多解释了 天云大陆的诸位也看到了 这只太薛邪魔不同于上一只 它的破坏力非常大 这座小城的百姓 不少已经无法逆转地变成了邪魔 剩下的就算救回来 身体也已经千疮百空 恐怕 寿命都不会太长 因为这只太薛邪魔信奉的邪神 就是一个已散发异病 沉迷改造 和所谓进化的邪神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对方 万界中 曾经有一个小世界被这个邪神攻下 等到我们云宜仙界 和其他仙界神界 连军夺回这个小世界的时候 里面已经没有一个正常生灵 整个世界空气中 都弥漫着异病 整个世界都被废弃了 这 元仙子 之前若不是上先出手 我倒都不能解决这邪魔的分身 还有资格去小弃这方 好了 元仙子的意思我也明白 大家服用了先过休息一番后 就出发吧 是 尽遵尹宗主法令 也多谢上先赏赐 和元仙子指点 老道长怎么了 只要诸位道友 找到那只邪魔的踪迹 引发我给的木剑 我就能隔空出手 暂时困住对方 然后过去彻底解决它 老道不是担心这个 有张道友你这样的剑 现在又有来自仙界 剑多识广的元仙子帮主 我并不担心让那只邪魔逃脱 但老道担心的是我天云大陆的未来啊 恐怕在灵霄仙帝庇护下 过了数万年安宁生活的天云大陆 以后已不得安宁了 以后已不得安宁了 鸣霄仙帝 天云大陆竟然出过仙帝 这事也就我天云大陆中传承数万年的大宗门 才有典籍记载 其他人都向神鼎当作仙器 想要相互争夺 也只有我们才知道 这对于我们天云大陆意味着什么 当年发生了什么无人知道 我也只知道太上宗祖师 留下的典籍记载 灵霄仙帝构造大阵 以仙帝留下的法器为阵眼 必有天云大陆 让天云大陆从万界视线中消失 我说呢 难怪一个我在云宁仙界从未听闻的世界 居然能将我一个仙人挡在护戒大阵外 原来这里出过一个仙帝 能出张反顶这样领悟大道建议的世界 必然是忠灵敏秀之地 唉 哪有哪有 我张反能有现在的实力 全靠自己拼搏努力 那是自然 张道友你这么年轻就能悟通剑道 掌握大道建议 灯灵鲜味 必然付出了我们外人无法想象的汗水和辛苦 对对对 景前辈说得对 师父有这样的实力 肯定是付出了我们不知道的努力 我也要向师父学习 道长 先不说我 你接着说之前的话题 唉 就算张道友你找回了护戒神器九天神鼎 我太上宗主之下带着诸多同道修补好了护戒大阵 但就怕为师已晚啊 万年前 只是我天云大陆有魔徒 妄图偷去九天神鼎 让护戒大神动荡 就有血魔等外界邪魔 进入天云大陆 万年前 先不说我没有及时抓不到那两只太虚邪魔 让他们进入天云大陆 本就要负责任 你们天云大陆还有张凡呢 哈哈 原仙子过誉了呀 不过老道长放心 我肯定不会不管的 不创下的祸 看来必须尽快处理好 老道长 那我们必须加快追捕剩下那只太虚邪魔的事情了 试了后 就马上修补护戒戒大阵的裂缝 有什么事情 老道长尽管差遣我就试 好好好 那张道友和原仙子就先坐镇此处 老道先去会合其他统道 搜寻那只太虚邪魔处理一行 公罗魔术挥护领袖 重现天云大陆 如今天云大陆护戒大阵破裂 太虚邪魔侵袖大陆 那群正道正忙的追击太虚邪魔 正是本尊出身之日 我等愿追随魔尊大人 出发 公主 您突然召集大家是 非生仙界的祖师突然传来吩咐 你们速去召集弟子 准备迎接祖师 请张明先王下令 十万年前震动万界的那位灵霄仙帝 出身一个小世界 而灵霄仙帝莫名陨落后 这个小世界也神秘消失不见了 也就是数万年前突然出现过一次 现在这个小世界似乎又出现了 你们八人带人速速去查探 遵先王令 能出灵霄仙帝那样人物的世界 终于让我找到了 只要掌握那位灵霄仙帝 如此强大的秘密 我彻底统一上张仙界 征服万界的霸业 大魔征兆 出张天原大陆 出张 元仙子 张道友 找到那只太虚邪魔的本体了 哦 正好 我的本体已经适应天云大陆这边的法则 可以通过灵霄仙帝设下的护戒大阵了 那太好了 多谢元仙子伸出援手 我先离开 那我们也马上出发 老宋 麻烦你和老黄操控服势道 立即赶去支援 我带着太上宗和诸位同道 也只能勉强抵抗 而且 还有不少宗门在追击其他魔道 人手不足 还得麻烦张小悠你了 老道长放心 敲给我就 海去邪魔 你休想通过这里 与你仙界的家伙 还有这个世界的孩子们 迎接悟神的慈爱吧 不好 快去 裂缝变到了 以数十万生灵作为祭匹 孤山已经给予了我在这个世界 发挥全力的能力 你仙界的小姑娘 令我这么一路 才已来不及了 妖魔该中 这下麻烦大了 张道友 既然原先在对付那支太虚邪魔 那我们必须拦住这支妖魔大军 玉莲 你和老朱他们去帮老道长 是师父 老宋 你和老黄主持不空岛阵法 补助我 遵令 是主人 放弃挣扎 投入陆神的怀抱吧 不能继续拦着弹虚邪魔 勾连看信用的邪神了 不然 这个通道 真的将连接到弹虚邪神的领域 正气浩然 天微荡荡 神剑引之 一瞻鬼神 快乐吧 快看 是原先祖 不好 通道已经形成了 还不及呢 连行大陆 下次未来 一定会让这个世界 融入陆神的花园中 这裂缝 现在还能补救吗 裂缝 本就难以修复 如今 又被那邪魔强行打开了 连接太虚敬的通道 恐怕 再难修复了 看来我们这天云大陆 以后恐怕会真的变得无比热闹了 看来有邪魔先来到了这里 通知先王 然后我们立即进入这个世界 不能让别人解聪先登 召集所有人 俗成大军 阿弃父神 争讨天云大陆 天云大陆 拜见上仙和仙子 这次天云大陆遭遇危机 多亏张道友和原仙子两位出手啊 不然天云大陆必定生灵涂炭 这次多亏张反 不然被护戒大陆拦在街外的我不能及时伸手 唉 不过虽然解决了这个邪魔 但我们天云大陆 现在也只是暂时过了一个风波 更大的麻烦恐怕还在后面 是啊 修补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太虚邪魔的破坏 护戒大陆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我觉得 比起想着修补 不如抓紧时间修炼 你的意思是 只要修为高 不管是什么敌人来了 也不用怕 对 护戒大阵 既是保护 也是限制 如今这个世界的灵力浓度 正在飞速提升 相信很快 就会出现一匹强者来 天云大陆 也不是人人都像张道友那样天资卓越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 我们也懂 但只怕时间 老道长放心 在我躲下前 我一定尽可能守护天云大陆 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开口就是 好 老道导师肯定不会客气 只要张道友不嫌弃老道 经常上岛 都惹就停了 不过老道和诸位道友 别人就先不打扰张道友了 结果刚被消灭 老道还得带人去救治下面百姓 好了 接下来就好好靠务你们一番吧 大家都辛苦了 我们都只是出了一番小力 全靠上仙你 都看在眼里 不用客气 那我也很期待 之前一段时间 就在你这看到不少好东西 可惜 我一直都是灵气化身 不能好好享受一番 那就好好享受我这的测产 看看和云宁仙界 有什么不同 开动吧 居然能让我体内的仙灵之气增加 而且 我的资质 也略微提升了一丝 这是什么仙果 这仙果 没事 尽管吃就是 我这里别的不多 果子管够 我的势力在提升 我的资质 也得到了提升 我成为妖皇了 我也成为妖皇了 多谢主人 多谢上千 我们也都图破了 这都是你们这段时间 努力的回报 守护天云大陆 我也不能一直单打独斗 还是得这样提升 他们的实力才行 对了张法 我之前都没找到机会开口 怎么了 我因为担心 天云大陆 挡不住两只 太区邪魔的入侵 一开始就通知了云宁仙界 本来是我师父 准备带人手来支援 不过 这时候 双张仙界 忽然主动提出来支援了 人已经在路上了 更重要的是 我那些之前 跟我同样一只 在追踪太学邪魔的师兄 和其他仙界的好友 都发了讯息 有一只魔族大军 朝着天云大陆而来 加快速度 先往就等我们凯旋 我和仙界联盟那边说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将驻守天云大陆 帮你们抵挡魔界的侵袭 怎么 觉得 我是因为内心愧疚 就不能是我缠你的人参果 和其他灵果了 要真是因为如此 那你敞开吃 我不会舍不得 那就好 我还以为 某人不舍得分享人参果呢 总觉得今日的你 和平时给我的感觉 有些不一样 没那么冷啊 我很喜欢你这里的氛围 而且 我单纯只是想出力而已 张凡 有个事情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你们天云大陆出身的 那位灵霄先帝 以前在万界似乎很不一般 很多人都在追寻他的踪迹 怀疑他未陨落 或者就是想知道 他为何那么强大 所以以后 天云大陆 如天万界嘛 仙界魔界 仙神妖魔 就用我手中这剑 且是万界英界吧 我也想见识一下 万界英后 这里就是灵霄先帝 出身的天云大陆 灵气勉强还行 而且毫无先机 遍地都是蝼蚁 算了 早点找到灵霄先帝的信息 完成先王陛下交代的任务 糟糟糕 你们快去通知尹宗主 不 快去通知尚仙和元仙子 算了 早点找到灵霄先帝的信息 完成先王陛下交代的任务 糟糕 你们快去通知尹宗主 不 快去通知尹宗主 快去通知尹宗主 和元仙子 嗯 蝼蚁 告诉我灵霄先帝的地灵在哪 灵霄先帝的地灵 完备从没听说过 算了 我自己探查一下 没想到云霄仙界近来声名鹤起的元启文 比我们早一步来到这天云大陆 听说这还有一个剑仙 他手里有件东西似乎和灵霄先帝有关 就这天云大陆明显摔落到低谷的世界 也想出一个剑仙 老大 你缠住元启文的兄婆娘 这个世界的所谓剑仙 就交给我吧 好 你们通知其他人 可以进入天云大陆了 我们这就出发去找对方 必须赶紧 去通知其他宗门 去 帮助尚仙 怎么 是上帐仙界的神将来了 但似乎 来者不善 管他善不善 无非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野 在剑仪内是无敌 但对于剑仪外 我是真的毫无掌控力啊 连对方靠近佛宫岛了 我都完全不知道 本以为 会是魔界那些妖魔仙来的 没想到 会是仙界的人 先来找麻烦 不过也好 正好帮我扩大剑狱 这衰败世界 竟然有仙灵之器存在 大哥你看 那种果树灵机完全超过我上帐仙界任何一种仙果 而且这岛上还有这么多灵果仙药灵气充沛 把它搬回上帐仙界 我们修炼速度也会加快去 暗纳住你们的贪欲 我们首要目标 还是找到灵霄仙帝地地灵的线索 之后我们再好好分享这次收获 师父 我们该怎么办 这可是仙人 你面前就有一位仙子 仙人有什么稀奇的 而且有我在 师父 那是 主人您可是万界第一界仙 原仙子尚存哪一剑 也是让老朱我心神激荡 仿佛剑斗那一剑开天 万方重负 少拍马屁 儿等还不速速迎接仙人降临 站在那干嘛 是万界中所有仙界都这样 还是只有这什么上章仙界出来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做客 这么不知理数 不遵仙人该罚 小子 你就是这天云大陆 楼仪口中的剑仙 你们到了天云大陆 不是直接来我这里 还累其他人出手了 不过是不成仙的楼椅而已 别浪费时间 直接拿下他们拷问一番 我就啥都知道了 你们这么做 不怕诸天仙界的仙帝仙王 承见你们上张仙界吗 可恶 这群仙人已经到了 就算如此 我也必须去帮助上仙和仙子 诸天仙界 仙帝仙王 只要在这凌霄仙帝出世的天云大陆 找到他的地灵 找到他变强的机缘 以后诸天仙界就是我上张仙界为首 原来你们是这打算 但你们似乎忘了 我还在这里 太有瘾河 这人奇观不愧是诸天仙界有名的天才 我单独对不过 你们两人跟我一起 其他人拿下那个小子 上 张凡 你们小心 小子乖乖听话 将灵霄先帝遗留之物交出来 在奉上那仙术和正座服空的 不然投尽你这所有人 当着我的面 想动我的人 还想让我双手奉上宝物 这小子竟然挡下了我的攻击 是不是你这老书呆子没用力啊 我自然只用了三分力 但能挡下我的攻击 这小子就算不是剑仙 他是优底牌 或许他得了仙王想要的灵霄仙帝机缘也不一定 你不要轻敌 一起上 一起拿下他们去帮助大哥 那我就多谢你们千里迢迢穿过虚空 不辞辛苦的自己送上门了 小子 就算你真的在这小世界成仙 也打不住我们五人全力出手 上 来 师父 上仙 认凭你刚才多嚣张 天资多处众 在这落魄世界成仙 面对我等仙人 还是犹如龙女 原来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 看来不过如此 我还以为 你们仙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现在我就放心了 什么 既然我接下了你们这一招 现在轮到你们了 不好 这招威势不凡 快上台 这家伙 剑战灭四个仙人 还拥有超越着世界法则的力量 撕裂空间 不好 这招威势不凡 快上台 这家伙 一剑战灭四个仙人 还拥有超越着世界法则的力量 撕裂空间 大哥 四个兄弟没了 我们快撤 将此时禀告先王 让先王再前更强的仙将下来 什么 这小子真的是这天云大陆小世界出身的剑仙 速退 回去禀告先王陛下 想走 各位是把我的浮空岛和天云大陆 当成什么地方了 你们问过我手中的剑了吗 这是大道剑业 我们是上昌仙界的仙将 你灭了我们 必然得罪张明先王 先王大人不会饶了你 对 小子 你能在这仙机隐世的小世界成仙 必然亲自不凡 要是找到灵霄先帝的地灵 和我们先王大人联手 必然能一统万剑 喂 说完了吗 你 那就让你们的先王 亲自来吧 管你是先人还是邪魔 只要是为了进着天云大陆 独仙问我我手中的剑 不好 先人都被这人灭了 快回去禀告 凶想逃 温下 没想到这所谓的援军 反倒变成了敌人 之后我天云大陆 该怎么面对张明先界 和其他万剑 哼 这群张明先界的人 我会交给我云音先界的先帝陛下 诸天先界联盟 必然会对张明先界做出惩戒 但就怕在这期间 我天云大陆又遭劫难了 那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算没有先界 我也会用我手中剑 护制天云大陆众生 圣剑 不愧是张道勇啊 消灭八名先将 获得八百万剑预值 八个仙将都是寻仙 给了我八百万的剑预值 果然马屋夜草不肥 下次来得再多一点吧 混账 八个废物 来人 见过仙王 末川 天云大陆一个下界修士 号称自己是大道剑仙 还灭了我派去的八个仙将 你提我去收拾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大道剑仙 那就让我去试试 他见有我的剑力吧 张道勇 袁仙子 你们准备怎么办 本以为是援军的张明仙界 居然心怀歹意 我天云大陆现在非但没有援军 还被一个仙界盯上了 道将不用担心 我已经传信我的师父 我们云尼仙界会派人过来 但邪魔动乱 朱天仙人正和四个魔戒邪魔对战 没法派更多人来 无妨 能有多少援军都无所谓 麻烦其问你了 多谢李姐 不过我会一直和你一起战斗 至于张明仙界或者邪魔 我会处理 师父 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修补大阵和天云大陆的事情 就麻烦老道长了 我准备把浮空岛放到裂缝中 什么 关你是仙人还是邪魔 想进天云大陆 就先问问我手中剑 张导友 灵霄仙帝的消息传出 谁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势力 对我天云大陆有 老道长不相信我吗 我和元仙子正等万界豪杰来试剑了 哎 仙人大德 老道在死地天云大陆众生 谢过两位仙人 上仙圣德 天云大陆众生 谢过上仙 我等也要秦家修炼 早日修为突破 去浮空岛上助手 帮助上仙 守卫着天云大陆众生 给我冲进这个世界 让它变成副神的花园 哎 这什么情况 主人 你这是不是挑的日子不对啊 还是你这是偷偷摸摸找来邪魔 让我们早点适应在虚空中的战斗啊 好 那就当做你们的魔力 山康 你在头上 看来之前被我们消灭的那个太虚邪魔 复仇心切啊 太虚邪魔 本就无法用正常思维去理解 哼 没关系 没关系 正好我出来乍到 总得向诸天万界表现一下自己 蒙心报道嘛 张凡 没想到就什么 没什么 天云大陆已经消失在 诸天万界视线里这么久 现在让他们重新认识一下 天云大陆 主人 救命啊 主人 这些邪魔实力和我们在大阵内遇到的完全不一样 在灵霄仙帝设下的大阵内 我们都受到实力压制 邪魔自然也不例外 有受到压制吗 我怎么一点感受都没有 算了 我先解决这些邪魔吧 正好这波邪魔能让我凑其剑狱值 这就是张凡的大道建议了 难得的近距离领域击 这就是张凡的大道建议了 难得的近距离领域击 要不是我闪得快 主人的剑气就得砍在我身上了 主人神威浩荡 而等邪魔还不快速速跪下求饶 还不给我滚回来 是 是 主人 老猪刚刚可是卖命 帮您把那些邪魔给引出来 汇聚到了一起啊 没有功劳也有顾劳吧 表现不错 多谢主人夸奖 这主要是真的厚脸皮啊 这小世界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建议 与你仙剑的小姑娘 天云大陆的小家伙 我回来复仇啊 孩子们 让这个世界回归父神的怀抱吧 让你拖来就忠心得到父神啊 上仙 邪魔大军来势浩大 扶空岛的防御法阵 恐怕挡不住 没关系 有我在 不经过小爷同意 就进入天云大陆 还在我的地盘上搞事情 小爷还没去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了 小爷 也好久没有权力发挥过了 我 睡在父神的花园里 等你一盟的灵团 回归 安师兄 你觉得元师妹说的这位剑仙实力如何 浩大的剑意 仿佛直指剑之大道 没想到消失于诸天万界数万年的天云大陆重新出现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剑仙 没想到这附近居然躲着这么多人 可我们云宁仙剑没有牵扯 我们只是来支援元师妹而已 灵霄先帝的一切事物和我妹无关 去岛上吧 不过 有些人的阴暗解化恐怕难了 主人一箭灭敌 堪称无敌呀 找机会趁主人不注意 暴走着猪鸭 太不要脸了 山坑 给我让开 我要向师父请教剑道 一年小姐干得漂亮 师父 能教我怎么领悟剑道吗 那是当然 你可是我唯一的弟子 谢谢师父 谁都别想独占主人 谁都别想独占主人 你们几个是吃饱了准备早点去投胎是吧 既然你们俩想早点投胎 今晚我夜宵 就是烤猪排和红烧狗肉了 玉莱小姐我错了 老猪我再也不敢了 别跑 小姐站住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觉得很有活力 这样很好 大家一点都不拘束 我师兄他们来了 云霓仙气安然 奉师们命令 前来援助天云大陆 张仙人 就吻你的大名了 我在诸天万界 已经这么有名了吗 毕竟这里曾经走出过灵霄仙帝那样的大任务 自然会引得诸天万界的关注 那个 张凡道友 闲话我就不多说了 小弟我先在这儿代替师门道歉 接到师妹的传信 师门派出人手 来着对付妖魔 但现在整个云霓仙界 都抽不出多余力量了 暗师兄 现在前线已经这么紧张了吗 十八魔帝突然同时出击 九天仙界的大部分仙人 都前去前线之云 现在没人知道魔剑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前线了 现在已经到处都是战场 师父他也去前线了吧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对了 张凡道友 你要小心 我在带着师弟们来天云大陆的路上 看到不少世界的人朝着天云大陆而来 其中有不少魔戒 妖魔 甚至还有仙界的人 估计又是上张仙界的家伙 心也不甘 肯定是为了凌霄先帝的秘密而来 多谢安师兄的提醒 这小子是跟着原师妹的口吻 喊我们师兄 他俩 不用谢 我们本来就是来支援你们天云大陆 自然不希望你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安师兄和师兄们稍等 我先让人带其他兄弟们去休息 多谢张师弟 这边请 对了 秦文 张凡道友 我这还有一个消息 要和你们说 上张仙界派出了他们年轻一代最强的仙人 墨川 阵朝天云大陆而来 墨川 暗师兄 你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那个 墨川 那是谁啊 墨川 上张仙界年轻一辈最强仙人 被视为上张仙界下一代仙王继承者 他被上张仙界 宣承成铸天万界见到第一天才 见到第一天才 正好 我也早就想见钱 这位一直被师父拿来和我相比的见到天才 见到第一天才 正好 我也早就想见钱 这位一直被师父拿来和我相比的尽到天才 你们小心就行 墨川除了带着任务外 肯定也是奔着你们来的 麻烦张凡道友了 我们先去休息 明日我们师兄弟 再布置一个临时防护阵法 你们世界的护戒大阵裂缝 一直没有修补 又缺乏阵营 力量一直不停流失 恐怕坚持不了太久了 我相信等到护戒大阵真的撑不住时 天云大陆的大家都成长起来了 而我会更强 我不怕来敌强大 敌人强大 我的剑也未成不强 张道友好胆破 安师兄 张师弟 原师妹 好像有人朝着天云大陆靠近 这些人来自上张仙界 以及上张仙界下属世界 这就是天云大陆嘛 灵气缺乏 令人失望 这样的世界 能出什么任务 不过没想到 袁启文 我俩终于见面了 霍川 你们上张仙界的人 来这里想做什么 当然是带回灵修先帝的传承 顺便 我要击败你 这诸天都知道 年轻一代 剑到我最强 哇 这浓厚的中二气氛 这仙界的人 怎么也和那剑二愣子一样 都这么无脑的吗 我说你小子 这不是眼瞎 没看到我站在这儿呢 能站在诸天仙界 年轻一代追捧的剑仙子 袁启文身边 这小子就是先王所说的 这个世界的剑仙了吧 但 身上毫无信息 就和凡人一样 恐怕 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 见到仙人 还不跪下迎接 不愧是你们上张仙界的人 又一次让我见识到了 你们的有眼无珠和张狂 蝼蚁七感狂言 我上张仙界 岂能容你这等 下等世界出身的凡人欺辱 也好 让这些不服我的人 替我去试试对方 要对方真的厉害 也省得以后我回仙界 还要自己动手 蝼蚁 拿命来 那恐怕 你还没这个本事 饶命啊 这样的小世界 怎么可能出现如此强大的界限 不可能 这一往无前 这带着不定的剑仪 不可能 这中间万剑除了我 绝不可能有人能礼物 这样的剑仪 莫大人 我们要不还是先回仙界吧 不 这万剑周 却无可能有比我更强的剑仪 我不信 我才是周天万剑最强剑仪 让我来见识一下你的剑道吧 不愧是上张仙界的人 真的是不要脸 一个个都道貌岸然 出手阴险就算了 还可突袭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小子什么来头 除了那些仙界 老怪物大人物 从没有人这么轻松 接下莫大人的剑 既然你出手了 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剑道 不好 新剑 他竟然能一剑 我们一支剑队组成的防护大阵 莫大人 我们快走 我们等回去禀报 先往陛下再来复仇 就算不是第一次剑 但还是令人震撼啊 谢谢夸奖 怎么了 见面不如文明啊 这上张仙界的墨川 被人鼓吹和我为年轻一代双刑 结果他的剑道 真是令人失望 偏激 还带着一种狂傲 完全是剑作偏风的剑道 也不用如此失望 张师弟这样的剑道 天才在身边 你还担心无道之孤 这倒是 张凡 且看剑道 谁未奉 好啊 不顾我的剑道 可是无敌天下 真好 我们继续去加强一下 防护阵法吧 张师弟这一剑 起码天云大陆 可以安静一段时间了 而且师父那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需要我们去帮忙吗 魔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近在战场疯狂发起攻击 我担忧的是 似乎邪魔中年轻一代 出了不少天才 而且 最近那位 动作似乎有些频繁 这位邪神 可是以狡诈出名 真是令人不安啊 将消息发回后方 让驻天仙界支主去偷疼吧 而且告诉他们 血淵战场 需要支援 尤其 是年轻一代的天才 这次邪魔的突然进攻 恐怕不少战场 都需要知 张师弟 云师妹 天云大陆的防护大阵 我们完全布置好了 辛苦几位师兄了 不辛苦 而且这段时间 看张师弟和云师妹 你们两人练剑 我们剑道也大有进展 张师弟 云师妹 天云大陆的防护大阵 我们完全布置好了 辛苦几位师兄了 不辛苦 而且这段时间 看张师弟和云师妹 你们两人练剑 我们剑道也大有进展 不过 恐怕我们师兄弟 在天云大陆 也待不了多久了 安师兄 难道师父那边 有什么消息传回来了吗 啊 怎么了 诸天万界 最大势力就是九大王界 古云尼仙界 和诸天仙界 组成的仙界联盟 两方水火不容 在虚空 以及两方势力交界的小世界 有着无数战争 天云大陆 现在有了一个防护阵 前段时间 我的武力展示 也能震慑一席 心有歹意的势力 或许 我可以去战场 获取一些剑狱值 是师父的低剑传信 诸天仙界仙弟们 发出号令 让所有仙界的 年轻一代天才 潜去前仙战场支援 好机会 正好趁机 去见识一下 诸天万界的天才们 扎腰除魔 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正好趁此机会 见识一下 仙魔双方的天骄 大家快去准备 我们要离开天云大陆 你真的准备去 仙魔战场 那当然 你没有听到 安师兄说的吗 仙界联盟 将会召集各方天才 前去支援战场 根据表现 基于优秀者 丰厚奖励 先不说奖励如何 我想在那 仙魔战场上 这一次 肯定能见到 各方天骄了 你不期待吗 我当然很期待 那不正好 我们一起去 见识一下 这诸天万界的天骄 再说了 怎么了 请问你不觉得 我的浮空岛 悬浮在这 天云大陆之上 对于某些人来说 就像头顶悬挂着 一柄利剑 让他们不敢动它吗 你就不怕玩脱了 不怕 我留下了不少手段 而且 我还担心 他们闹得不够大 这道剑戟虽然强大 但没宣告一个 剑仙的暂时离开 不知道 这天下会有多少人 如张道友说的那般一样 不甘心地跳出来 恐怕灵霄先帝的地灵 也隐藏不了多久了 现在这天云大陆在 再无人可以抵挡我了 只要我重回巅峰 我尊敬下无敌 你小仙帝 你守护的世界 终将毁灭在我的手里 出发 目标 先摩大陆 遵律 依旧是这样完成 我给你的任务 先王 不是我等不效力 实在是没想到 我不需要理由 我船 你不是号称自己年轻一代无敌吗 给我滚吧 一群飞 先王 真烦 你们给我带来的羞辱 我绝对会给你们一个个算清楚 想要变强 想要变强 什么人 我们还没到新魔战场吗 毕竟这是虚空 除了仙人或者仙界制造的渡空战船能横穿虚空穿梭万节之中 常人进入虚空极王 像张师弟你这样直接带着浮空岛出来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虽然我不擅长练器之道 但还是能感受出张师弟你这座浮空岛的真怪 恐怕已经不下于仙王之气了 毕竟这岛我可是花了大精力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仙王之气 但有无敌界域的范围笼罩住 横渡虚空倒也轻轻松松 就快到仙魔战场之一的血渊战场了 前面就是我们宗门的一个后勤要塞 这就是仙界联盟在这里的后勤点 好壮观 这得多少修饰啊 这只是我们云尼仙界负责的其中一个要塞 类似的要塞在整条防线上数不胜数 这座补偿运用了我云尼仙界 所有练器宗门顶尖技术 阵法师在上面布置层层进法 正是一座座这样的宏伟要塞 我们才把太虚邪魔拦在防线外 守护我们后方的一个个世界 上阶的战争规模竟然如此的浩大 对比天云大陆上的争斗 咱们可真是小孩子过家家呀 等我把剑狱等级提升上去 然后学习强力进法 到时候我的浮空岛也会超过这座古城 张师弟 我已经传书给我师父 我们等会儿直接进去吧 不过浮空岛太大了 恐怕不能进古城的 没事 还好靠着上张仙界的大哥们送福利 升到四级的剑狱 如今可以让我在周深 维持小规模剑狱出道 不然我还真不敢离岛 哼 那我们进城吧 师父 好 我 然而你们下去休息吧 秦文 你和这位张小友 在这殿内少等我片刻 这是我师父 云霓仙界归藏剑宗的宗主 陈毅 你放心 我师父脾气很好的 就是看着冷我而已 我听得到 不用担心 我不会怎么这位张小友的 就像你说的 我只是看着 比较不易近人而已 在下张凡 谢过陈前辈 我的身份 秦文已经跟你介绍了 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想去战场的申请 我已经提交 并且已经通过了 你们哪 不要小瞧万界天交 此次陷魔战场 形势突变 诸位先帝 也忽然拿出丰厚的赏赐 肯定会吸引很多人 你们到了战场 一定要小心 师父放心 团儿磨练许久 自然懂得这些道理 请前辈放心 我和启文在战场上 一定守望相助 你们知道就好 你们从天云大陆 远道而来 先去休息吧 明日 我就会安排你们 跟随一支补给船队 前往血渊战场 多谢师父 多谢前辈 诸位先帝 此次的万界天交争霸 真的只是为了 对抗魔界攻势吗 就怕后方先界 出问题啊 张师弟 师妹 师门其令 我们得暂时离开了 祝你们两人 在战场上大展风采 也祝几位师兄 任务顺利 不愧是 诸天万界的霸主之一啊 走吧 我们也要跟上船队 前往战场了 这浮空岛 就是属于 最近几日 在万界传名的 那个谁来着 张凡 就是他 师妹一箭击败了 上张仙剑的末川 末川 不过是 下二十四天的 所谓天才 击败这样的人 算什么 到时候到战场 我再让这个 来自小世界的 香巴佬 献剑世面 哎 行去漫长 在那岛上 的确比在这船上舒服 师姐 那不如 我们去夺来 算了 会被师父骂的 而且 不过是一个 没见识的傻小子而已 欺负他 也没什么意思 这群家伙 现在领着魔枪了 在战场上 能增强一分实力 就多一分安全 哎 怎么突然看着我笑 我脸上有脏东西 我只是想 你最近名声远扬 而且浮空岛 又如此张扬 等到了战场 恐怕张凡尼 会遇到不少人 到时候 你可有得好受了 我倒是巴不得如此 甚至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发生什么了 遗袭 前方遭遇埋伏 后方传阵 做好战斗准 游凡尼立即前途 援助前营 足以传战游翼 行进四周 到军火慢前进 迎击敌军 老宋 操纵浮空岛出击 不知道是哪个 仙剑的大少爷 来战场 居然还带着浮空岛 估计现在看到战场 就已经傻了吧 让我们 给这些仙剑的大少爷 大小姐们 上上课 你们去把这些小邪魔 处理掉 老宋 你们守护浮空岛 几恩 和我一同 见识一下战场 与军一行 顺便让一些人 改正一下自己的目光 小崽子们 让我看看 谁给你们的勇气 这么嚣张 真是个喜欢做怪的家伙 我们就来比比 谁消灭邪魔更多吧 那就来比比吧 不好 是云尼仙剑的元气纹 不错 这里有个落单仙人 快抓住他 让我品尝一下 人类休闲者肉的味道 看来我也不能落后于其文呀 得好好表现 以后让邪魔见到我 都得落荒而逃 回来了 那是谁 好强的剑意 那好像是最近诸天仙剑内 阳明的一个剑仙 听说来自一个小世界 前段时间击败了上章仙剑的末川 从这一家来看 的确有这个实力 看来又出一个天交了 看他方向是准备去战场中央了 不知道那九大仙剑的天交 见到此人会如何 那是谁 好强的剑意 那好像是最近诸天仙剑内 阳明的一个剑仙 听说来自一个小世界 前段时间击败了上章仙剑的末川 从这一家来看 的确有这个实力 看来又出一个天交了 看他方向是准备去战场中央了 不知道那九大仙剑的天交 见到此人会如何 算了 那是他们天交之间的事情 跟我们关系不大 传令 其他战舰 跟随我 继续清剿负际邪魔 后城道的剑仙 这是谁啊 剑斗修为卢死高神 好一个一万无钱 无可匹敌的剑仪 不过就这样 可别想胜过我 心放剑仙 那是隐移仙剑 归藏剑中的元启文 元仙子 不愧是兽军剑的天交 哎呀 看来本小姐 都是小强的元启文 和来自小世界的张凡了 哼 元启文也就罢了 没想到那张凡还真有点实力 那么我也得展现一下 我们的肥敌力 好 好 这些陷阱隐藏的天交 果然照主人所说 一个个出现的前线战场 绽放出你们更加耀眼的匡忙吧 互相争承 互相思纳 这比你们中只有一个人才是最要眼的天交 刚刚好像有谁在探场呢 将前人见到无遗 仙子英姿大赏 这次就算平手吧 不过下次我一定会赢 哦 我倒觉得会是我 不过 这次魔戒的伏击 总给我虎头蛇尾的感觉 第一次到战场 我也不了解邪魔 不过仔细回想的确 说起来 我刚才战斗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窥视 在那个方向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人窥视你 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或许是你的邻居比我敏感 但若是真的如此 恐怕魔戒之自伏击 是另有企图了 算了 这种事情 暂时还是让那些 仙界大人物去逗疼吧 我之后会把这些事情 和我师父说 还是交给他老人家处理吧 主人 师父 主人 没想到和这些邪魔在虚空中战斗 还挺麻烦的 在虚空战斗真的好麻烦 我们不能出岛像师父你们一样 到虚空中去 只能一通浮空岛 让一些本来我一见就能灭的 要脑给跑了 你们多加修炼 早是卫裂先班 不就没这种麻烦了 我们也能成仙 这当然可以 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的 账法 就像我之前是 有人定上你了 朱雀仙界的刘若霞 南极仙界 神骄欲轻松的徐冲 唉 嘿嘿 元姐姐就不能在介绍我的时候 给我加一些修士词吗 这位就是来自天女大陆的张凡小哥哥吧 刚刚我看到了哦 好强的见到 一般一般 也就跟奇文打了个平手 张凡是吧 你今日的表现 值得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小爷我的身份 元奇文已经和你说了 当了仙魔战场 你别让我失望 张凡小哥哥 元姐姐 我也先走了 我很看好张凡小哥哥 你之后在仙魔战场上的表现哦 不过 待会儿请小心一点 之前那片雷海和那堵红莲 就是这两人吧 是的 别看名声没之前莫穿大 不过 这只是上九届 将自家天交隐藏起来 名声不扬而已 嗯 实力的确不凡 看来这次仙界联盟动作很大呀 我对接下来的仙魔战场 更加感兴趣了 到时候不单单你 我分出个胜负 也能和上九届 下二十四届的仙界天交门 比个高下 这个世界就是仙魔战场之一 血缘战场吗 是的 血缘战场 这座战场除了最古老的几个仙界 无人知道存在了多久 数十万年 漫长的岁月 无数仙魔陨落在制作战场 诞生了这片血雾 虽然血雾基本上都在大陆周围 但战场最中心 就是血雾源头 血雾能迷惑人心智 遇到一定要避开 多谢仙子提醒 不愧是仙魔战场 这直接拿一个小世界 作为战场啊 这里本来也是一个 正常的小世界 仙魔入侵这个世界 仙界联盟只来得及 撤离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随后无数次的大战 让这个世界彻底毁灭 若是之前 没有击败那只太虚仙魔 天云大陆 也有可能变成这样 是的 大家都要加油啊 天云大陆 还要靠你们呢 师父 我一定会在仙魔战场 好好磨练自己 主人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请尚先放心 这就是我们仙界联盟 在轩辕战场的要塞 也是指挥部 那我们好好休息一番 然后 就是期待仙魔战场了 这就是我们仙界联盟 在轩辕战场的要塞 也是指挥部 那我们好好休息一番 然后 就是期待仙魔战场了 朱天仙帝有令 战场表现优异者 将获取三十三天仙界的奖励 你们这些天骄 可别让老道和朱天仙帝 先王失望 准备出征 讨伐邪魔 请尊道宣誓令 我们也出发吧 这就是仙魔战场吗 大家等会都小心 战场上注意保护自己 师父 我们也上了 遇到紧急情况 就使用我留给你们的东西 保命要紧 仙魔战场因为陨落太多仙人 和太虚仙魔 这里大道规则凌乱 对所有人都会有压制 你也要注意安全 你也是 不过 正好我们也继续 之前没有分出胜负的比赛 不管仙帝们的奖励好不好 现在就是我收割剑狱值 增强自己实力的时候 到了战场上的表现 还是那么不错 不愧是天骄 毕竟都是上九天仙界 全力培养的天选之子 继续吧 可别到了最后 连他们都比不过 更别说和我比斗了 那看来我从现在开始 得发挥全力了 从别的战场传来消息 仙剑的天骄都纷纷到战场了 我只想好好战斗 享受撕裂敌人的生命 不管你们这群下午有什么云安的想法 别打扰我享受战斗的快乐 大人不会失望的 接下来血缘战场会来更多的敌人 会让大人你记性的 最好如此 让我一定把你们这群 躲在阴暗丑陆里的岔子 砸成碎片 都来吧 都汇聚到战场上了 散发出你们的光发 这座战场 将会成为你们最后的 怎么又感觉有事情在看着我 而且 是从邪魔那边传来的 还有些熟悉 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吧 每人拿一个 多谢主人 多谢师父 西文 你师父那边有消息传来吗 难道今天 你又感受到了之前那种被窥视的感觉了 而且这次能明显感受到 这窥视感来自邪魔那边 你是担心魔界之前的异动 我们来世的伏击 都在证明邪魔有阴谋 你说邪魔会不会是故意 让仙界将人手调集到前线战场来 故意将人手调集到前线来 我先前听师父说 不单单是血渊战场 其他几个仙魔战场 也都有三十三天仙界的天交过去 各方战场都有天交 你说邪魔会不会就是想对这些 仙界天交出手 当然 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阴谋 你说的很有可能 只是现在后方有动乱 师父去救原师兄他们 无力插手这边 我们先把这些猜想 告诉镇守使道玄圣人吧 哦 也只能暂时如此了 而且这些也都只是我们的猜想 以后在战场上小心一些吧 感谢原师姐和张师兄的提醒 道玄圣人让我告诉二位 他们之后会多加注意邪魔的动向 召唤武有何事 主人 有人察觉到战场的不对劲 道玄那家伙 可能会有所应对 放心 一切其死都已经布下 这盘棋局 谁都无法阻挡 让他上来吧 铁武主 祝魔尊安好 你们四邪神 向来和我们其他魔戒 两相安好 互不打扰 现在你们是准备做什么 我们都是那些人口中的邪魔 以前互不来往 不代表不能彼此合作 好一个甜言蜜语的女娃 好想把你夺过来 让你加入我们魔戒 成为姐妹 不加入魔戒 我也能和魔尊大人 你成为姐妹 那就不必了 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 不过是一个仙切的小男孩 我出手 肯定将他收入群下 我也会精心准备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主人和魔帝 也正等我们的好消息 上线 月连他能成功吗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的徒弟 不过成个仙 多简单的事情 不愧是上线 你们啊 都好好加油吧 成功了 月连也成为剑线了 恭喜月连小姐 恭喜师父 恭喜月连小姐 恭喜师父 没给师父我丢脸 以后啊 也好好表现 不愧是我们各仙界的天骄 战场表现就是不错 但没想到血缘战场 会有一个小世界的天才 表现不善于仙界天骄 好像是叫张凡是吧 张凡 我一定会报仇的 但现在 我需要继续迎人等待机会 掌柜 你见过一个英俊秀朗 带着锋利气质的男子吗 我们九四没这样的人 你要是想找人 我可以帮你找 我在找墨川大人 我是一个小世界飞升上来的 见过墨川大人一面 听闻他最近消失了 墨川那个废物 墨川大人才不是废物 我相信他一定会击败那个什么张凡 这是我的追随者 可恶的墨川 一个废物 居然能让这么漂亮的仙子清末 仙子刘伯 你为何要找我 墨川大人 你刚刚救救九四 川哥哥 你一定会成为仙剑大人物 一定能打败那个张凡的 那是当然 我可是上张仙剑 见到天资第一的墨川 我相信川哥哥一定可以 我师门有双修功法 如果是川哥哥的话 我愿意 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你会永远记得你对我的帮助 清末于我 就看最后是谁里有谁了 镇守使到玄圣人 让联军收兵撤退了 近段时间的魔际联军里 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一代 你说我们的猜想 会不会是错的 或者只是在迷糊我们 又或者 有人并不介意 将自己这边的天骄 也一起送了 也对 毕竟是邪魔 和盟友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有些东西 还是我们自己调查一下吧 我对邪魔想做什么 还真的有些好奇 对了 我从云云仙界 其他宗们得到消息 又有新的援军 要到薛园战场 其中有上张仙界的人 又是上张仙界的人 好麻烦 刚刚才聊到他们 几乎一转眼 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那家伙 我记得叫啥来着 墨川 嗯 之前被你一箭击退 这 居然派了这家伙来 不知道上张仙界 又准备做什么 春哥哥 怎么了 你看到哪个熟人了 没什么 随便看看 熟人 这段时间 我对这两人的恨意 那是发自内心 的确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熟人 莫川 这可是先王陛下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这废物 可别再坏事了 不然 亲手起来 也不知道仙子 你看中这废物什么 还跟着他来战场 走吧 废物 希望你以后别后悔 春哥哥 只要拿到我偶然得到的 那张宝图上的洞斧 你一定修为大尽 到时候好好教训这群员 好的 我不管你想做什么 哼 只要能让我实力大涨 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幻蝶魔尊传来消息 他已经来到轩原战场了 很好 一切都照着计划进行 不过 我主让我好奇的一句 你家主人去哪儿了 我的主人 当然是寻找能满足他欲望 能给他带来艺术享受的人去了 你家主人 不会针对对面上九天中的 某个先帝出手了吧 这批援军的到来 我们在战场上力量就超过魔戒联军了 而且之前云尼仙剑的小姑娘和那个小家伙的提醒也让我很在意 避免夜长梦多 我们准备直接发起决战吧 镇守时准备全力发起进攻 一举结束血缘战场的战斗 召集我和你去镇守府 原军刚到就发起进攻吗 大概镇守时 插着到邪魔 真的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吧 你们到时候自己小心 这次不要冲动 首先是保护好自己 师父放心 我们到时候会依托浮空岛战斗 一有危险就跑回来 晚辈张凡 晚辈袁启文 见过这种事到选圣人 之前魔戒联军异动 我派人调查发现 邪魔似乎蕴藏阴谋 现在援军到来 我准备立即发起进攻 辛苦你们几个刚到就要上战场 但为避免夜长梦多 立即进攻 能让邪魔猝不及防 就算不成 也能让邪魔露出马脚 师父我会为你们请攻 敬尊圣人法令 辛苦你们几个刚到就要上战场 但为避免夜长梦多 立即进攻 能让邪魔猝不及防 就算不成 也能让邪魔露出马脚 之后我会为你们请攻 敬尊圣人法令 你们也要好好表现 现在可是天骄争霸时刻 若能彻底结束 血渊战场的存在 你们的评价 将会远远超过其他天骄 是 之前你们表现都不错 这一次就让我们彻底分出高相 小爷我可要发挥权力了 元姐姐 这次妹妹我可也不会让你了 我们也走吧 回去准备 一群家伙 竟然完全当本公子不存在 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想做什么 但张凡 袁启文 我现在实力可是已经远远超过以前了 仙剑偷袭了 快去放光各位大王啊 刀蛇老头 你们仙剑连军竟然自食过路 所有人立即发起攻击 这个魔头由老夫来挡住 刀蛇老头 你只以为我们一点宝贝都没有吗 邪魔怎么会知道我要发起进攻 你 哪也才不管那些硬钩里的毛鼠 现在刀蛇老头 你先和我分成胜负吧 只能希望邪魔想不到我会全军出动 伤范 你们可别让我失望了 看来邪魔在先进联军里有力硬 那又如何 联军进攻蓄势待发 已经不可能停下 上吧 原姐姐他们出发了哦 小爷又怎么能在这时候退缩 下令所有人 跟我冲进去 直接从这里攻入城堡内部 秦温 你帮我掩护 小心一些 我总觉得这次总攻 邪魔的反应有点奇怪 哪来的仙剑小辈敢在这里嚣张 恶小的羔羊 你只能成为无主脚下大地的泥土 用你的鲜血和恐惧 去契约伟大的弩神啊 封锐的剑剑 我刚刚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 封锐 竟能扛下我一剑 你似乎不简单啊 张凡 这座偏定可能有问题 怎么了 如此强大的队神 干掉你肯定能取悦无主 拿命来 那我先解决这只太虚邪魔 好好把这里查一下 就是这股剑气 就是这直通大道的剑意 快跑啊 老大被干掉了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 看呢 我也是刚刚发现 这座偏定下面 有这样一个阵法 这阵法 什么效果 吸收生命 精气 血气 但好像 还有别的效果 别的效果不管 吸收生命 精气 血气 然后呢 将这些精气 血气吸收汇聚 能发挥很多作用 作为阵法 仙气的力量来源 以及直接增强一个人的实力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会不会整个魔戒联军城堡下面 都有这样的阵法 以及邪魔准备做什么 而且 这样的阵法布置花费时间必然很久 魔戒的这个拎谋 准备到哪个地步了 恐怕魔戒 早就知道我们准备发起总攻 甚至有可能这四大战板 就是他们的预谋 阵守使无控抽手 我们先去别的地方查阵 同时通知后方吧 现在担心更多也没用了 而且你放心 有我在 我们带人分头探查 在那座高处的大殿会合 好 各位兄弟 事情危急 接下来 还请各位随我冲锋 这座偏殿果然也有阵法 恐怕 真的整个城堡 都布下了阵法 不用追击残敌 立即去下个大殿 我去打通其他大殿 不知道启温那边情况如何了 原先自已经击败大魔 诸位兄弟 别让这区邪魔跑了 连续两座偏殿都有阵法 这群邪魔到底想做什么 所有人 立即撤离城堡回到船上 这座城堡恐怕已经变成了一个陷阱 你 张凡 你这里情况怎么样 每座偏殿都有证问 无论仙魔 血气 都在被这座大殿汲取 事情严重 我必须亲自告知几位长辈 两个新智的小家伙 恐怕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事情严重 我必须亲自告知几位长辈 两个新智的小家伙 恐怕 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请问你去汇报吧 这里 交给我来处理 嗯 那你小心 赵凡 小家伙 你是不是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不说我来处理 你就给我待在这里 这些 似乎有些不对劲 我们一起上 小子 虽然你看起来有点可适 但你太跑了吧 本座最喜欢灭你这样的天才了 我的剑狱头预范围还小 还好你们四个傻子自己撞进来了 哼 这样的力量 怎么可能在这个小废的身上 请问离开了 那我就先看看 这个大概率是 五中阵眼的大殿里 是什么情况 刚刚那是什么 居然让我忽然浮现出一些久远的记忆 大人 您刚刚发现了什么 或许我找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继承者了 真是有趣 外面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几个给我过去看看 不用去了 我自己进来看看 你们邪魔到底在做什么 你来到这座大殿 就说明前面那群废物 都被你们仙剑的人干掉了吧 果然 这座大殿 就是脚下这座大殿的阵眼之一了吧 没想到你们仙剑 这么快就发现这个阵法了 不过 小弟弟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 对啊 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够了 狂妄的小家伙 你去龙统为你的年薪积伤后悔吧 上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来临 算了 你的实力很强 看来我无法阻挡你 不过我有个建议 这里发生的事情 不是小家伙你能掺和的 不如先考虑逃离这里 保住自己的小命吧 不用说 你可以离开了吗 你 你做了什么 先来刷出你的行魔 到底在做什么吧 公子我坦白 只要你饶了我 我马上告诉你 我马上告诉你 我去制高中 有人准备炸了血缘战场 拿走世界本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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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大的主人 放过你最为的仆人 救我 世界的本源 看来这血缘战场背后的阴谋 比我和秦文想象的 还要复杂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仙剑有天骄攻破了前面的防守 正在朝这边而来 你确定 嗯 我已经派人过去处理了 先帮这个仙剑小子完成改造吧 什么 这是我派去处理前面事情的手下 外面这事发生了什么 你们邪魔就不能把剑中内弄得明亮一点 只有一个人 却不能让这小子 后悔主人和魔神他们的计划 我们一起上 小子 哪里 一个九幽邪魔 一个太虚邪魔 你们这招待 为民也太热情了吧 哦 我记得你们邪魔也是分成两位 彼此互不来往的吧 算了 我对你们邪魔怎么样 不感兴趣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啊 会在你们邪魔的城堡里 见到曾经的手下败将 张凡 我也没想到 你居然能来到这里 张凡 你绝对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 等我完成这次改造 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 啊 张凡 云七文 你们都给我等着 你们希望找人做内奸的时候 能不能找个正常人啊 而不是这种脑子发育不良的 是关主人和你家陛下的大事 魔君还请全力出手 小子 你的确很强 但我已经召唤了魔尊 我一定要让你小子知道 什么叫做自寻末路 我倒是很期待 你把你们这位魔尊 快点召唤过来 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 还是脑子天生有问题 魔君 灵主大人不好了 外面又有仙界的两个年轻人 带人打过来了 你们仙界的天骄是不是都有问题 一个两个都这么喜欢逞威风吗 哈哈哈 没想到这这一个大魔 居然能有意外发现 哈哈哈 没想到这这一个大魔 居然能有意外发现 刘师妹 这里有一个魔君和一个魅魔领主 哈 徐师兄 我们先把这几只 贴了一路的大魔力处理掉吧 不过战果是谁的 就看谁手快了 这几个仙界天骄都不简单 恐怕我们得先撤 为了魔神和陛下的荣光 都给我上 走 带上莫川 来 不好 这两魔头 要带着莫川这小子跑路 刘师妹小心 这七夕 用魔钻过来了 不好 神秀护身 白妞 朝风 这俩倒霉孩子 可都和这家专业户一样 啊 徐师兄 刘师妹 你们两个没事吧 张师兄 张师兄 快走 这里有魔尊级别的探讯邪魔 先不管魔尊的事情 啊 果然 这几个家伙趁乱跑了 想走 落小楼椅 你们竟然敢打扰伪道主人的计划 消除你们的性命当作赎罪吧 看来我们三个只能联手拼一下了 要是实在不行 你们两个先走 我会拖住他 放心 有我在 而且 我现在需要马上去向镇守使他们 汇报一些情况 神族的小子 是不是太不把我这个魔肉当盘菜了 小爷我现在没空理睬你 啊 啊 这 怎么可能 张无坟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居然一剑就把那家伙灭了 诶 张师兄 你刚刚说有事情要和镇守使他们汇报 是你发现什么了吗 事情紧急 我们边走边说 哇 这就是张师兄的浮空榜啊 仙剧灵气充沛真是仙家伏地 上仙 您怎么突然回到了岛上 我有事 要去找镇守使他们 这两枚果子 你们先服下疗伤 然后我们再出发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啊 赴镇守使大人已经知道你们到来 让我带你们进去 跟我来 赴镇守使大人 正和其他大人商讨 如何应对邪魔可能的阴谋 你们几位 还请在这里捎待片刻 张凡 你怎么也来了 还是和徐师兄刘师妹二位 一起过来 在奇闻 你离开后 我击败了那几只大邪魔 然后进攻了 镇压邪魔大阵辅助阵野的大殿中 期间 我抓住了一只魅魔 那只魅魔 在被我逼迫 说出邪魔的阴谋真相时 突然化作灰烬 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残缺的情报 除了邪魔们 收集战场上的血气之外 有魔界中的制高者 欲谋掠夺走 血缘战场这个小世界的本源 什么 你说的可是记记属实 绝无一句妄言 附阵首使大人 若这个情报是真 恐怕整个血缘战场的联军 都处于危机之中 立即铭机收兵 让那些长老们 随我一同出手 击退嗜血摩尊 让道玄大人 回来主持大军 你们送来的情报 很重要也很及时 事后道玄大人 一定会给你们论功奖励 张帆 你刚才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 总觉得 你刚刚好像 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现在手里也没有证据 所以有些事情 不能说出来 难道 和上章仙界有关 是莫川吗 不愧是齐文宁 果然冰雪聪明 让你猜中了 那个上章仙界的莫川 我记得和元姐姐你齐名 他怎么了 之后再说吧 我们先去准备撤军的事情 我们先去准备撤军的事情 卑鄙的仙界卫君子竟然已多欺少 所有联军士兵听令 全军 撤出城堡 不愧是我仙界的英姐 多亏你们发现那情报了 你们的功劳 事后我会上报仙界 你们先好好休息吧 立即组织大军撤离 通知后方留守部队 放弃所有物资 暂时离开血缘战场 啊 莫公子回来了 多亏莫公子断后 不然我党 不能如此轻松撤离 躲避邪魔的阻击 多谢莫公子 救命之恩 大家都是同袍 战场上互帮互助乃是道义 不用如此 我们也先离开主舰吧 这里人多事杂 徐师兄和刘师妹要是不介意 不如去我岛上休整一番 哼 那可就功劲不如从命了 我对张师兄 你岛上的仙果 可是非常感兴趣呢 老宋 你们操控浮空岛 跟随大军撤离血缘战场 做好防备 我觉得邪魔 不会这么轻易让我们离开 张师弟 那个上张仙界的莫川怎么了 张师弟 那个上张仙界的莫川怎么了 你们都记得那座大殿吧 就是我和刘师妹 与张师弟你相遇的那座大殿吧 嗯 我和齐文发现了 邪魔在整座城堡下布置的阵法 那座大殿 就是整座阵法的辅助阵眼之一 在你离开后 我进入了那座大殿 在阵眼中心看到了莫川 一个魅魔领主和一个魔君 在为他护法 当时我正准备出手 你和刘师妹就来了 再然后就是来了一个魔尊 局势混乱 魅魔领主和魔君 带着莫川偷偷溜走了 啊 这件事情必须上报镇守时 我们没有证据 只有张师兄看到了 而且 刚才你也见到了 莫川他貌似在战场上 表现很不错 本公子最烦的就是这群口阴谋诡计的家伙了 一个领主和一个魔君 给一个仙界添加护法 邪魔的图谋恐怕不详 上线 前面仙界联军遭到邪魔攻击 哼 果然邪魔有所准备 不会轻易让我们离开 所有人不要惊慌 全军突击 随我击破邪魔 张凡公子无敌 兄弟们 冲 哇 不愧是张师兄 直接一人一剑 就击穿了邪魔的阻击 看来邪魔还想把我们留下 毕竟布下这个大阵 邪魔肯定花了不少精力 所有人不要与敌人纠缠 立即撤离 传令 大军到太虚后停下休整 让战争古城也尽快离开血缘战场 与我们会合 大军怎么停了 大概是为了等战争古城和留守的部队前来会合 我那边有人传来讯息 镇守使大人 想将战争古城留在血缘战场外的太虚 到时候还会留一部分人在这里 防止血缘战场的世界本源被邪魔夺走 师父 你们快看 战争古城和最后部队跟上来了 不愧是仙界为了邪魔战争打造的战争武器 的确小大 诶 那是什么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这 这整个血缘战场居然爆炸了 这些邪魔 居然连自己的人都不放过吗 战争古城 还有去接应的舰队都没有跑出来 邪魔宁愿牺牲血缘战场 数以百万的底层邪魔和无数大魔 也要夺取世界本源 他们之后的阴谋算计 恐怕所求甚大 邪魔居然把整个血缘战场给炸了 战争古城和部队都没来得及逃出来 直接撤军吧 邪魔已经达成自己在轩缘战场的谋划了 此事重大 我会亲自回仙界禀报 联军到了据点就解散吧 各位英杰 镇守使大人有令 此地局势复杂 大军立即撤往后方据点 张师兄 袁师姐 你们不去别的战场了吗 我师妹还有一些事情 我需要去帮忙 那张师弟呢 我出身的小世界天云大陆 本身也有些麻烦需要解决 而且我带来了不少人 他们也需要回去修整一下 消化一下自己在战场上的收获 好吧 这也没办法 不过我准备在战场上磨礼一段时间 我和徐师兄一样 大概也会去别的战场磨礼一段时间 到时候就看我和徐师兄谁更厉害啦 那我和齐文就在后方 等着你们明阳诸天万剑啦 你准备回天云大陆 是的 玉莲刚成仙 也需要沉淀一下 好吧 那我们也要暂时分别一段时间 我有点担心 安师兄那边的情况 这些人参谷你带着吧 万一有什么事情记得告诉我 我一定来帮忙 好 若是遇到麻烦 我一定会找你 小子 你就是天云大陆的张凡吧 这位前辈 不知你阻拦我等 是有何事吩咐 哼 与你仙界的小女娃 这是和你无关 老夫只是对你身边这个小子 有些感兴趣 小子 你身上有让我怀念的气息 你失从何人 我感觉这人不怀好意 我全是自己修炼 并没有办事 老夫也有些怀念曾经的友人 让我亲手来感受一下 何匹夫 折头挡脸不敢露上的储备 在这嚣张什么 怎么可能 我的无敌剑狱一直纵横到现在 从未遇到敌手 很强大的剑意 不过似乎和他的力量有些不太像 你 老匹夫 且再吃我一剑 或许是继承了他的剑道 但真让我失望了 只学了皮毛的小子 怎 怎么会 不 或许是继承了他的剑道 但真让我失望 只学了皮毛的小子 怎 怎么会 不 建议遭受强大力量攻击 超越速度承载上限 系统将启动紧急避陷功能 没想到居然有人能从老夫手下逃走 算了 本就顺手而为 算那小子好运 张凡 你受伤严重吗 师傅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有大道坚毅护体 没怎么受伤 那就好 这个神秘的黑袍人 似乎对张凡你的传承很熟悉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自己身上的传承 完全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被这个神秘黑袍人针对 我这无敌监狱哪来的传承 只有一个系统而已 张凡 你近段时间 要小心一点 根据他的话 这个神秘黑袍人 这段时间 必定一直在暗中观察 轩云战场 或许和邪魔的阴谋有关 需要我留下来先帮你的话 不用不用 你先去忙师门的事情吧 安师兄那边 应该情况挺极的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哼 你放心好了 那你注意安全 我们回天云大陆的南荒吧 大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消化一下自己在战场的收获 我先回去休息一下 赏仙放心 我这就操控浮空岛回天云大陆 师父他会不会受伤很重 却瞒着我们 玉莲小姐放心 这段时间我们会守护好浮空岛的 系统 打开面板 监狱遭受外力重创 需要能源恢复 现在只能保证初始状态 紧急补偿做主一个功能 监狱化身 啊 我辛辛苦苦升级得到的功能 居然都失效了 不过还好给了我一个化身 哎对了系统 我该去哪寻找能源 来修补监狱受到的重创 这个位置 是东里沿海地区 貌似离陵渊古城 和天云大陆十大险地 不禁渊海很近 为什么监狱需求的能源 会在那里 算了 去一趟就知道了 而且我也真的很好奇 无敌剑狱到底是什么力量体系 还能给那个神秘黑袍人 一种熟悉的感觉 尊主 传闻离开天云大陆 飞升天界的间歇浮空岛 最近南荒 又有人看到了 不过有人看查发现 浮空岛开启了防护阵法 连海上宗的弟子都进不去 里面也没人出来 尊主 您说呢 没人进得去 里面也没人出来 算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但派人时刻盯着那边动静 是 之前不是说 浮空岛上那个剑心小子 被叫去船门中的险魔战场 莫非在险魔战场上 受到重创吗 张小友的浮空岛虽然回来了 但这闭门不出的状态 恐怕反而会刺激到一些人的野心了 不行 不能等下去了 准备礼物 老道准备上门拜访张小友 还有 统治所有太上宗弟子 紧盯那些魔道的动静 还好没被这群人发现 山坑 走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以前就听说陵渊古城 是有名的修士之城 的确名不虚传 主人 咱们来这儿是有什么事情吗 还记得上昭仙界派人来我们天云大陆 是为了什么 我有点怀疑 我的传承和灵霄先帝有关 啊 我们去这陵渊古城里 买地图和物资 然后就去吴去渊海吧 这就是天云大陆的十大险境 来的修士的确不少 主人 您说那位大人的墓真的会在这里吗 我当然也不确定 毕竟我又不是那位大帝的后人 我只是怀疑我的传承和大帝有关 而我对这边有感应 好吧 之后除非情况紧急都你来出手 我怀疑 早有其他世界的修士 潜入天云大陆 四处寻找灵霄大帝的灵墓了 主人 您放心 有我老猪在 这些人一个个都给他们收拾妥当 我怀疑 早有其他世界的修士 潜入天云大陆 四处寻找灵霄大帝的灵墓了 主人 您放心 有我老猪在 这些人一个个都给他们收拾妥当 大家准备 无尽渊海快打开了 按照我们陵渊古城所有宗门的公约 进渊海后各凭天灭 但在晋雪河出来后 谁敢随意出手抢夺他人之物 就是与我们陵渊古城为敌 远海开启 各位道友请有序进入 提前祝各位天命垂帘 收获丰厚 走吧 进入后照我的指示请动 小心所有人 老朱 往东南方向走 我们直接越过上面几层 去渊海底层 这气息是幽左 你去通知大人 又有别的势力来到无尽渊海了 两位 这里暂时不欢迎新人 请二位暂时离开这里 你去藏头藏尾 不敢露面的鼠辈 也敢在你们爷爷面前撞枪做事 净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 竟然不愿意离开 你们俩就永远留在这渊海中吧 一群人打两个都不敢立即动手 你们会不会修仙呢 可恶 阿树无礼 一箭不精 谁给你们的容器在冤海这么嚣张 看看 你们完全打不破我防御 努力又无力的表现 真是龙蝇一般的存在 喂 童然你干嘛拽我 走吧 没时间和他们浪费 在仙魔战场 我不是谁都打不过 只能憋着 刚刚不小心就玩嗨了 这边聚集了这么多人 是不是发现什么宝贝了 见者有份啊 你们没有派人拦着他们 看来我安排在七层入口的人 都被二位干掉了 二位这是来者不善啊 又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 别浪费时间了 我的目标就在里面 真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 我们都在这里花费这么久精力 都不想被人捣乱吧 我总花费无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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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让他人和人不乐 我人和 这是鸡鸡歪歪 不给爷爷让开 好强大的妖力 这怕不是要成为妖仙了 不好我们被耍吗 所有人都给我攻击石柱 把他们都给我拆了 把他们都给我拆了 一群修行都收到狗身上的废物 也有我看着汉后 就真把爷爷当汉子了是吧 你们加油 这两个家伙该不会知道里面的宝库到底有什么吧 这些石柱法术让我觉得有些熟悉 而且那张令人愤怒的剑嘴 你的意思是 这个憨厚汉子 可能是南边那位身边那只猪妖化刑的 那岂不是说 刚刚那个青年就是 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 那岂不是说 那能让那位心动的宝库 里面的东西恐怕 看来这个消息是瞒不住了 必须得考虑如何才能利润巨大化 这是张明陛下 派往天云大陆的密探发回来的消息 难道那个小子 刚回天云大陆 就引发什么大事了 什么 疑似天云见仙那小子的人物 出现在无尽冤海中 有可能是先帝陵墨的宝库前 这消息必须尽快传回上张仙界 务必让先王陛下带人过来 主人 我们现在进来了 那该做些什么呢 自从进入这个冤海之后 就一直感觉有什么在吸引我 在这个传说可能是祖龙的龙头内 这种感觉更强烈 山康 跟上我 林爵告诉我 就在这身处 主人 那外面那些人 虽然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但还是能隐约感觉到一些 后面那些人愿意跟着 倒霉了也和我不关 主 主人 这里不会真的是 灵霄先帝的灵墓吧 我怎么感觉有点阴森呢 灵霄 灵霄 今十万年过去了 为何你还要置我于此地 灵霄 今十万年过去了 为何你还要置我于此地 主人 这 这里不是灵霄先帝的灵墓 反而可能是他镇压敌人的地方 那我们还不快 你怕什么 为一个仙帝都用手段镇压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有谁还能够活得好好的 主人放心 接下来老祝我给你开路 灵霄 这里难道 真的是灵霄先帝之墓 那些仙界仙人不惜穿越虚空 也要来到我天云大陆寻找的仙帝传承 莫非就在这里 快去通知宗主 将消息传出去 防止那些大宗门封锁此地 主 主人 我们不会是到地府了吗 就算到了地府又怎么样 那 主人 你说我们会不会走过桥 就回不来了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跟上我 灵霄先帝留下的这个墓地 恐怕不简单 要小小之北这个暗中出手 有本事献身替我老祝正面打一架 不过是弓样拉枪毒 难怪只看我的暗处 老祝别管他 我们继续前进 主 主人 你的样子突然变了 你放心 你现在也像个猪师一样 主人 我们这样不会真的没了吗 这只是一种假象 或许 灵霄先帝曾经想用这种方式 以死诞生 隐瞒天道 过了永道 就算是真的进入这座陵墓了 走吧 看来到了 主人 这大地 为何在这永道里不知这么多的光骨 而且好像里面都有力骨呀 大概是大地镇压的邪魔 希望后来者不要太过贪婪 打开光骨 我都有点想留下来看好戏了 这感觉像是我在演艺剑宗时 一本典籍里记载的镇龙台 看来这里真的不是灵墓 而是灵霄大地镇压某屋的地方 主人 你刚刚说的话 让我甚得慌啊 让一个大地镇压的存在 你说 他会不会等会儿突然出来啊 终于有人进入这座陵墓了 灵霄老贼 能站住传承之人的身躯 逍遥万剑 老子 得到灵霄老贼的传承 就兴兴兴的称敬一击 嘿嘿嘿嘿嘿 感谢灵霄老贼啊 一个被镇压几万年的废物 不会被本大爷吓得不会说话 哼 我很好奇 你被镇压数万年 还能发挥出多少实力 小辈也敢小觑于我 你要禁锢你的人神 让你看出 用你的身躯 走出这座阵龙台 城邦天云大陆 果然是被镇压了几万年 憋坏了脑子 小辈 想我卸出你的身体吗 什么 小辈 你这剑意 你果然就是 你小老贼的传承之人 等我找到更好的身躯 你将你挫骨扬魂 这是 这 这是 可死不少这一局 我就留下了对比我的手段 啊 本以为还要消耗剑云分身 仅剩不多的力量 没想到这龙台本身 只有镇压着月气黑龙的布置 没想到过了快十万年 才有人进到这里 鱼香 我就知道你早留下的手段 对付我 留了手段是没缺 不过倒不是为了对付你 小家伙 你很不错 刚刚就算我没出手 想必你也能轻松镇压这条小蚯蚓吧 啊 不过是一条 失去肉体 被镇压了数万年的 放屁 大爷岂会被这眉毛小孩给打断 虽然我只是他的一里面头所挂 但寡人允许你开口了吗 好了 小家伙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在外面 得到他的传承和一部分力量 不过既然你来了 我也该完成我的使命 没什么 来 哥 老师 主人 这么大一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小老贼 你准备做什么 我错了 放过我 我会安稳站在这阵楼台中 主人 这么大一条路就变成这样了 我不会再拖嘴了 觉醒了血脉之力 而且似乎还净化了血脉之力 你身边这只小猪 天赋也不错 追头大耳的山坑在您老人家口里 竟然变成了一只小猪 算了 您是老大 您说了算 小家伙 我察觉到你体内还有另一股力量 这颗龙珠正好可以帮助你修补他的本人 这是他汇聚前半生所学的天云剑经 也算是灵霄剑经的前置功法 也因为我是他的一里念头所画 就小瞧了我的见识 小子张凡 在此正是拜谢灵霄先帝 张凡是吧 小家伙是个俊杰 你做他的传人 那我也放心了 新帝 您这话的意思 我本就是他一里残念所画 任务就是引导前来此处的传人 你来了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自然也该消失了 不过 我也还有他留下的一里力量 正好离开这个世界前 帮你吧 这是 那好像是无尽深渊的方向 这究竟是谁啊 难道我天云大陆又出一位剑仙了吗 或许是剑道仙宝 速去此处 张凡 这灵霄剑经我不及他万分 你要加油 不要坠了探的名声 他真正的传承 其所在之地 我也传入你石海之中 张凡 祝你五蕴昌龙 走吧 我们也该回去岛上了 哇 主人你看 走吧 这里不是九流之地 我们现在就回岛上 灵霄大帝的气息 果然就在这天云大陆 得在其他势力到来之前 找到先帝灵墓 天云大陆出现在万界世界中 有如小招行于滔海 不知何时就会轻负啊 师父你回来了 这次出行顺利吗 一切目的都达成了 接下来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玉莲 浮空岛就交给你 守护一段时间 刚刚师父把福空岛交给我守护 是不是证明在师父心中 我已经变得非常可靠 能帮上他了 是是是是是呀 我也要努力加油 追上玉莲了 不然都帮不上上心了 系统 已获得能源修补损伤 所有功能都已恢复 察觉到宿主获得直通大道的剑金 宿主剑道修为将对系统等级提升有加成 系统的意思是 我现在也能修炼 并且修炼也能获得经验来提升系统了 因为剑狱的能力 我这段时间一直使用大道剑狱 这让我感悟天云剑金速度非常快 修为得以飞快提升 接下来我要全身心修炼 这样就算系统再受到重创 也不至于毫无自保能力 各位 别忘了这里可是天云大陆 张凡已经从仙魔战场归来 我们可无法在这里待太久时间 大家都已经确定 这股气息就是十万年前 莫名消失可能已经陨落的灵霄先帝 那就各凭本事吧 好 本公子也赞同 各位 被我得了灵霄先帝的传承 可别怪你们背后的大人物怪罪你们 明明是我天云大陆的机缘 却被这些天外势力霸占 哼 那领头的都是仙人 我天云大陆到现在 只有南荒那位剑仙 面对诸天万剑自然无力 等我成为那位剑仙一样的仙人 我一定会守在界外 不让这群人 肆意地行走在我们天云大陆 那些仙人 是在下面直接打起来了 难道他们真的找到灵霄先帝的灵物了 可恶 究竟是谁 各位 已经有人在我们前面进入了秘境 拿走了灵霄先帝的传承 你们之后决定怎么办呢 你觉得会是谁 若是那位张凡 我们恐怕得先离开天原大陆了 我倒不觉得 各位都是修炼千万年才位列仙班 难道要在一个小辈面前仓皇逃走吗 而且 我不知道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命令 我必须找到灵霄先帝的传承 各位都是修炼千万年才位列仙班 难道要在一个小辈面前仓皇逃走吗 而且 我不知道你们得到的是什么命令 我必须找到灵霄先帝的传承 各位 那不如我们派人先暗中去南荒调查 好 然后我们去玉外好好商讨一下 玉外仙人恐怕不会就此放弃 看来老道得去南荒捡张道有一番了 师父 这里就是那位剑仙的浮空岛吗 周围隐藏着好多气息 他们 都是些萧宽之辈 无妨 倒是张道友的浮空岛 怎么自从玉外归来 就一直开着防护阵法 难道在玉外受了伤 但传闻他也去过无尽渊海 吴辈不争气 只能靠张道友平天天云大陆 走吧 我们先上岛 什么 这时候张凡他闭关了 师父他带着山康去了一趟无尽渊海 回来就直接闭关了 不过尹前辈 你放心 我现在也是卫蕾先帮 已经突破到散心修为了 没想到去了一趟仙魔战场 玉莲小友 你居然也飞声成仙了 这真是 看着玉莲小友 忍不住感慨老道 这千年修行 真是为了狗 我现在局势有点复杂 玉莲小友这段时间 就要麻烦你了 道长放心 本小姐正想找人事件呢 若是你师父出关了 请告知老道 无尽渊海那边降临了不少狱外势力 老道得去召集正道宗门 商讨如何应对 第一次见到师父这么严肃的闭关 线人传来情报 千云大陆第一宗太上宗宗主 南荒返回太上宗 随即召集正道宗门 看来那位名阳三十三仙界的天云剑仙 出了差错 我们接下来 可以暂时忽视周围的存在了 本大爷还想和这小子交手一下 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真的天骄呢 各位 准备一下吧 灵霄新帝传承初事的消息 已经传回了仙境 若是我等出手慢了 恐怕到时候 争夺的人更多了 本公子早已安排了下面的人 就先走一步了 陛下筹下筹谋多年 又岂会让你们背后之人 染指灵霄新帝的传承 所有人都无法逃脱陛下的谋划 士魂 准备取久 你该按照计划开始行动起来了 本座早已安排好下属 就等使者宁传来命令 那就好 事后会向大人和陛下请攻的 真的把本座当作招之急来 挥之急取了家船了吗 诸位上仙 老道天云大陆太上宗隐玄 代表天云大陆修仙界 见过诸位仙人 老道长客气 各位道友今天来这里 是不放心我们吧 上仙开玩笑了 天云大陆避世数万年 诸位上仙降临 乃我修行界大事 自然得好好招待各位上仙 招待那就不用了 老道长放心 我们也是仙界联盟管辖内的实力 同属正道 自然不会在你们天云大陆 自以妄为 老道自然不会怀疑诸位上仙 老道唯恐招待伯州 若是上仙有事需要帮忙 开口便是 天云大陆的这些正道巨拨们 果然都来了 计划开始得很顺利 魔尊大人 所有人都已经按照计划开始行事了 也学那个牛鼻子老道 现在带人在无尽深渊 正道群龙无首 不愧是魔尊大人 算无一策 小家伙 时辰之后本座不会溃疼你的 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不用向我汇报了 是 魔尊大人 那小的 就先告退了 天云简先 等我事成 整个天云大陆都在活在我的手里 众弟子在坚持片刻 我已将本罐遭受魔道袭击的消息 传给周围同道宗门 哈哈哈 守经老家伙放弃吧 你们不会有人兵的 你以为就你们正一冠被我们围困吗 哈哈哈 什么 你们魔道 难道 哈哈哈 守经老家伙放弃吧 你们不会有人兵的 你以为就你们正一冠被我们围困吗 哈哈哈哈 什么 你们魔道 难道 哈哈哈哈 魔尊大人破风而出多时 一直隐身不出暗中谋划 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虚伪的正道租门 放弃警惕 以待时机 不好 魔道所图甚大 还有那个什么魔尊的存在 竟然已经暗中一组魔道 人道渺渺 仙道茫茫 众弟子 我等修道 是为了妒疾 也是妒人 为了天鹰大陆苍生 我等该护道现身了 你们两个是我正一冠年轻弟子中最强大的 我会率所有弟子掩护你们 必须把这里的事情告知在无尽冤海的灌主和其他正道宗门 长老 老到等会儿就会舍身爆发 为你们创造机会 速走 想跑 快走 走 你要让长老他们的牺牲 好无意义 长老 有两只漏网这鱼逃出去了 要不要弟子带人去 不用了 就算尹玄那个牛鼻子老到知道了 也已经迟了 继续按照计划行事吧 这些欲外仙人这段时间什么都不做 却更让老到内心不安了 宗主 诸位前辈 大事不好了 凡是太深崩于前而色不变 一路星于左而目不顺 宗主 正义冠灯被援无数正道宗门 突然遭受魔道袭击 正义冠内留守弟子只有两人 逃出来到陵渊古城 其他宗门 丧无消息 什么 何时暗中恢复了力量 如此动静潜伏的暗子 竟然毫无情报传回吗 正义冠究竟如何了 我那两弟子现在何处 伤势如何 弟子已经安排他们疗伤 他们 一位世界昏迷前告知弟子 正义冠已经 覆灭 留守长老 帅众人掩护他们 带着一柄正义冠长老的箭头出 关主师兄 由魔尊霍封而不为人知 他暗中掌握整个魔道 正攻打我正道宗门 实地无能 未守住正义冠 只能请师兄和诸位重道 为我正义冠报仇了 殷宗主 我宗就在正义冠附近 我宗门内留守的弟子和长老们 立即向所有正道宗门世家 发出警告 我到来是凶猛 不知其中内情 附近宗门世家 暂时先联合防守 老道前往南荒 诸位道友集合正道所有力量 若是情况不妙 退手难荒 大人 投靠我们的天云大陆宗门 传来情报 天云大陆魔道 突然袭击正道宗门 已经有数十个宗门 失去联系 已被灭门 这天云大陆有那个张帆在 魔道居然还能壮大到 灭亡数十家正道宗门 这事情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而且 我们最近几日 也没有找到一点 关于灵霄先帝传承去向的线索 天云大陆 正魔相争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觉得 这或许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之前有线索 疑似张帆曾幻化他人 出现在无尽渊海 现在又有传闻 他闭关道声不出 我怀疑传承就在他手中 若是这天云大陆 魔道能压过这道 你说参与正道势力 会不会求援难活 到时 这天云大陆的魔道就能 到时候那位所谓的魔尊 就能帮我们试探出 这小子是否得了传承 没有 自然不用撕破脸皮 若是真的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假意 帮助天云大陆消灭魔道 趁乱夺取传承 你们这些人算计真的多 我以后得和你们保持些距离 一学被他人玩弄于掌心的废物 什么 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魔尊 老到来之前翻看了宗门典籍 恐怕是曾经被灵霄仙帝 离开天云大陆前 镇压的一个魔头 名叫士魂 他本应该早就被封印 消磨而亡 但没想到 他能在封印中存活数万年 还破风而出 不为人质 张凡他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师父 闭关修炼这么久 张凡他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师父 闭关修炼这么久 没想到短短十日 魔道竟然在我们永藏辈的情况 攻破数十家宗门世家 我们这些前辈无能 只能拜托玉莲小友敏了 挺宗主这是什么话 我也是天云大陆众生之一 请尹宗主放心 不好 尹宗主 你快看 其他三个方向 也有魔道大军 看来魔道是想把我们一击而命 不知那位士魂魔尊是否也来了 他肯定来了 我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不愧是天云剑仙唯一的体肅 竟然能察觉到本座的存在 小小年纪就已经呈现天资不凡了 小家伙 不如偷笑稳坐 这小女娲居然成仙了 哼 就你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 也想期待我师父 嘿嘿嘿 这样的小家伙 很不错 本座之后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除了那个小女娲 其他人一个不留 住啊 看来天云大陆魔道的确有些气和 诸位 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若是正道联军败了 帮他们打开南兵缺口 让他们逃到南皇 那是自然 看来不是上张仙界的这家伙 帮助天云大陆的魔道 那又是哪个势力暗中插手了 不知玉莲小友 能否扛住试魂魔尊 魔头 本小姐正好拿你试剑 这 这手女娲居然真的成仙了 而且还是剑线 魔头的势力 不过还伤不到本座 哼 没想到你居然也已经成魔 什么 这个魔尊 居然已经成为与仙一样的魔 小炭火 那就让你尽数我真正的力量吧 人作若非被灵小镇压损耗本源 小家伙 你岂能站在我的面前 师父 玉莲受伤了 对不起尹前辈 让你失望了 身为天云大陆正道亏手的老道 我更该愧疚才是 而且谁能想到 被镇压数万年的魔头 还能保留下这样的修为 现在整个天云大陆恐怕危在旦夕 等师父出关后 我的表现会让他失望吧 明明已经成为仙怜 却还是无法独当你一面 不好 我躲在汇聚整个天云大陆的气韵 他想要做什么 是魂 你如此行为 欲为何事 你这是 不把我上张仙界放在眼里吗 你可别忘了 是谁把你从灵霄仙帝的封印下救出来 又帮你恢复伤势的 本座横侃系张民们小子的帮助 所以等我大事办成后 会亲自带人去上张仙界 感谢他的 狂妄之徒 待我通知我师兄 看你如何面对他 是魂 你做了什么 你居然将天云大陆和万界隔开 本座既然敢行此事 有机会毫无准备 待我汇聚整个天云大陆的气韵 上次恢复修为突破 我将成为第二个灵霄 你们上张仙界想要做什么 事关我上张仙界万年谋划 怎么能让你们把消息传回仙界 那个所谓士魂魔尊 是你们上张仙界释放培养出来的 你利用我们秉除外力干扰 让他有机会统一整个天云大陆 你们上张仙界就不怕反噬吗 不过是陛下养的一条狗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等他统一整个天云大陆 有他帮助 自然能帮我更快拿到灵霄先帝的传承 几位 在这多待一段时间吧 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你们上张仙界 指责会受到报应的 等我回到仙界 必将此事通报其他仙界 你们上张仙界 指责会受到报应的 等我回到仙界 必将此事通报其他仙界 这魔头汇聚天云大陆气域 必定有阴谋 恐怕只有张凡能够阻等了 但他现在还在闭关 是张道友出关了 看修为大尽 师父 师父你终于出关了 辛苦你了 在我闭关的时候受了委屈 我却没法及时帮你 师父 你都知道了 老道长放心 我虽然闭关 但还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算不为了天云大陆 有人欺负我的徒弟玉莲 我也是回报对方的 由张凡你出手 那老道可就放心了 就是不知你准备何时动手 那当然是等对方上门找我 等他到了最膨胀的时候 背后那些渣子 四人都会一个个跳出来 本座的伤势正在快速恢复 魔尊威马之云 地球出圈 你们做好准备吧 随时听我号令出征南皇 是 魔尊大人 那我掌控整个天云大陆 上张仙界张宁先王 我将成为先帝 现在 当在我面前的 只剩下南皇中的你了 天云界先 世魂他想做什么 他疯了吗 他已经汇聚了除了南皇之外 所有天云大陆的气运 气运加深的情况下 世魂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也在快速恢复伤势和修为 世魂就是一条白眼狼 他完全忘记了 我们上张仙界对他的帮助 我们必须给他一点教训 我会给他教训的 让他知道 仙界的威严 不是他这种小时间出身的 相把老黑挑衅 但 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 到时候 我会给你机会 让你收拾他的 不要让他 为之前的所作所为后悔 放心 不用等太久的 世魂的野心 让他忍不了多久了 已经过去数天了 恐怕世魂那个魔头的实力 已经在气运加深下 提升了不少 真的要坐等世魂势打 等他上门吗 老大长放心 想要携带大士 不敢直接上门挑战我 对方本身心理上 就对我有畏惧之心了 世魂虽然一直被镇压 但也依旧是 不知道存活了多久的魔头 好了老大长 看来对方 已经等不及了 老大这就去召唤其他同道 等到世魂魔头出现 还要麻烦张道友你了 玉莲 师父我最近 可是见到有不小的突破 来会儿 好好看着 算便 师父给你报仇 谁给他的胆子 欺负我徒弟 嗯 诸位不用畏惧 魔头的确强大 但我们也有天云剑仙在此 天云剑仙出世以来 非凤一敌 上仙从没败即 这次也一定如此 一群残定败将 勾言残喘地躲在一个 无毛小儿身后 真是让本座大开眼界啊 张凡 你天字非凡 在本座至今 见过之人中 你可谓是灵霄之下第一人 小忠本座如何 那还倒真是让人 有些觉得荣幸 不过 你不觉得你的脸 有点大吗 看来天父 给了你几次 但小家伙 现在的你才成长多久 又如何比得上 从灵霄老家伙 手下活下来的本座 算了吗 只是得到灵霄脑贼 一部分传承的你 无法知道本座的强大 困居一个世界的起源 让本座的伤势迅速恢复 而等到我彻底掌控天云大陆 这个世界的本源 所有想操控我 觉得能让我成福的人 都将跪在我的面前 掌控天云大陆的世界本源 你是从哪儿得知的方法 去掌控世界本源 你居然知道世界本源 它乃灵霄老贼的传承 交给了你许多真实 怎么回事 师父 这是地龙翻动了吗 不是 是试魂魔头 即将掌控世界本源 怎么回事 师父 这是地龙翻动了吗 不是 是试魂魔头 即将掌控世界本源 世界本源 按照本宗祖师们的记载 若是掌控世界本源 将会让那人气运加深 就会突破关爱 张道友 我们难道就这样看着这个魔头 彻底掌控天云大陆世界本源吗 我只是有些好奇 现在诸天万界中 已经出现一种办法 可以直接强行抽取世界本源 代价则是那个世界的毁灭 那我们不是更应该 快点阻止试魂这个魔头 报告长 我的意思是 诸天万界中 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现在仙界对各个世界的世界本源 都很关注 加上之前 灵霄仙帝传承出事的事情 天云大陆更应受到关注才对 我现在很好奇 这些仙界的人 现在怎么毫无动静 他们当然不会有任何动静 几个仙界出生的小毛头 就觉得能用仙界的名头 压不本尊 想把我当作棋子 却不知道他们都不过是我的掌重物而已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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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中的小毛头 不会是上张仙界那个张明老王爸的手下吧 真是一群没脑子的废物 居然被你这么轻易地利用 的确是一帮废物 还在本座面前指高强 之后我就会好好收拾他们 至于现在 张凡 本座再问一句 是否愿意效忠本座 我将让你成为本座座下第一人 保你亲友的安慰 就不需要魔尊大人您如此厚爱了 而且我更看好我在仙界的前座 可不想堕落和您一同成为邪魔 哦 好见识 没想到既然天云大陆还有人能看出 本座已经真的成为邪魔了 既然你小子顽固不堪 那本座也就留你不得了 齐阵 天云大陆正到天云 在此一战 不过是一群蝼蚁 还企图抵抗本座 张导游 看来我被修饰 还是只能依扣你了 小子 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了 还不臣服于本座 我说你能不能别喊得这么大声 虽然我很感谢你刚才对我评价很高 不过 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话 哦 不如说出来 让本座听听 我想说的就是 你这所谓魔尊 不过是一只被灵霄大帝之手镇压 只能躲在阴暗角落的 败家之群 所以啊 你到底在嚣张什么呀 五只小辈 竟然如此冒犯本座 看来是我刚才表现太过宽容了 小子 我将会囚禁你的灵魂 让你日日夜夜在本座手中的盘中 爱好得不到解脱 哼 什么 这 这熟悉的剑 这小子明明得到灵霄老贼的传承子没不久 怎么可能 这一剑 只愿能斩破我的气云化身 不过是一个汇聚了天云大陆巨大部分气云 才敢踏入南荒的胆怯之头 真是毫无自知之明 小子 看来本座就算用尽一切办法 也必须把你扼杀在此的 就算带着天云大陆一起消亡 也是知道的 哼 本来还想留你一条狗命 让你说出背后的人 现在看来 只能算了 本座修行术万年 由天云大陆弃运加神 掌控世界本源 只是一个小子能记本 轻轻一见就 这不可能 没想到 本座刚从灵霄老街的风铭中逃出 就遇到了你这个堪称灵霄在世的灵霄传人 本座争霸铸天的梦想 就你这么弱的废物 还想着争霸出天 真是丑人多作怪 魔头被消灭了 天云界限无敌 我们天云大陆都救了 怎么可能 魔尊大人 居然被一个好杯祭拜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跑了 快追击那些魔秀 还我天云大陆 一个朗朗千坤 张凡 老道这就带人 将这些魔刀铲除干净 老道长别急 现在这事情还没完呢 老道长别急 现在这事情还没完呢 这不是上征仙界的旗帜吗 怎么这群杂碎 又来我们天云大陆了 或许他们从来就没离开过呢 张凡 你的意思是 试魂魔头的背后 就有他们的参与 这不是肯定的吗 老道长 你让其他人 去追教魔修 和安抚大陆吧 好吧 看来这群所谓仙人 又是来者不善 只能怪我们天云大陆 实力太弱了 这个试魂之前如此嚣张猖狂 结果却是一个废物 他若是真的废物 那你又算什么 那是我一时不察 才落入他的阴谋 正是敌人实力和本领 张凡能击败末川 就绝对不是朗德须名 末川那小子也就是靠先王陛下赏识资源堆出来的 你就看好吧 不过是一个幸运的乡下小子 等会儿我就让他乖乖交出灵霄先帝的传承 天云大陆的各位 我代表我上张仙界的张明先王陛下 前来帮助各位 消灭企图毁灭天云大陆的邪魔 哎呀真是冠冕堂皇 等到主人你都消灭 试魂那个魔头了 这眉毛小子才出现 这脸皮比我这猪妖还厚 不过一个小小妖子 竟敢冒犯我这位上级使者 张凡 你预下不言 就由我来帮你这个手下吧 你这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张凡 虽然我们是来晚了 不过我想你也明白我等上界仙人 千里迢迢来帮你们下界 总不能空手而归 哦 你想从我这边得到什么 自然是你仗之羁伴射魂魔头的灵霄先帝传承 我想张凡你应该明白 知食物者为俊杰 我要是不给呢 那我看你是敬酒不吃 吃法酒了 不愧是击败我上张仙剑墨川的天交 张凡你的实力果然名不虚传 怎么 你也要来试试我的本事 我和师弟的本事差不多 就不自取欺辱了 不过张凡 你觉得你现在就能纵横诸天万界了 不如投靠我们上张仙剑 还能庇护你们天云大陆 毕竟灵霄大帝的传承 可不单单我上张仙剑在寻找 诸天万界不知多少实力垂涎 刚刚我也看到了张凡你消灭试魂魔草的本事 所以到时候确认传承在你身上的消息传出去 多谢这位兄弟的告知了 你让我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今天上张仙剑的人 一个都别想离开这里 张凡 你不要自取灭亡 我身上 可有陛下的信物 那又如何 说得好像他直接来我天云大陆一样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了 好胆 先王陛下 陛下请救出下 师父小心 怎么会有先王隔空出手 不愧是你们上张仙剑 这是牢牢贯彻了 无耻之道的大道真意 妄口小儿 胆大妄为 哼 不过是一个只不躲在背后 阴谋算计的老贼罢了 可望今天必须让你知道 何为天外有天 看来老贼你的实力 也不怎么样嘛 怎么可能 他居然不得能挡住了 陛下的隔空一击 而且还赢了 看来你们的先王陛下 也救不了你们了 张白 你要知道 我们背后 可是强大的上张仙剑 惹怒一个 二十四下仙剑之一的后果 不是你们天云大陆 一个小世界 可以承受的 那就不是你们这种 对我们天云大陆 心怀不轨的家伙 需要思考的了 师父 小心你的背后 我就知道 你这样的阴险老贼 肯定会偷袭 张凡 这一次是本王无法亲身降临 不过本王已经记住你了 我会让你以后 会尽致主本王的举动 而后悔终生 以后 呵呵 张凡 放过我们 我愿意效忠你 师父 你太厉害了 你居然能和一个先王阁空交手 还战胜他 老纵 你和老黄准备一下 开启复空岛大阵 张凡 你难道能够做到穿透虚空 是我三思而行 毕竟对方是一个大仙剑 张凡 你难道能够做到穿透虚空 是我三思而行 毕竟对方是一个大仙剑 什么仙剑 大家不过都是 诸天万劫之夜而已 昌明那个老贼 三番几次谋算 不给点回礼 怎么对得起他 张凡这么做 我们天云大陆的修士 以后看来压力不会小了 张鸣老贼 来而不枉 谁离也 刚刚那是张凡的声音 难道上昌仙剑的张鸣先王 隔空出手 还被这小子击败了 他甚至还敢反击 张鸣老贼 来而不枉 非离也 守我一剑 猖狂小子 竟然如此胆大妄为 究竟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大胆 冒犯我们上张仙剑 先王陛下绝对不会饶恕他的 上张仙剑 竟是你小子能冒犯 故日后 必当亲身降临天云大陆 将你消首 传世万界 这剑弃的主人究竟是谁啊 竟然能和先王陛下对上这招 还不是被陛下击败了 一个成仙味酒的小子 竟然能伤到我的身体 陛下 此人如此猖狂 究竟是何人 陛下 难道这剑弃的主人 是曾经击败莫川的那个张凡 怎么可能 那小子就算是天骄 也不过呈现出世多久 看来 真的是击败莫川的那个张凡 莫川 你现在是否有信心 击败曾经打败你的对手 有 好 古给你令牌 你自己去宝库挑选修炼资源和仙气 不要再让古失望 你只有一次机会了 我会有张凡的先险 来洗涤我剑心上的瑕疵 重新证明我自己 嗯 张凡 不愧是灵孝大帝的剑道传承 能让一个小子有能力伤到我 等我得到了传承 唉 本以为除了张凡你这样的界限 我天云大陆 就算护戒大圣失去了作用 以后也可以变得更加强盛 结果没想到 现在反而是多事之秋 唉 毕竟我们天云大陆曾经出过灵孝大帝那样的人物 自然会有人窥视 哦 对了 老道长 我觉得天云大陆不能只靠我 必须大家全都强大起来 老道和诸位同道都很惭愧 明明身为修道前辈 却比不过张凡你 唉 老道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呀 想对天云大陆的正道宗门世家 开放我们普空岛上的修炼资源 比如邻国之类的 但需要先筛选掉不合格的人 张凡 你愿意开放这岛上的资源 我说话 自然是进口预言 好好 老道一定会筛选出优秀的后辈 好好培养他们 老道长 你也别忘了 你这样的优秀前辈 毕竟还需要你们 给后辈们遮风挡雨 没想到 老道也有成仙的希望啊 就算现在已经修复好监狱 我在监狱内是无敌 但敌人像上次那个神秘人一样 从监狱外向我攻击呢 而且 面对越来越动乱的诸天万剑 我也需要帮手 这就是师兄他们调查的旋风大陆吗 看上去 一切正常 也不知道那家伙 有没有恢复伤势了 若不是师门任务紧急 我应该在这段时间 守护天云大陆的 诸位 别堆堆藏藏了 你们埋伏在这里 就说明我师兄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毕竟原先子你的诸位同门 也都是云迷仙界的骄子 更别说现在到来的原先子你们了 我们自然是好好准备了一番 才能招待你们 如此了解一个上九天的仙界 看来 你的身份很不一般 让我见见你的真面目吧 好好招待这位原先子 不能让他离开旋风大陆 对方早有埋伏 恐怕一般的飞剑通讯 也无法传出旋风大陆 只能拜他张凡了吗 一群邪魔的狗狗 请你们 你想拦住我 趁现在 师父 这是玄天宗宗主送来的灵茶 说是为了感谢你为玄天宗的弟子 提供仙国等珍贵资源 我也只是达责奸祭天下而已 毕竟我也是天云大陆出身 自然希望天云大陆越来越好 上仙真的胸怀天下 大人大义 我也只是达责奸祭天下而已 毕竟我也是天云大陆出身 自然希望天云大陆越来越好 上仙真的胸怀天下 大人大义 说起来 原姐姐离开天云也有一段时间 不知道她的师门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应该会很顺利吧 毕竟启文的宗门可是执掌云宁仙界上百万年的仙帝宗 一个曾经出过仙帝的圣帝 其实一般仙界宗门可以相比 更不用说这个圣帝现在就有一位仙帝 师傅又开始想原姐姐了 明明是我先来到师傅身边的 圣仙 玉灵 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那是 好像是我和启文约定的特殊通讯方式 非紧急不使用 师傅 你的意思是 圆姐姐用这枚玉佩传讯 就意味着她遇到了麻烦 张佛 我在玄冬大陆遇到埋伏 现已被困 替我向师门求援 师傅 圆姐姐真的遇到麻烦了 不知道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当然是直接去救她 可是 圆姐姐让我们帮她向师门求援 我们和云霓仙界又没有直接传信的方式 而且也不熟悉 启文的师傅也不知道现在在何处 不能哭等云霓仙界那边去认身份 可是 玉灵 天云就靠你守护一段时间了 师傅要出趟远门救你 圆姐姐 师傅 我上一次就失败了 这一次 玉灵 我相信你 我 我 真的可以吗 还好把玉灵糊弄过去了 不过 看着玉灵这激动的样子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的剑狱新功能能让我不管多远 直接回到剑狱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们帮助玉灵守护好天云和复空岛 也要加速修炼 资源呢 为玉灵调用就行 那就先这样 事情紧急 我先走了 主人 路上小心 这就是启文传出讯息的世界 先进去看看 在那儿 哼 这群渣渣 难道不知道看起来太过正常 也是一种不正常吗 就让我看看 你们到底准备做什么吧 哼 强壮的体魄 而且蕴含很强大的力量 看来这个世界的修行 主要是体修啊 小哥 你是不是前段时间 出现在海外的界外修士 这里人多眼砸 还有那些人的眼线 小哥 你先跟我来 啊 好 这个旋风大陆 现在看起来貌似很有趣啊 魏江明 旋风大陆修士 刚才环境复杂 没来得及向小哥自我介绍 请多见谅 张凡 海外 张凡 小哥不用遮掩 我们旋风大陆 人物风情都和你们界外世界不同 一眼就能分辨出 这位大哥 你刚才说 前段时间在你们岛的海外 出现了界外修士 是怎么回事 知道他的下落吗 我们旋风大陆有人堕落 引来了界外邪魔 在我们大部分修士 还未察觉的时候 就腐蚀诱化了很多人 魏大哥 我现在只关心那位界外修士的下落 而且很多事情 我会自己观察判断 也是 也是 但就是察觉到 你们旋风大陆有异动 才被仙界联盟派过来调查的 那些邪魔肯定动静很大 不然不会被注意到 那是自然 毕竟邪魔鬼怪 人人静而诸致 愿意反抗邪魔的意识 自然不少 这是传颂法阵 穿过去 就是我们反抗会的一个秘密洞符 请随我来 好 你们 张师弟 你怎么也被骗到了此处 哦 安然师兄 我本以为你们的下场会很惨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 其实过得也蛮舒服的吧 小子 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逃不走了 就开始乖乖准备等着做俘虏了 嗯 我做好准备了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麻烦你们照顾了 用风景师将这小子法力所重 我们走 这家伙这就走了 我还以为还会抛打我呢 用风景师将这小子法力所重 我们走 啊 这家伙这就走了啊 我还以为还会抛打我呢 张师弟 你和元师妹不是去仙魔战场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唉 和安师兄你们离开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看来安师兄你们被软禁的时间不短呢 我们前来调查 发现旋风大陆的确有邪魔 还控制了高层 又不愿意被邪魔控制的本土修士 组建了反抗会 看来这个套路他们用了很多次了呀 我刚刚也是这么被骗进来的 对了 我先和你们说说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吧 什么 就由邪魔居然炸了整个血缘战场 强行剥夺了世界本源 是的 而且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天云大陆也差点发生 不过没那么暴力 最后也被我阻止了 那我明白旋风大陆发生什么了 邪魔偷偷控制旋风大陆 大概也是在谋取世界本源 哦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和你们说 张师弟 你的确还未告诉我们 你为何会来这里 启文也来血缘大陆了 并且向我发了我和他约定的紧急传讯 让我向你们师门求援 原师妹来血缘大陆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们师傅让他来支援你们 启文在离开邪魔战场后 就来血缘大陆了 我本以为我被带到这里 能见到他 我们完全没有收到这个消息 而且我们被软禁的这段时间 也没有见到原师妹 安师兄 你们休息了这么一段时间 被关了这么久 也别坏了吧 张师弟 张师弟 我们都戴上了和你一样的封禁手环 动用不了法力 小玩具而已 虽然没找到启文 不过正好 带上安师兄你们一起帮我找 而且 我很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家伙 能让启文对我发出求援信号 伤势不算严重 而且这几天也恢复了不少 追军看来也甩掉了 201的感觉 是张凡的剑影 只是他怎么会来旋风大陆 这家伙 还不会都没等传信给我试门 就自己过来了吧 真是的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还充满敌意的世界 这家伙也这么张扬 张凡这也是在想躲避这边的我发出信号 告诉我他来了 不过我看到了 也意味着邪魔和爪牙们也看到了 我能猜到张师弟你想做什么 原师妹肯定也看到了你这道剑气 不过 启文能看到 那邪魔和那些投靠邪魔的爪牙们 肯定也能看到 安师兄你看 他们这就来了 毕竟邪魔潜入玄风大陆多年 这里已经基本上被他们掌控 肯定来得比原师妹快 张师弟 刚刚安师兄没来得及和你说 我们虽然没受到折磨 但一直被禁锢法力 也受到了不少影响 现在我们基本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没事 不过是一群投靠邪魔的渣子而已 我能解决 真是一个狂梦的小子 本想在大人们将你们献祭之前 让你们舒舒服服的活着 没想到 你们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呀 一群没有自我坚持 只会投靠邪魔走捷径 却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的可怜家伙 只会成口神之力 让这些界外修士见识一下 我们从大人那边获得的力量吧 你们这群界外修士 肯定不会知道我们变得多么强大 被我们的力量震撼 然后在痛苦中哀嚎而亡吧 怎么可能 就这点力量 怎么可能 大人给予的力量 加上我们玄宗的体称力量 我们的防御是无敌的 可恶 哎呀呀 特退 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大人们 哦 看来还有一些不得了的发现 怎么了 这些家伙恐怕不知道 他们的身体已经被妖魔侵蚀 不是他们自己的了 这个我们也知道 我的意思是 邪魔直接控制了他们的身体 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傀儡和化身了 你是说 旋风大陆的这些堕落修士 已经被邪魔们变成傀儡和化身 而他们还一点不知道 嗯 还有 那个为啥来着的家伙说的话 让我觉得 甚至旋风大陆的修士 在邪魔的阴谋里 也会变成什么献祭仪式里的细品 那真是悲哀啊 不过放跑真的好吗 我们还没恢复 他们逃回去后 肯定会再更多人来 那更好 这就是我所期望的 那真是悲哀啊 不过放跑真的好吗 我们还没恢复 他们逃回去后 肯定会再更多人来 那更好 这就是我所期望的 张师弟 你到底准备做什么 你故意打草惊蛇 是想引那些邪魔出来 安师兄 你们倒是不想打草惊蛇 潜入这个世界进行调查 但 结局如何 那 那可我们一时大意 也没想到旋风大陆 居然不声不响 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时候 早已被邪魔控制了 所以 邪魔既然已经掌控了旋风大陆 我们几乎无所遁心 那为什么不直接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他们面前 打了草 才能看清这草里 到底是条什么蛇 张凡 你果然在这里 请问 都收到你的紧急传信 我自然要过来一趟 你一定连禀报都没有 就来了吧 啊 安师兄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还和张凡在一起 啊 我们刚来到旋风大陆 就中了敌人监计被监禁了 是张师弟救出了我们 原师们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旋风大陆的 我和师弟们一直被软禁 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在师兄你们失去联系后不久 师门就给我发了任务 我们先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休整一下吧 详细的事情之后再说 谢谢你张凡 啊 喜闻真是不好意思了 第一次看到他露出这样的表情 在我对猪天万劫不了解的时候 你也一直在帮我 我和你之间不需要说这些了 张凡 我没猜错的话 按照你的想法 我们就在这等邪魔上门了 张师弟都没和原师妹说起过自己的想法 原师妹就能猜到张师弟想做什么 太默契了吧 那边的院子 是之前那个微江民的据点 我们直接去纳修整吧 正好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 在等那边反应的时候 秦温 你先和我们说说 你这几天的经历吧 祭司大人 不是小的不谨慎 是那小子狡诈啊 你的事情 我暂时不会上报给大人们 我给你人手 你去将功补过 若是再失败 小的绝对不会辜负祭司大人您的 您放心 要是再失败 小的就自愿做祭品 哼 再失败 就算你自己不跳进去 我也会把你丢进去做祭品的 滚吧 小的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你们带人跟在后面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破坏大人们的计划 是 哼 看来这边的人是嫌自己的命太硬了呀 若不是活得太舒服 也不会去投靠邪魔 有人来了 安师兄 袁师妹 敌人来了 我还以为会来更大的鱼呢 结果还是这家伙 小子 你拒绝了本大爷的好意 现在我要让你后悔莫及 把这群人都给我抓起来 送给祭司 谢个大人们 又是一群 不知道自己结局会如何的可怜虫 郑师弟 先让我好好出口气 本大爷在云泥仙界 好歹也是仙帝门下弟子 被你们这么软禁着 不教训你们 大爷以后怎么在其他仙界抬起头 你们这群家伙 擅自来我们旋风大陆 还如此不知好歹 想破坏我们的飞升大计 现在还敢反抗 都给我用权力 是个慧权我会向祭司表公 修补你们身体 并强赏你们大 啊 干掉他们 祭司和大人们的目光 注视着我们 这不是不仁魔不魔的模样 真是丑陋 你 怎么可能 穿上了大人们祝福过的神奖 还被一箭消灭 这小子什么来头 要在这里绝对和他们同样下场 我得逃 不 我不能回去 我要找地方躲起来 你刚想跑 要放回去吗 都可以 不过一个小族而已 不过一个小族而已 幸好祭司派我们过来了 你与这个废物果然办事不可靠 神卫大人 饶了我 我刚刚只是想回去叫人 你 废物不用解释 把这个废物带回去 丢进祭坛里 小族 饶了我 让我去求求祭司 看来 这次来的人总算有点地位了 不过 还没达到你的要求 对吧 我本以为 就算不来邪魔本体 也会来邪魔找牙的首领 现在看来 要么这些旋风大陆的修饰 已经狂大到了失去理智 要么邪魔所求甚大 而其到了关键时刻 就怕是后者 我之前浪费太多时间了 要么这些旋风大陆的修饰 已经狂大到了失去理智 要么邪魔所求甚大 而其到了关键时刻 就怕是后者 我之前浪费太多时间了 往往的界外修饰 现在跪下祈祷 请求神灵们的原谅 还来得及 唉 打了草 虽然想抓的大蛇没窜出来 不过 我们也能找到这条蛇的踪迹了 那冰跪神速 安师兄 你们等下全力出手 我们准备指导黄龙了 你们两个怎么只是一句话 就知道对方的想法了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啊 富于顽抗的一群蠢货 你们永远无法理解神灵们的伟大 哼 灭了这群 违抗神灵大人的界外修饰吧 神灵大人 乖乖听话 等会 带我们去拜见你们的神灵 再得到灵霄先帝的传承后 信誉不单单修复 还有了新的技能 不过 现在还不是使用的时候 毕竟一天才只能用一次 这几个界外修饰到底什么来历 明明之前魏江明抓住其中几个的时候 毫无费力啊 师妹 张师弟 你们准备上的家伙 带我们去他们老巢 确定可行吗 小的愿意为各位先师赴仓蹈火 你们这群界外修饰 果然无法明白神灵的威力是多么强大 正好你们自寻死路 这样在神灵面前我还是办事可靠的信徒 只要我们够快 什么都不是问题 是笛迟 我们这就处罚 神灵刚刚传来神域 让我们准备祭品 你是即将开始了 一切准备妥当 请祭司大人放心 那就行 那就只要等魏江明将那几个界外修饰的血气提取 报 发生什么 让你在祭司大人面前如此失礼 副少领 外面 外面 那几个界外修饰击败了神卫大军 正在攻打护阵 大阵恐怕挡不了 哼 这就是你们这群邪魔走狗的老巢 就是他们 你们居然这么快就打破我们的大阵 看来不单单为江明是快了 不过 你们自投罗网也好 神灵的仪式即将开始 你们将荣幸地成为我们献给神灵的祭品 为此感到光荣吧 神灵将领我寻风大陆 将带领我们一同飞升 你们这些界外修饰居然妄图夺取我寻风大陆的机缘 你们真是妄想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的大忌 我会代表神灵惩罚你们 自身不甘进去 企图走捷径 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神灵师弟 于师妹 直接动手吧 你还想看看究竟是什么邪魔 算计了我和师弟们 哼 看来你们的确有些本事 神灵加持你们 所有人都给我上 抓住这群赋予完肠之徒 神灵重视着我们 真是一群丑陋又可怜的家伙 嘿 为什么神灵打人的护士鬼 看来本祭司是小瞧你们了 难怪我派出的人都失败了 你们这些界外修士 对于神灵大人们为力 看起来不是毫无了解 但你们还是无法阻挡我们 伟大的主帅啊 请听我的祈祷 回应我的祈求吧 神灵们 请降临吧 哈哈哈 你们都跑不掉的 神灵们马上就回应我的呼唤 降临到这里 你们恐惧 哀嚎 我为什么就这样站着 你们不应该挣扎吗 你们来攻击我 企图打断我呀 那个 我要配合一下吗 哼 你就饿去味吧 你们这群灭视我 灭视神灵的家伙 你们快向我求饶 快逃跑 快发出哀嚎 真是郭枣 本来还想多留你一会儿的 既然你这么想试试我的剑 那就试试吧 你也没用啊 吃了 这是一群废物 不过没想到仙剑联盟派来带 居然一直都是你们这些小辈 这些邪魔终于出现了 你们仙剑联盟还是老样子 反应迟钝 高高在上 你们已经晚了 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旋风大陆的世界本源 将落入我们的手中 哼 正好 你们几个仙人的血魂之力 可以拿来加速我们提取世界本源 你们邪魔还真的是眼睛不好 不会挑人呢 这些年轻的仙人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哼哼 就算小子你实力强 也来不及阻止我们了 我们已经开始剥去旋风大陆的世界本源 你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世界被我们毁灭 我们已经开始剥去旋风大陆的世界本源 你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世界被我们毁灭 哈哈哈 师妹 张师弟 我们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顺着他来的通道 直接去阻止那些邪魔 哼 我们九幽真魔擅长的空间通道技术 怎么可能是你这样的小倍能轻易破解 这家伙已经没用了 这家伙已经没用了 直接灭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打开 真是小瞧你们了 但是想灭了我 你们做不到 站住 让他跑了 师兄 你不会真觉得张凡随手一剑就能打开传送 找到那些邪魔吗 啊 好了 现在我们赶紧跟着这个邪魔的传送 过去吧 好 我们必须阻止这群邪魔 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小倍 居然还真的如此大胆地追上来了 你居然被几个仙剑小倍给重伤了 真是丢我们九幽的脸 这几个小家伙的灵魂吃起来一定很爽口吧 来到旋风大陆执行那些大人物的计划 我已经许久没尝过仙人的味道了 好了 既然这几个小家伙自己送上门 那也正好 用血迹污染这个本源 我们也能轻松一点 把他们抓起来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邪魔 这下完了 安师兄放心 我看这些邪魔不出口而已 这小子怕不是被吓疯了 给他们一个痛快吧 看这几个小家伙都吓得不会动了 就看谁先得手 谁就能享受最美味的灵魂 动手吧 呦 呦 正师弟师妹 你们去阻止这些邪魔 读取世界本源 至于这些邪魔 我和师弟们会帮你们拦住 你们这些仙人真的令人烦躁 一是留下一半人 其他人给我上 华子大人这么说了 那让我们好好炮治 这些小辈仙人们 终于让我们找到你们这群邪魔了 让小爷好好发现一下 呦 呦 正师弟你们快点冲过去 这些邪魔小爷来处理 师兄你们小心 难怪仙界联盟会派这几个小辈过来 本以为是不重视 没想到还有些本事 三王子殿下 这两个小家伙就我来出手吧 您还要主持仪式呢 那小子直接献祭吧 套是这个小妞送到我面前来 保证让王子殿下你满意 你们到此为止 乖乖投降 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小子 你表现得很嚣张啊 等会被献祭时 我要看你如何哀嚎 小子 看来你还真的有些本事 接下来我要出真本事了 真是蛤蟆张大嘴 小爷我懒得和你们磨叽了 喜温 我们要尽快冲过去 这些邪魔快成功了 我绝不会让这些邪魔成功 两个废物 暂停一试 先把这群扰人的蝼蚁们给灭了 是 张师弟 师妹 邪魔数量有点多 而且现在他们停下一试 准备全力出手了 本殿下是小瞧你们了 不过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 张师弟 你这个指导黄龙计划 好像有点完蛋了 起码不用费心思 再把这些邪魔都一个个找出来 让这些仙剑的家伙 后悔打扰本王子的计划吧 给我好好收拾他们 这一道的美味灵魂的味道 刚刚那几个倒霉家伙的份 就由我来品尝吧 张凡 你这么自信 肯定有做好准备吧 启文聪明 就让这些邪魔 借需一项我新掌握的剑精 剑狱系统 撤换剑狱投影 系统 将剑狱投影在地府范围内 显出半透明的剑狱 这是怎么回事 好像是那仙剑小子的领域 创枪做事 把这个小子的灵魂先抽出来了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灵霄先帝的传承吧 邪魔 拿命来 哼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灵霄先帝的传承吧 邪魔 拿命来 哼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指指大道的剑狱 怎么可能 一个仙剑小辈 怎么可能领悟这样的剑狱 怎么可能还修炼出剑道领域 殿下 小心 怎么可能 救救属下 殿下 快跑 我用了魔王大哥的宝物 你还撑不住了 灵霄成功的计划 居然被这小子拓坏了 这个仇我记住了 是 殿下 快走 我们以后再来对付这个小子 你再跑了 天赐不住的罗刹魔剑 你们迟早走猫影 能见识到我这神通第一次出现在万界中 也是这群邪魔的运气 不愧是张师弟 之前第一次见到你 就觉得你剑道天赋非凡 没想到现在又再做突破 领悟如此厉害的神通了 嘿嘿 这也是得了我天云大陆的灵霄先帝的传承 不然我修为和剑道上的提升 都不会这么大 张凡 各位师兄 你们最好过来看一下 师妹 怎么了 难道那逃走的邪魔 对世界本源做了什么手脚 这些邪魔在耍诡计这点上 是真的让人恶心 之前我和其他师妹师兄 去处理过一个小世界的问题 邪魔被我们击退了 但那个小世界也被污染成 圣灵海门居住的环境 最后只能迁走 问题不是出现在邪魔这里 他们原本计划应该是 直接抽走世界本源 这倒是 按照邪魔的计划 玄风大陆直接不存在了 没必要多此一举 那还有什么问题 张凡 二师兄 你们看这个阵法 是不是有些严数 啊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秀恩 二师兄 和我说说 难道这阵文有什么问题 我和师弟们冒着生命危险 差点成为邪魔举行一事的机品 结果还有人勾结邪魔 天云大陆重新和诸天万劫 恢复联系不久 所以张凡 你不了解 这个阵文是我们仙界联盟 诸多先王和久违先帝陛下 一同推演出来的阵文之一 只在高层和精英中传授 哦 难怪这些邪魔们 能如此轻松地谋划旋风大陆 要不是你们云迷仙界有所察觉 还真让他们悄无声息地完成计划 还顺利离开 这是我回去就上某师门 让掌门召集三十三千的诸位先帝和先王 好好清查联盟里的这些壮丑 事已如此 各位师兄 我们赶紧处理完旋风大陆的事情 回云运仙界 将此事交给师门长辈们处理吧 这些旋风大陆的修饰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看来是邪魔在仪式最后阶段 还有权力攻击我们的时候 把他们都当祭品了 看来这旋风大陆的确有一个反抗会 还有人没被邪魔引游堕落 唉 这里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多谢仙人拯救我旋风大陆 替我旋风大陆除魔未到 诸事接近 在这里 多谢张师弟不远万里 救援我和师弟还有原师妹了 日后张师弟有事需要帮助 尽管来云迷仙界 我和几位师弟在云迷仙界 还算有些名气和势力 不过张师弟 你大概也用不到我和几位师弟了 暗师兄 你和几位师兄身上带伤 还是早点回师门休养上市吧 我有事情要去一趟天云大陆 哈哈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之后就别过 自去各处 你 动手 小心 哪来的鼠背只敢偷袭 不愧是云迷仙界的原先子 实力和反应都很厉害 这些家伙 看来是等我们等了不少时间了 我们中埋伏了 速度解决 上面有令 不能让这里的消息传出去 不好 那些人不对劲 先冲出去再说 这是仙界上九阶的九位陛下 为仙魔战场推演的三人小组战阵 我刚才看他们的将士就觉得是 这些人 恐怕就是我们仙界联盟那些堵落之头 派出来的人手 不愧是先帝门下的高头 安然的确见多时光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知道这些 你到时候自己去地府询问吧 袁师妹 张师弟 这些人都是经历过 仙魔战场的精锐先兵 其中步伐仙将 我们恐怕很难 张师弟 你还能施展你那个剑道领域吗 一段时间内不能了 不过 安师兄你先稍等 你们上面的人 是一位有着白色长须 气势威严 哪个仙界的大人物吧 看来小子你知道不少吗 不过既然你知道这么多 那就更不能留你了 果然是你们 他们是那次我们刚离开 宣言战场时 袭击我们的那个随秘人的手下 对 我刚才就觉得 他们有些人的功法 看着有些眼熟 应该就是那个老贼的门徒 不过上次那一掌 我记着就行 先解决眼前的事情吧 我可以直接传送回剑狱 但启文他们不行 可我现在人在剑狱外 也没办法再使用剑狱的技能 张凡 可不要觉得只有你在进步 我就一直原地踏步追不上你了 你的剑道领域的确很强 蕴含着剑道大意 不过我这段时间 也有不小的剑道领悟 不斟 我能放跑一个人 师妹这是领悟掌握剑精上的那是绝技了 来了 起阵 不许把他们都打下 原来是个杀人的兵器了 云霓仙晶 原启文这小妮子 此人 用云霓仙境上的准胜绝技 旋风大陆的事情瞒不住了 立即派人 回报上面 剩下的人跟我一起追 我们必须弥补失误 不然 我们终不会有好果子吃 多亏身边你了 不然我们还真不好脱身 毕竟身边站着这么一位 能领悟大道建议的天才 你师妹我 也不能落于人后 几位师兄 不如先去我那儿休养 我那里有仙国还有 旋风大陆 是我和几位师弟的任务 加上方才之事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禀报师妹 不过师妹 就麻烦张师弟你照顾了 好的 张师弟 原师妹 我们就此别过 启温 我这边有人参国 你先补充一下元气吧 我们恐怕 还不能回天云大陆 那些人 会仙界的秘术 看来你们的仙界联盟 真是破无似漏 而且这么多机密阵法秘术泄漏 这背后的人物 我们先回去 至于那些追来的人你放心 我有办法解决他们 好 好 正好我们见到都有进步 可以交流一下 不 说吧 哪里的消息 那 头领让我回报 玄丰大陆之事失败了 并且 让人逃出去了 真是一群废物 不论是你们 还是那群邪魔 不 居然是这个小家伙 看来灵霄那个老家伙的传承 还真的重现于世了 还有人通知莫川 让他去盯着天云大陆的那个小家伙 是 陛下 我们该进行修炼了 哇哇哇 主人和元小姐回来了 师父 你终于回来了 啊 主人 元小姐 你们终于回来了 主人您回来了 也见过元仙子 看到你无恙就好 哼 看了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天云大陆 你先安好 师父 元姐姐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这事 就说来话长了 上线 仙界联盟内部 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朱天万界以后的局势 恐怕要发生大动荡了 上线 如果仙魔双方大战形势 发生变化 我们天云大陆准备怎么办 你们不用看我 你们不用看我 我们与您仙界 从不插手为加入仙界联盟世界的内务 我天云大陆 也是修仙传承一脉 自然和邪魔不两立 至于仙界联盟内部的事情 和我们无关 师父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和隐前辈合作 已经选拔出一些优秀弟子 给予了不少资源帮助 好 你们自己也不要客气 要赶紧增强自己的实力 秦文 你先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等你休养好 我再和你好好交流下 我刚接受的 林霄仙帝传承 好 我对林霄仙帝的剑道 信仰已久 不愧是从明阳三十三重天的天骄 莫川你是时刻没有忘记修炼呢 我想魔君来此 不是单纯来助我修行的吧 那是自然 上面有新的命令下来 旋风大陆之谋败露 且和林霄仙帝传承之人有关 你去处理一趟 啊 正好 你们上张仙街的张鸣先王之前 也派你去对付那个张凡 张凡 正好我已经消化了之前在血缘战场的收获 之前羞辱之仇 我可是一直记在心里 在血缘战场没机会 现在终于让我等到了 那我就等着莫川公子 你带回好消息了 上面的某位大人对张凡的传承很感兴趣 气得带回来哦 哼 某位大人 不就是一个上九届的老娇虎吗 林霄大帝的传承 等我拿到手 你们一个个都得跪在我的面前 来人 召集所有人出发 为陛下征逃天云大落 不愧是一代大帝传下的剑经 的确只指大道本意 我之前也觉得小爷天资不凡 非前人能比 唉 等看到林霄先帝传承的剑经 才发现前人也有前人的超凡之处 我们云霓仙界有先帝传承 所以一直明白先帝的伟大 不过也导致了不少同门少了锐气 现在我们都有先帝的传承 可以每日交流 他山之时可以公寓 原仙子真的好强啊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和原仙子一样 哼 我也已经成仙 谁早会追上他 原来你们也快成仙 别忘自菲伯 我没有 猪人 我老猪也成仙了 哦 我也成仙了 谢谢主人你的赞配 老夫修炼这么多年还未成仙呢 不知道还要多久啊 老宋 你们也要多努力啊 缺资源和我说就好 多谢上仙 赏赐等天才地宝 你们也要努力修炼 嗯 张道友 太上总有消息 最近又可能有域外势力 准备攻打我天云大陆了 你先别急 什么 又有域外势力来攻打我天云大陆 太好了 主人 之前老猪我没成仙 去到那什么 血缘战场之类的时候 可把我编坏了呀 主人 让老猪我先去域外试试对方 哎 你让我出去英大放个疯吧 狗子 你居然敢撞我 肥猪 快给我松手 你先松口 行了 你们一起去吧 注意自己安全就好 不过 先听老道长说完 发生了什么 借着之前原仙子提供的仙界联盟技术支持 我们天云大陆在护界大阵外搭建了几个监测少典 他们回报 最近数量不少的域外仙人来到我天云大陆 西文 你觉得会不会是之前那个神秘人的势力 很有可能 你们两个去域外发泄经历吧 不过别忘记我给你们的任务 弄清楚是谁 诸人女放弃 我们肯定彩查清楚 那是 队长 那边有天云大陆的修士看到了我们 大头 灭掉他们 不好 这群上长星期的家伙发现我们了 就你们三个小崽子呀 你们宗门真心狠 把连仙人都不适着你们送的太虚重 那就让我来好好收拾你们 什么人 哦 看到你刚刚那嚣张的嘴脸 我还以为是上九重天的那位先帝 驾领我们天云大陆了呢 哼 倒是没想到天云大陆这样的小世界 居然还有另外的仙人 不过 也就是只刚呈现的珠妖而已 启动阵法 拿下他 一个小小的阵法 也想镇腰本大爷 终于让本大爷发泄出来了 你是小小猪妖还在本家面前这么猖狂 快看本家 鸡鸡歪歪 跟猪叫似 狗子就准备我往叫 说吧 你们上张仙剑 这次带人过来的是谁 没想到 我来从一只猪妖和一只狗妖上里 但洛传大人会为我报仇的 狗子就准备我往叫 说吧 你们上张仙剑 这次带人过来的是谁 没想到 我会摆在一只猪妖和一只狗妖手里 但洛传大人会为我报仇的 居然又是洛传那个家伙 之前听主人和云仙子说起 这家伙和血云战场也有关 敬虎仙剑 你们把这段时间监测到的情况 你把这些狗妖告诉我们 然后驾驶这艘渡湖飞舟先回田园大陆吧 狗子 咱们比一下吧 看谁先找到那些过藏在这太区里的虫子 谁怕谁呀 公子 你难道不准备出手吗 我为什么要出手 这些人是张鸣那个老家伙的手下 没想到莫公子你如此天使心肠呢 看着和自己同属一个相间的修士倒在面前 反映得如此冷血 这不就是你们这些邪魔在我消沉时想方设法靠近引诱我堕落的原因吗 你放心 我会出手的 不过这一次只是一次试探 我想知道张帆和袁齐文这两人最近的修为长进了多少 这 这是灵霄先经后续传承所在地的台序坐标 怎么了 我刚刚修为有所经济 得到了大地留下的后续传承线索 师父 那我们要赶紧去获得传承吗 去是肯定要去的 不过 在此之前 我要先把天云大陆周围的痴魅王两清理一遍 怎么了 我给山坑和暗夜这两家伙 护身用的剑气被激发了 没想到 除了上征仙剑的崽子们 还有你们这群 藏头落尾的鼠辈 动手 消灭天云大陆的匪徒 肥猪 做好准备跟本王一起冲出去 肥猪 就是现在 鼠辈们继续追吧 笨大爷要跑了 大爷快跑 他们真的在后面追来了 丑重 谁让你听我背上的 快给我下来 等一下 别追了 立即将消息 汇报给莫大人 队长 我们没抓住那两只猪妖和狗妖 任务失败 大人他会怪罪的 我们的任务 是将那天云大陆的天骄张帆 引到这太虚中来 他该出来了 就知道这群家伙有阴谋 果然是想拿我们钓鱼 我说我就急着跑路 骑了你一下 你有不要一直咬着我胳膊到现在吗 你当本王愿意咬你那满是丧位的胳膊 不过 话说要和主人说嘛 让主人别过来 就我们主人的性格 你激发了剑气 他就肯定会过来 又怎么会怕了这些家伙 你倒是了解我啊 那是 主人你那是 英勇神武 又岂会被这些指挥阴谋轨迹的鼠背下住 对了 主人 这次上张仙剑带队的还是那个莫川 请问他带着玉莲他们 驱动浮空岛跟在后面 我先过来看看你们情况 既然他们想引我出来 那肯定不会对你们下死手 你们继续去骚扰他们 我跟着你们 我也想看看莫川还有这些人想做什么 仔细搜索附近 那只狗腰擅长顿空 都小心一些 队长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显眼 就是需要如此大张旗鼓 而且那只猪腰的话太损了 所有人看到那只猪腰后 都给我使出全力 队长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显眼 队长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显眼 就是需要如此大张旗鼓 而且那只猪腰的话太损了 所有人看到那只猪腰后 都给我使出全力 我一定要把这猪腰顿三天三夜 以及我心头之痕 没想到有人缠你这个猪头啊 那还真是麻烦你这么惦弃我了 可来这些家伙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等我们出现了呢 这些家伙早就看穿我的天赋神通了 阴影被他们干扰了 这一次看来真的只能拼一下了 啊 这些家伙弄陷阱困住了我们 怎么又准备走了 傻狗 你看那边 是上张仙剑的那群家伙 看来那群黑袍神秘人和上张仙剑有关系啊 二位许久不见也成仙了 想必张公子在薛云战场一别后 也更胜往昔了吧 我们天云大陆和你们上张仙剑的畜生可没那么熟 主要 等会就让你好看 放任自己手下这样口出狂言 可不是什么好听的事情 张公子 既然来了 何不出来一见 哈哈哈哈 不愧是莫川师兄呢 自从血缘战场一别 你这修为是大有长进啊 所以 我这不是来找张凡师弟 让你指点指点 那一次败在你手下 一直没有忘记的 张凡师弟 不知我这一见 让你感觉如何 哼 不过如此 哈哈哈哈 那看来得到灵霄仙帝传承的张凡师弟 你修为也大有精进啊 不过先不解 张凡师弟 等会我再和你好好较量一番 不知 好好招待我这位张凡师弟 主人 上张仙剑的这些家伙和那些黑袍神秘人好像是一伙儿的 嗯 看来我们这位莫川师兄有着不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张凡师弟 张迷先王派我前来给你一个机会 交出灵霄仙境 我就可以原谅你之前对我上张仙剑的冒犯 不愧是你们上张仙剑 一次两次在我天云大陆图谋失败 第三次还能候着脸来 哼 看来张凡师弟你是不愿意好好交流了 虽然很欣赏张凡师弟的天赋 你给我带来的失败 也让我重新捡回了修炼的动力 但有令在身 只能对师弟你拔剑相向了 啊 诸人 你有闻到什么臭味吗 我怎么觉得这么恶心呢 哦 可能是我刚刚打架的时候 不小心沾染到了某人身上的臭味 这 这是 诸人小心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 先恢复一下 这些攻击 我来处理吧 全力发动阵法 让非洲们也开始进攻 莫大人 陛下的命令是活捉状态 发挥阵法的全部威力 还让非洲也进攻 会不会 要不 我和你大人你来做领队 这 属下不敢 属下这就去下令 哼 昭明老家伙养的好狗 以后我会让你们明白什么叫做听话 主人小心 那些非洲准备偷袭你 主人小心 那些非洲准备偷袭你 主人小心 那些非洲准备偷袭你 他们也该到了 小心 让别人从千元大陆法上偷袭 师傅 我们来了 老黄 孚空道阵法全部开启 帮上仙把那些碍事的非洲都干掉 快去再防守 快快啊 不行 仙中力量都拿来准备攻击了 我们的心力都被阵法调用 没办法一下子充取出来 这家伙怎么一点都不急 反而总有预料的样子 撤退 暂时放弃这次计划 退回去再好好谋算 张师弟元仙子 今日会面有些疗策 在下日后必当携众礼来访致歉 那就在此别过了 张凡师弟不必如此热情相送 我们会很快见面呢 师傅 怎么了 这些上仗仙剑凡人家伙 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请问 你有没有发现 牧川这次使用的力量似乎有些奇怪 你刚才出剑的时候 我一直在观察 她似乎能引动身体周围的虚空 那个 师傅 元姐姐 这说明了什么呀 这位上仗仙剑曾经的天骄 背后的确有很大的秘密 不知道她在薛苑战场 到底得到了什么 走 我们先回岛上 然后准备一下吧 大人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陛下交代的任务我们还没完成 不急 继续派人在天云大陆外监视 记得派人前往天云大陆内 联系以前埋下的探子 是 大人 属下这就着人去办 让下面的人好好休养 不过是一次失败而已 是 你俩表现不错 不过 毕竟刚突破成仙 要经历一场实战 那 先回房间好好巩固一下吧 多谢主人 西文 还得麻烦你 帮我找出这个星图所在位置 和周围的势力分布行事 星图中央这个光点 就是大地传承所在处吗 这是无尽渊海的遗迹里 灵霄大地残景给我的传承 等我将灵霄仙精修炼到悬仙境界的时候 就触发了后续传承的线索 光点所在位置 就是大地的灵气 原仙子 难道这个地方的局势非常复杂吗 还是环境很危险 这片区域 曾经发生先帝级别的大战 看来就是灵霄大地和他的敌人大战的战场了 所以那里的太虚变得极为虚弱 让不少太虚邪魔可以撕裂太虚轻松过来 而其麻烦的是 那边也正好处于两个上九天仙界 和四个下二十四天仙界的交界处 各方势力交错 也让那里成为太虚强人汇聚藏身的地方 反正极为混乱 那里我云宁仙界只有小宗门在那有之事处 对那可以说毫无影响力 到时候必须小心 那是当然 不过 灵霄先帝的残影在传承里告诉我 大地在陵墓外曾搬来一块小型大陆 然后收留了一批难民 让他们成为守墓一族 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禀告圣女大人 天狼四道派人来了 说这次是对我们守灵一族的最后通点 他们想要什么 说吧 自从我们守灵一族内乱后 我们还有什么没遇到过 他们想要什么 说吧 自从我们守灵一族内乱后 我们还有什么没遇到过 她 让我们将守护的圣剑交出去 还有一千名童子童女 以及 以及圣女您 圣女 我们绝对不会把你交出去的 你是我们守灵一族的首领 是你次次带领我们从劫难中走出来 是我们守灵一族复兴的希望 大长老 您来了 圣女大人日安 圣女大人 我已经下令让守卫队的所有人做好准备了 我们趁着天狼四道他们还没来 转移族人吧 大爷爷 我们 孩子 我知道你一直相信那个预言 但那些叛徒知道我们守护大阵运转路线 天狼四道又都是天仙之上修为 我们挡不住的 大爷爷 我相信 预言中能带我们一族离开这里的勇者 定会到来 大长老 永叔 我们一定能守住这里 我会保护好圣女大人的 大长老 队长 圣女大人 不好了 难道那天狼四道说话不算话 还没到最后的期限 就提前带人攻打我们了 不是 太虚中忽然来了一座浮空岛 没有立即进攻 但也没离开 我已经安排兄弟在他们附近警戒了 什么 让所有族人做好战斗准备 圣女 我们这就过去看看 这就是灵霄先帝传承所在的位置了 他将自己的陵墓建造在这里 然后用抓来的一座小型大陆布置成遮掩之物 不过看来 这里以前似乎发生过什么 他们对我们很警惕 嗯 毕竟过去数万年了 大帝留在天云大陆的残影 也无法预知这里发生的事情 希望我们运气好一点吧 师父 原姐姐 你们快看 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诸位 诸位远来的贵客 老夫陈荣安 见过诸位 在下张凡 他们是我的朋友 见过老前辈了 大爷爷 看着小哥的语气没有敌意 看来不是天狼四道的人 也不是来落井下石的 或许我们可以 嗯 那不知几位贵客远来至此 是为了何事啊 若是有什么老夫帮得上忙的 尽管开口 还真有一件事 想麻烦老前辈您了 贵客开口 老夫自然会帮忙 不过 几位远道而来 不如先去我们组里稍作休息 也让老夫听听几位 遇到什么问题 功绩不如从命 那就麻烦老前辈了 启文玉莲狗子 你们跟着我去一趟吧 山康园林老宋老黄 麻烦你们带着其他人 守在岛上了 大爷爷 你是想请他们 帮我们抵挡天狼四道 既然你不想离开 而且离开大阵的保护 我们也的确 相当于小儿抱惊过世 所以眼前有机会 老夫我也自然愿意尝试一下 如果不是看不到希望 你以为大爷爷我就愿意 离开祖辈一直生活守护的族地吗 大爷爷 这是我们族里特产的仙茶 对于剑修有特别作用 几位贵客别客气 这仙茶的确不凡啊 让人几乎有一种顿悟的感觉 对了 刚才进你们族地的时候 就发现贵族族人似乎都 一副如灵大敌的警惕状态 你们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我们这片乱海星域 一时都很混乱 其中有一只非常强大的 太虚盗贼天狼四道 就盯上了我们一族 我们这片乱海星域 一时都很混乱 我们这片乱海星域 其中有一只非常强大的太虚盗贼天狼四道 就盯上了我们一族 是我们族内之前出了叛徒 将负族大阵运转路线 告诉了天狼四道 我们也不用如此 正好 我们也要麻烦前辈你们 还不知道如何回报 前辈若是放心 就让我们帮忙 一起对付这伙强人吧 真的可以吗 前辈若是有需要 尽管吩咐就是 那真是万分感谢了 陪友 你立即去库房里 拿剑云鲜茶 送给几位贵客 老前辈 先布局这个 我还没说 我们想麻烦贵族的事情呢 是老夫心急了 还未询问几位贵客 来乱海星域是有什么事情 我来自天云大陆 我所在的宗门 曾有一位强者 游历诸天万界 就陨落在乱海星域这边 不过 他在陨落前 曾用伪力 传回一些讯息 让宗门知道 他自己亡身之处 让我们这些后辈 有机会可以寻回他的时身 和遗物 您真的来自天云大陆吗 玉玲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一族的祖先 曾留下传说 我们也是来自天云大陆 所以他才会这么激动 黑勇啊 几位贵客远道而来 除了仙茶 你再去准备一些饮食 送到贵客们的浮空岛上去 几位贵客出来乍到 不如先稍作休息 等会儿老夫将乱海星域的 一些基本情报 送到你们岛上去 那就麻烦老前辈您了 主人 岛尾这些人还在警戒呢 你们没有谈拢吗 我答应帮他们解决麻烦 不过 对于凌霄先帝之事 我没完全说真话 毕竟谁也不知道 几万年过去 这些守灵人 是不是记得他们祖辈的任务 狗子 你去探查一下周围的情况 顺便探听下他们这一族的名声如何 好的主人 我这就去 那我们现在就先好好休息了吧 不过真的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看到先帝的见经了 我也非常期待 好了 大家都去好好休息吧 老三 你这几日去联系 有其他势力愿意帮忙吗 一听到是天狼四道 就都推脱无力过来 也早有预料 乱海星域的势力 不来落井下石 已经够好了 更别向雪中松炭 大爷爷 那那位张凡公子来自天云大陆 我觉得就算他不是预言中的人 也来自祖先们留下的那个预言中所说的世界 而且他们已经答应帮我们了 我们可以让他们进来 圣女 我们守灵异族在守护着什么 只有你知道 你应该清楚 若是让外人掌握我们的秘密 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他就是预言中的人 张老 圣女 不好了 老张 你不是带队在监视天狼四道的动静吗 怎么回来了 难道 今天我们依旧在监视 结果突然被天狼四道的人包围了 我们突围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船队正在节俭 这些人 果然没有一点礼道的 明明还没到时间 无耻 我们四处求援的消息 天狼四道的人肯定知道 前几日没动静 恐怕是向我们松懈 先想解决的办法 来不及了 张叔他们的钉梢肯定早就被发现了 既然都出手了 还让张叔他们跑回来 就说明 天狼四道早就做好了准备 不怕我们立即撤退 或者找来什么帮手 队长 外面的兄弟传来警报 挂着天狼旗帜的船 朝着我们这边来了 队长 外面的兄弟传来警报 挂着天狼旗帜的船 朝着我们这边来了 好快 大爷爷 我立即去那位张凡公子的浮空岛上 族地的防守安排 就麻烦各位爷爷和裴勇叔了 主人 那就是我这几天打探到的消息中 提及的天狼四道 在乱海星域内算顶尖势力之一 就是不知道这次来的是谁 还是四人都来了 张凡公子 张凡公子 小女子冒昧上门 请见谅 守灵异族圣女陈玉玲 见过张公子 张公子 眼前为异族大敌来袭 张公子你们 能不能帮我们抵御敌人 之前我就答应陈小姐你和陈荣安前辈了 自然不会实心 多谢张公子 玉玲 你带着老聪他们操控浮空岛直接过去吧 好的师父 四当家的 前面好像有人过来拦我们了 大哥不是已经和周边势力打过招呼了吗 谁知道这挡在你四爷前面的浮空岛是谁家的 四当家的 我们这乱海星域 也没听说谁家有这样一座 能在太虚中渡空飞行的浮空岛啊 那个谁 过去一趟 告诉对面的 就说大四爷 我看上他这个浮空岛了 哼 四当家的 你要替我报仇啊 对面有只猪妖 我还没开口就把我揍了一顿 还让我告诉你 四爷的手下也敢揍 在乱海星域 我天狼四道看来名上还不够大呀 对面 让你告诉什么 对面那只猪妖说 说 天狼四道洗干净狗屁股 等着他过来跪下好好对他摇尾吧 你 啊 告诉所有船只加速 此业我要拖了他们 别放跑一个 小子 就是你让你后面那只猪妖 把我手下打了一顿 还让我们来你面前跪下腰尾啊 我还以为你们天狼四道都来了 就来了你一只啊 小子 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小子难怪跟嚣张 有点本事 当你惹到我天狼四道 在这乱海星域 没人能救你 所有人 都给我上 这小子身边的几个仙子不错 记得 别伤着了 四爷我还要拿去和大哥他们分享 四道家的 你放心好了 看我给四爷你把他们都抓来 你猪妖妖我之前 没好好发现 正好你们送上门 四道家的救命啊 快跑 好一只猪妖 让下面那几个头领 别混水摸鱼 好的 四爷 哈哈 就你们这样的货色 应该出来横行霸道 小猪仔 上头四爷发令了 不能让你就嚣张了 好大的口气 拿你出来试试 你注意于我的本职吧 你们几个别在旁边看戏了 点子扎手 快过来帮忙 真是个废物 回去记得请哥几个喝酒 求你们上 狗子 你去帮忙 把其他人处理掉 好的主人 这一小子身边的确有不少高手 看来得与我自己出手了 让我来会会这个小子 让他知道 乱海星月 谁说的算 小子 小子 算你有本事 让你司与我签字出手 张公子小心 我是一个矛头小子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小子 这次算爷栽在你手里了 但我大哥绝对是你惹不起的 小子 等我大哥来找你吧 天狼四道的人 真的被张公子他们赶跑了 张公子对我异族的大恩大德 小女子莫尘难忘 有任何吩咐 请张公子尽管开口 事情还没结束 天狼四道之后还会再来 你们先去想办法 怎么应对下一次敌人的来袭吧 事情紧急 张公子请饶术小女子 先离开了 你刚刚不把那四当家留下 是准备下一次一起解决吗 不愧是启文 一下子就明白我在想什么了 而且我还希望 天狼四道四处找帮手 把对守灵一族有歹意的家伙 都带过来 就知道你没什么好心思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麻烦 天狼四道就这样 退走了 张公子和他手下出手 将天狼四道的四当家击退了 我们一族现在暂时安全了 什么 那位张凡公子 居然击败了天狼四道的四当家 对的 我在张公子的浮空岛上亲眼看到 但事情还没结束 大爷爷 我们守灵族的危机还没过去 明明都击退天狼四道了 圣女为什么还这么说呀 我了解了 天狼四道下次再来 恐怕那位向来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大当家 也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什么 好 就是那个据说 一人灭了星海宫高层的天狼四道中的老大 他会亲自出马 安静 圣女 那位张公子有说什么吗 他只要愿意伸出援手帮忙 报仇和这一次的谢礼 我们一族都不会让他吃亏 张公子没有要求什么 不过他说 恐怕下次天狼四道来世会更凶猛 让我们也提前寻找援军 唉 老夫已经向所有势力发出了求援 至今都没有回复我 那我们也得尝试一下 不能坐以待毙 哦对了 我刚刚收到徐冲和刘若霞的传讯 他们离开战场了 准备来找我们赛赛星 嗯 我也从师门收到消息了 后方仙界有高层堕落的情报 让整个联盟震动了 上九天仙界之一的玄聘仙界之主 妙华仙帝 将主持开展内部调查 这不会打草惊蛇 我也不知道九位仙帝和二十四位仙主 如何想的 或许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或许 暗中还有别的手段进行调查 不过可惜前方的战场了 恐怕得收缩房区 忍耐一段时间了 大哥 你要替我报仇啊 这是自然 看来我长时间不出面 已经让乱海星域不少人忘记 我天狼四道的残忍 老四 你去通知老二和老三 通告整个乱海星域 想从这守灵族身上割肉吃的事里 到时候就和我们一同出发 否则别怪我不给他们留口吃的 哼 我要让守灵一族彻底从乱海星域消失 让所有人都记住 天狼四道 不是他能随意惹怒的 多谢大哥 我这就去通知二哥和三哥他们 嘿嘿 大哥 我在那小子的浮空岛上 看到几个漂亮的妞 到时候 我会把最好看的那个 给大哥你留好 我 福空岛 这就去通知二哥和三哥他们 我这就去通知二哥和三哥他们 嘿嘿 大哥 我在那小子的浮空岛上 看到几个漂亮的妞 到时候 我会把最好看的那个 给大哥你留好 浮空岛 嗯 我记得之前那个想来招收我的神秘势力 就提到过这个 嗯 张师兄 袁师姐 一段时间没见了 呦 你们两个在战场磨练这么久 又赶过来 先休息一下 尝尝我这儿的灵果掀查 没想到袁姐姐你们从战场离开后 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和徐师弟和上次见面也大有不同 在战场上也遇到了许多事情吧 那是自然 我和若霞合作 在那片战场近乎所向披靡 不过我和若霞是真的没想到 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 后方却有人堵落和邪魔勾结 幸亏张师兄和袁师姐 你们发现了他们的宗戒 各位好哥哥好姐姐 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 嗯 比如聊一聊 张师兄你刚刚说 这里有个仙帝之墓 这是我天云大陆出身的灵霄仙帝 为自己建造的灵墓 他将灵霄剑经后半部分放在了这里 我就是他的传人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仙界之外 遇到这样的仙帝传承方式 张师兄等你得到传承 请务必让我和你牵缩一下 徐师弟是真的心思单纯坦荡啊 从那眼中只能看到兴奋和期待 没有一丝谈语 等我得到传承 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 还要先麻烦 徐师弟和刘师妹你们两人 帮我解决一些麻烦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 我也是非常期待 张师兄你的传承呢 看看和我朱雀仙界的仙帝传承比 又如何 那两位就先好好休息 稍待几日 正好 我们也可以先交流一下 最近的所得所获 老二和老三已经按计划出发了吗 二哥和三哥已经出发了 他们会照顾大哥你的安排 布置好一切 通知前面这些势力 我很满意这次能听从天狼令而来 我会喂饱他们的 但你别忘了告诉他们 得让我看到他们真的在战斗 保证通知到 不然他们会知道 欺骗我们天狼四道的代价 那就告诉我们的人 出发 成令 出发 圣女 大长老 天狼四道已经带人过来了 但我们还是没找到一个愿意来帮我们的人呐 我们早就预料到了 不是吗 好了 陪友 让所有族人做好战斗准备 妇孺进入密室中 玉琳 若是势不可为 你直接去那位张公子岛上 大爷爷 老家伙们 走了 这些老巫头先上吧 敌人已经来了 敌人已经来了 各位族人 别忘了我们一族的使命 守住这座先辈们 一直坚守的圣地 开启护族大阵 所有人准备战斗 让那个守灵一族叛徒 准备一下 告诉他 那一刻中内 我要看到大阵停止运转 去 是 大哥 这群人自称守灵一族 据说以前 在乱海星域实力非常强大 无人敢招惹 他们强大的实力 让所有人都好奇 他们守灵守的是谁的礼物